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天台宗学派纲要 首页 向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臣大一章探究 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伦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档案下载 天台宗思想大纲 杜宝瑞 本文纲目 第一章 天台宗的由来及流传 第一节 源自印度的佛法 第二节 中国自创的天台宗 第三节 天台宗的传承 第二章 天台宗的出祖会文禅师 第四节 龙树是天台的源流 第五节 天台宗重禅法修行 第六节 会文建立一新三观 第三章 天台宗的二祖会思禅师 第七节 会死是禅修实践者 第八节 会思生物法华经 第四章 天台宗的三祖志者大师 第九节 大师的幼年 第十节 大师从学于会思 第十一节 大师的修行与讲学 第五章 天台宗的重要教义理论 第十二节 天台指观理论的意义 第十三节 天台的一念三千说 第十四节 天台的五十八教说 第六章 结论 第一章 天台宗的由来及流传 天台宗 代表了中国大臣佛学高峰的佛教宗派 不仅屹立中国佛教史 中国佛学史 甚至中国哲学史数百年 并且在今天的日本佛教界及佛学界都仍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宗派 目前正值国内佛学研究及佛教活动复兴之际 天台宗及中国各家佛学都应该被重新挖掘研究 期望于最短的时间之内 将佛陀的理想透过重新的表达与介绍 向全人类再次提供此一卓越的心灵关怀 以作为人类寻找未来的参考方向之一 而中国的天台宗教义体系 正好能作为介绍佛教经义的良好教材 一方面提供修行成佛的修行理论 另方面提供理解浩瀚佛典的入门阶梯 再者他也说出了佛法眼中的世界真实相撞 相信透过天台宗的引界 会是在教理与行政双方面都能提供佛教义理的优良进路 第一节 源自印度的佛法 佛法发源于印度 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佛出生于印度沙地利阶级 其父为加比罗为臣臣主敬范王 释迦牟尼为长子 故意出生即为太子 他出生的时期相当于中国东周王朝的春秋时期 释迦牟尼佛自诞生 出家修行 悟道 说法而一手建立佛教 两千多年来受尊为佛教教主之名 未有任何疑义 因为他的修行求道过程固然仍受传统印度思想影响 但所悟真理的内涵与格局 却是旷古以来所谓见地超义绝伦之作 在他有生四十九年的说法讲经过程中 他所教会的思想哲理与修身行义 内容今生广大 实为最珍贵的人类智慧资产 自其灭度之后 佛陀弟子继承一波 一方面继续教团的组织 并进行传教工作 另一方面集集结清灵说法之弟子 记录佛陀演说内容 并产发教义 以佛所清说为内容之书集称为经 弟子集在传弟子们解经的著作 各有一名 然而随着教义理论的探讨及解释 以及是否佛说经典的认定 佛法争议虽有了争议 于是佛教在印度的传播上便出现了几个不同时期 及不同教派 简言之大约可分位 原始佛教时期 不派佛教时期 及小臣教派和大臣教派 至于大臣教派又有空宗 有宗的分别 由于佛教在印度的传演已有了众多的派别及不同的经典 故而当佛教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学僧在理解及传授上所呈现的派别灵力现象 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节 中国自创的天台宗 佛教在印度传演数百年后即已逐渐的衰退 但是它也已经往南印及北印传播了 甚至 经西藏 中国的西域 而逐步传播到中原地区 最早传到中国内的的记载是在东汉时期 然后随着时代的善地 大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中国境内便已有了位数众多的佛教活动 但是 亦如佛教早期在印度发展过程中所曾有的教派灵力现象一般 佛教到中国的过程也经过许多不同的时期 以及产生许多对佛教教理的不同解释派别 这也就是有名的格异佛教时期 以及南北各家诗说的六加七宗时期 大约从随朝开始 中国本土的佛学理论建构工作也已逐步发展了起来 并纷纷建立了中国的佛教宗派 中国的佛教宗派的分派现象 是基于对整体佛教精神重点所向看法的差异所致 并且都有它各自的成立背景 有因佛点传义而建立的教派 如三论宗 也有传习自印度佛教界的宗派 如法相维时宗 也有因为对于修佛法门有特殊观点而自成教派的宗派 如净土宗 密宗及禅宗等 当然更有基于对整体佛所说法的理解观点而建立起来的宗派 如华言宗及天台宗等 幻言之 天台宗及为在佛法东来之后 代表中国本土佛学修为成熟其并能自成体系之中国佛学宗派 中国佛教之传播自东汉起至隋唐时期 终于发展了自己的宗派 其中的过程是经过无数高僧大德在传译 整理 禅修清正 扩生意理 宣道讲学等等努力之后才有的成果 到了天台宗等中国宗派出现的时候 才真正进入了创造期 可见佛法东来的过程是多么的不易 也说明近年来日本佛学界及台湾佛教界在未来宣扬佛教制世界各的的工作将是多么的艰辛了 第三节天台宗的传承 天台宗名称的由来 是以天台三组治者大师的修行道场所在的天台山之名而来的 这颇不类似其他宗派的名字 其他宗派派名或依所宗经名 如华言 三论 或依所宗论典 如法相 或依所修法门 如净土宗及禅宗 或依所众教义 如律宗等 至于最早正式使用天台名称的 应该是后期天台复兴者 唐朝的京西湛然大师 然而造就天台宗之所以能成一代教派 且建构完备教义体系的 则是天台智者大师 大师以法华三昧误入佛法 从师南岳慧思禅师 慧死是一位在禅法上极有造诣的人 其禅官的传承则来自北齐时的慧文禅师 慧文众禅修 曾由龙树大制度论中领悟一新三观的佛理 并传授与慧思 因知天台的传承系普可以上述龙树 而下北齐慧文南岳慧思天台智者 智者大师之后 其教团交给智悦 但真正整理大师著作且发挥教理的却是灌顶 即是称张安大师者 张安是灌顶出身的地名 大约天台自龙树以弃智者的传承系普及由张安为慧思及智者之作传而确立规模 张安弟子众多 依据天台后世纪数其自张安而后的传承 则是由张安传给法华寺的智威 再传则给天官寺的慧威 再传给左西帝的玄朗 自智威 慧威已至玄朗三传之间近一百年间 天台宗在规模及教义上教无建数 直到玄朗弟子金西德的湛然大师才又重新提振了天台的身世 湛然又称妙月大师 妙月弟子盗碎和行满授业于日本传教大师最成 盗碎弟子宗颖教授给日本词诀大师原人 盗碎的另一弟子梁须教授日本制政大师原真 这也就是中国天台宗流传日本的滥伤 湛然以后 天台又是为了 甚至湛然弟子谁祭法统都未能定论 天台自印度龙树至唐朝的湛然 历经九传一般有对于天台系普座出祖 二祖三祖等应属谁的技术 有以龙树为出祖 有以绘文禅师为出祖 有以智者大师为出祖 难以定论 此处赞以绘文为出祖以行文 第二章 天台宗的出祖绘文禅师 天台宗的电力者是智者大师 但在悟道及教义的传承上 智者的于慧思 而慧思又有所得于慧文 所以我们必须先解明慧文的思想及其来源 慧文成名于北齐 从中国历史上看 两汉之后是三国 三国之后是曹魏 曹魏之后是两晋 两晋之后是南北朝 北方政权先是北魏 再是东魏及西魏 再即是北齐 北齐而后北周 南方政权则叠经颂 齐、梁、臣、北周及南朝之臣国 则为随所统一 慧文即是北齐禅学的大师 慧文英读龙树 大智度论 而悟得 一心三观 的观法 此观法力慧思 智者智赞然皆有传解及在开发 是天台重要义礼之一 但一心三观就为何义 则需在龙数学中寻找义礼来源 此外 慧文以禅法民众北齐 则其作为禅师之身份 就为何义 及其禅法之书 甚于何处亦需究明 以下我们先从大菩萨龙树谈起 第四节 龙树是天台的源流 我们都知道 中国所传佛法是以北传的大乘佛学为主 严格的说 是当佛法东传之后 中国高僧经过长期简别及义礼开创后 几乎都偏向大乘佛法的阵营 还观大小乘义礼在印度的发展 显示着对佛陀教义的不同理解程度 更因此有不同经典的宗寿之别 它反映出佛陀真实教义的真意现象是有着严重的奇异 其中 小乘教义所依重的是早期集结的经典 而大乘所依之经典则是以各种特殊的方式在佛灭数百年之后才出现 并且经传播般若中观的龙树 提婆 及传播为时观点的瑜伽行学派的武者 世卿等的说明介绍才新盛起来的 也就是说 作为大乘佛法所依的大乘经典在一开始出现时就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随后而来的教义创新部分就更不是原始佛教时期的格局所可比拟的 我们现在常识中所有的佛陀教义知识 其实都已经是大乘佛学观点下的产物 我们必须先知道 在佛典初解佛法初传时期 当时的佛陀及佛法的面貌并非大乘观点 同时 佛陀在世时的真正说法内容及行政过程也因此叠经修改 大小乘各家学派 都是在一个完整的架构下面面具道说明了各家佛法观点 中国天台宗及其他 各家以大乘为基础的佛法观点都已经经过简别 因此后学者也应该知道此一简别选择过程的道理所在 首先 我们要先明料龙数学的内涵优胜者为何 佛灭后数百年间 一些比较活泼有创建力的学说观点及教派集团纷纷出现 但是却尚未建立强力的学说体系 更因为各家争论互不相让 佛教阵营遂呈现分乱局面 龙数字又聪颖 自认已精精通人间真理 遂过着一种贵族青年的放浪生活 游戏人间 因与有人私闯皇宫淫荡乱行 不慎遭逮 有人被录 乃痛恶人生无常 遂在离家求道 后经特殊机缘 得见众多大乘佛典 发心苦读 终能成为一代大乘学者 龙数的成就 在于正式建立起大乘教义体系 在各个理论领域中突出了大乘佛法的解说典范 使大乘佛法出现了自己的明确面貌 其中对于天台宗教理行政最有影响的则守在其班若空观的提出了 因为绘文及由此误入大乘真意的禅观 空观的提出 是在佛陀 大品班若经 中 若依后世天台宗的五十教判说来看 班若经的提出 是为破除学佛者的执着心 不论是对四圣地的执着 或是对自我的执着 佛法最深意是在得或世界最深智慧 其与世界时相同和唯一 而时相只是如如真实 若在求佛者心中有一丝毫成佛的执念 则不能得最真实的佛法 所以学佛者要建立空的智慧 但是 所谓空只是不执着 不是空无所有 一概否认 所谓空是在一种对宇宙人生态度上的全面放下 没有世俗中人惯有的任何要求欲念 体悟大乘佛法菩萨道精神的生活方式 而勇猛行之 这才是佛陀谈空的本怀 而龙树菩萨则最能体会此点 遂以一部大制度论的者做来诠释 大品般若精 而能让学佛者认识佛陀般若空观的道理 也借此揭开了大乘佛法精神的面貌 另外 对于原始佛教时期学佛者公认的四圣地教义 龙树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其中极地的十二因缘观 龙树则重新发挥而建立一种原始性空的观点 即对于世间一切存在事物之对待态度 都应该是知为没有存在的绝对性 一切事物都是依因缘而互为所生 故无自身本性的真实性 更进一步言 一个学佛者必须知道世间世事之无常性空之理 对于世事之变化本身是为事物之本来面目 而对变化也不再以变化来看它 在一种绝对平静的观照心中让佛法的智慧自然涌出 这就是龙树在一本专卫论 《难他教所见不究竟的著作》《中论》《中所说》 《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疑不意》《不来不去》 的八部缘起之真意 即对十二因缘论在作深度解释 而不让一般学者陷落于对缘起真意之片面解释 因而再次掉落于任何名相的执着之中 而要扫掉一切在理论观点上对世事实状所建立的说法 使这一个问题定着在龙树的班若中道观中 亦即在中最有名的遗诵因缘所申法 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明亦是中道义 要即中道时相观法把大臣班若空观的真意表明 即对一切有畏无畏法都需认识到它只是在暂时作为被认知表述对象时才出现存在 它自身的存有性至人只是因缘假和中之一个片段式的存在而已 我们必须如此的体贴它的缘起性空假明之身意 如实的安置其位 这才是观空之真意 只有在如是之空观中才有佛门真正放下的自在 而不会一边拼命的放下些什么后又一边不自觉的拿起了什么 这是龙树班若空观的中道义 第五节天台宗众禅法修行 龙树菩萨与天台系谱的绘文禅师的关系 在于绘文英读大制度论而领悟一心三观的道理 而成为天台禅行的心法 而绘文禅师又是以禅行名动当时的大师 从此由慧文至慧思至智者 都是实际禅修的成就者 那么禅行是什么?禅修与佛法的关系为何? 禅修的理论与实际在天台宗内部的情形为何? 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首先佛法是一门需要身体力行的教义体系 佛学教义尽管浩瀚无尽 处理天上地下各种问题 但是归根结底 佛法就是要人学佛 在生命的全福内涵中追求一个完整的佛化人格 当信仰上已接受佛陀教理为天上地下最高殊胜之治理真言之后 接下一步即是要身体力行一番 然而在从事实践之时 却也又是再一次的重新建构与修正自己对佛法的理解的时候 佛法智慧深奥 必须是在高度的智慧关节下才能有所领悟 因此一般对佛法的学习都有特殊的方式 必须让求佛法者成就自己于某种境界之上才算学佛有的 这种境界便是在一种知识与智慧与能力与人格上的完全胜任才算真实 所以佛法的成就是极艰困的 历代高森大德所穷私利所的便是如何求佛法 然而佛法的内容是一种对宇宙人生的全福内涵的真实相撞之学问 透过对世界观真相的建构理解 同时就建立起在宇宙中的人生之终极目标 佛陀自身即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最高的觉悟者 他是觉知宇宙真相 找到有情众生的最真实归宿的人 但是佛陀所揭示的世界观太位深奥 尤其是大乘经典中的佛化世界 及佛陀人生之境界能力层次都难以以一般之见方式 建立理解的真实度 因而需要特别的求到进路 那就是禅定的实践 佛陀自己即在菩提树下静坐七年而后悟道 由于佛法是探求宇宙人生真相的知识 是当时人文知识之外之上的学问 不能用一般的方式求得 必须并除一切人世外缘及知识障见 在单思截律以至言与道断心形露灭之后才能领悟的 而从大乘经典内容看来 其所误入知识界 也远非更古以来人类知识范围内知识者 是故只有在禅定修持的某种境界程度之上 才有误入佛陀所揭示知识相的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众多高僧都那么重视禅法 或能以禅法见长而名流青史之故了 简言之 禅法是成佛之道的直接法门 透过禅定的修持与智慧的关节而直接误入佛所清正之境界 禅定的功夫下的越深 则误入的境界也就越高 而禅定境界的提高是依着心念修持的进化程度 给予佛理教义最高之见的解悟程度而改变的 于是禅定功夫的追求便成为精为高妙之佛 一世界十相之领悟 与相应此依时相而来的性情人格之精化修持的功夫 因此 重要且有成就之禅师便是能提出禅修法门且有清正经验的教学者 而天台宗的出祖慧文禅师便是在这方面有所超越的高僧 而未慧死所从学并效习之者 依据大臣经典如法华经及华严经等 佛陀说某一种经典教义之前 都会先进入相应于该种教义异理世界的精神状态里头 例如讲 法华经 前进入法华三昧 讲 华严经 时进入华严信海 这意味着法华境界或华严境界的佛法义理是需要先整理严肃学佛者的智慧及人格修养到该境界的场所里之后 才能在入乎其内的如实理解之中而由进入者在将义理内含以自己清正之真实所得如实不差的在座表达推演 这是求学佛法的特殊方式 也是佛法难求及佛理领会程度内含常有差异的缘故 所以禅定的修持成为追求佛法的根本路线 在专注与敬念的情境中由求法者自己进入佛理境界 而所谓悟道就是进入了如实感受的佛法世界 而不只是文字易理的推敲理解而已 此外 对于所证悟的佛法之见 必须寻求相应的修行法门 此即需寻求在禅定修持时当作心念专注的何种调习 因而有着各种禅观学说的提出 即为协助禅修者易于入正禅境之用 而所谓禅法大师者即为对修持禅定之方式能有清正而后提出过程理论的人 慧文禅师就是在对龙树所传 大制度论及中论交易有所领悟的大臣高森 因解悟龙树传教之若干一礼之后 能够自由地发挥其所领悟之内涵 更能提出在解释上的新说法 这就是他对于大制度论中所颜 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三种智慧可以一心中的 以及从中论四句地中所得一心三观的领悟 至于慧思禅师即为对于法华经 知解悟能清正悟入并在智者大师修法华行时能为其印正所入真实者 而智者大师本人则为在深得法华三昧的基础上 再次发挥慧文禅师在《空、假、中议心三观》之说正上的境界 而进一步提出《空、假、中三地缘融观》的禅修理论者 并为原正法华及涅槃教义之深度 而提出《一念三千》的信句实相说 以为禅观的实相知解而为禅修者提供此一缘融通透的世界实相之禅观内涵 由此可知禅观的理论与实践从来就是天台宗实相学的真正背景 是一家座为追求佛法的学派宗们对追求之道用心经营提出追求领悟的境界 而发表成为佛教世界观样像的诸多思想创建 其古字里的本来性格其实只是最朴实基本的禅定修持之理论观点的提出而已 第六节 绘文建立《一心三观》 佛法最重智慧 智慧最需领悟 但领悟有深浅之别 如何以一心领悟最高真实的佛智 是学佛者永恒的课题 佛陀在中表述了三种不同境界的智慧 一为道种智 一为一切智 一为一切种智 而龙树则认为到了最终完全理解佛教一时 这三种智慧都会在一心中得到 绘文禅师即对此最有认识 因而发挥到对龙树说因缘法的颂文中 得出在圆满领悟般若空观后 当然同具空甲中三观于一心一境中 这便是绘文禅师透过中国最有成就的佛典翻译大师 纠摩罗时所义龙树及二书的最重要收获 即在禅修实践中 对所愿内外诸境的直取态度是同时呈现此境之缘其性空意 因缘甲合意空极甲明意中道实相义等 如此三观并成则最相应于佛陀般若教门的真教 也是开中土天台禅观心法的第一轮智节 第三章天台宗的二祖慧思禅师 第七节慧思禅师是禅修实践者 无论是在家出家的僧众禅定修持永远是修道成佛必走之路 因为在禅定修持中的身心状态 才是能超越自我能力的局限性 发展智慧与心性 契合大乘胸怀的菩萨行义 因此中土之禅师 莫不在禅宫方面下大苦功 而慧思禅师就是最典型苦修禅定之人 也因为大师曾诵读 深信唯有通过禅定才能获得智慧 大师就是在这样坚定的态度中 终于获得大成就者 慧思禅师俗信里 他是南北朝时代北魏时出生 河南人士禅师一生艰苦 但勤修禅定 同时也是法华经 在中土最早的信持者 大师一生命运多喘 不隔几年就会遭奸人陷害且多违及生命 为赖大师禅定立足 及坚定的意志 才得脱离违境 显出大师真是苦行出生 禅师又年时 常梦见僧人劝他出家 以及与友人同诵 法华经 这就佛家夜报源起理论而言 大概就是他素氏因缘的关系吧 大师因此常诵法华 甚至常于土坑中读诵 然不能解悟 内中悲苦 十五岁正式出家 持戒圣臣 每日一餐 人专送法华 大概因为四中吵杂 他时常在夜里独自到山林中坐禅 并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最用功的禅作者 例如他二十岁时 整夜坐禅 持续二十一天 却惹来禅病相扰 致令全身不得舒畅 此时因物业或知非 知或由心起 遂反观自心之病 自除心或 心或消失 业力及除 禅病也就无着力处 禅病遂退 可见大师是在切实苦行中用生命的力量去印证佛法的殊胜与真实 并一步步坚实起自己的禅行境界 第八节 慧思生物法华经 慧思自幼即与法华有身后渊源 曾发苦心送读 法华经 于数年间送达一千遍 终能领悟法华真意 得法华三昧 就佛僧大德在禅定时修之过程而言 所谓的某某三昧者即位在某某佛法的经典或交易上能达到在自身内在人格上与某某教义完整同等的行持修位 并在禅定发挥的深度上能完全进入该特定至观的理解世界中 能如清灵佛陀宣教道场中聆听说法 也能于自证学历中如佛本怀般的自作教义之推演或代宣本职 又因佛之任意交门皆代表佛陀释现之某一特定佛法智慧之程度 即任意的证此法门之学道者也必定在禅定之修行与智慧领悟上达到相应之境界 则此时此人之内在品质已可谓有了跳跃式之静静 其内心之喜乐岂可以人间世俗欲求之满足来形容 慧思禅师之德政法华三昧 终于开启天台宗以法华立教之端序 而使佛陀在法华宣教之本怀北游慧思迹传给至已而终的在中国大乘佛法之极架中再度普现于世 所谓法华本职者何也 佛陀本怀也 佛陀一生教学传道 先后讲过无数经意要点 包括宇宙的结构 十二因缘 人生的真谛 四圣地 最高的智慧 班若空观等 再再都指明佛陀要众生去求佛法 但是更重要的心愿是佛陀要众生帮助更广大的众生共同去向佛法 让佛法真正能在永恒的时空中 普现在世间所有有情众生的心田中 但佛陀为教导众生兴趣佛法 多以对积教法的各种法门来引导众生 让他们在自己心智兴趣的基础稍稍向上一跳 引入学佛之图 但学佛之图虽多 学佛之中的却只有一样 即成为一位自度度她的菩萨 所以在法华经 一开始 佛先驻于法华三昧中 待她安详出定后 便宣讲佛陀一身教法最根本的胸怀 即要众生在现有学佛之基础上都要再跳一步 以成为度人度己的菩萨为目的 一般而言 佛陀以苦即灭到四圣地教导众生 随法而修的阿罗汉果 即生闻成圣位 再进一步以十二因缘观教导众生使之世界万事万物生灭无常之理 的物人与宇宙的真实命运 而正的辟之佛果 即怨绝成圣位 接着再以班若空至教导众生 使能对己对人对世事物物拿起放下 洒脱自在 不知不吃 如实陶涌在佛化生活情调中 与高尚智慧层次向往来 在最精进的禅定修为中的菩萨果位 已就几度人为菩萨道精神 如此随机皆引示为方便法门 若有众生执着现有成就 不知去向佛陀终极本怀 就不是真佛子 也唯有以发大誓愿 即行菩萨道才能真正佛果 所以佛陀在法华宣讲时刻 依依为以发大誓愿之求道众生摩顶受祭 表达佛陀对其誓愿恒心之肯定 相信他日此子终将因切实堵行菩萨救人慈悲心愿 而在次次苦修之实践过程中 坚实自己成佛作祖的全面条件 最后终成佛果 而成佛即使所有求佛者的最终标的 但是如果不真得佛陀本怀 不知求佛的最真目标就是让娑婆世界 亿万众生同成佛道 而自行陶醉在三圣果报之中者 则永远只能停留原地 甚至退转所正境界 这是所有求佛者所当境界的 而当其人知佛本怀且极切行之时 则其成佛之路便已打开 否则便永不可能成佛 而当人人皆以自度度他精神行菩萨道时 则数穷三计横便十方一切有情众生同正佛果之理想 才有实现的可能 而求道者成佛的途径也就因而只有一种可能 是故法华又是产阳一圣成佛的精指 故众生不求成佛则已 若欲成佛必走法华之路 其他法门只是皆引入到 真正最终成佛之路则只此一种而已 直至慧思禅师体悟法华教义生意之后 天台仪系末不秉辞精神 为佛用功宣扬法华精神 并依法华建立五十八教的叛教说 即一念三千的兴趣时相学 当然 这都有代慧思之后的智者大师来创造了 第四章 天台宗的三祖智者大师 第九节 大师的幼年 天台宗的真正建立者是三祖智者大师 大师出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梁朝的贵族家庭 父亲陈启祖 曾是协助梁元帝击拜侯景之乱 获得地位的功臣 民众朝野也是一心在梁朝仕途上欲有所作为光大家业的人 因此他对自己两个儿子也都抱持继承家业的期望 臣起祖长子陈真 四子陈王道 又明光道 若贯后浩德安 即智者大师 大师自幼与其兄二人生或父母疼爱 原因一步步走上父亲所期望的道路上去 但因原地被窜 臣起祖忧心国事 遂至病倒 其妻为其所累 竟先他辞世 随后臣起祖一末 臣是兄弟二人各奔东西 一去出家 一去求官 然而 大师以十七岁之灵 立心求道 却竟是自更幼年起即有的迹象呢 大师诞生之前 其母曾夜梦被一团五彩香物围绕 并且投入其怀 其母聚 却听空中传来声音 素是姻缘 王道托父与辱 福德兼备 何以排聚他 婴儿怀孕 而大师之父于其生产之日 因首七旁 于修气雾媚之间 朦胜 朦胜间看到强烈的光芒一闪 周围突放光明 此时 王道即诞生 幼年其之王道 常随其母至寺庙参拜 其母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 某日七岁的王道 竟能背诵《法华经》中的文具 父母大义 原来他只是随母听经 就自然的记下来了 随着市局的动荡 眼见当时人生死无常的命运 王道幼小心灵已隐然有求 入佛门里解人生真谛 以解救世人的胸怀 竟自雕佛向于家中膜拜 有依次为带父亲去梁朝 旧都祭拜梁武帝的路途中 王道举目所见竟是荒原颓壁 曾是繁华的国都 却因战乱 转眼成废土 因而确定了他心中所认为的人间 是公的无常性 以及不究竟的本质 不能以武力建国的方式来拯救人类 唯有佛法从宇宙人生真相的眼光 才能了结人生之永恒困惑 所以更强化了他求道的信念 十七岁遭遇双亲之丧的王道 决心入佛门求法 在一封父亲生前写好的托孤信上 王道及陈真兄弟二人前往香州拜访 次使王林 王林遂安排王道进入果院寺出家卫僧 接受住持法序师之教导 至以知名及法序所取 王道除日常寺院中公勿认真工作外 其余时间及用功于佛法的阅读及理解清正的功课中 很快的果院寺已无法满足其向道求法的需求 此时王道心中的佛法问题是指指佛陀宣法本怀就在何处 因其时中土佛教因经典大量溢出后 各家支持其所宗主的经典以为佛理之真意 遂生各自为主之现象 而一心以佛法为最终真理的青年王道 却非要究明佛陀宣教本怀不可 他不能任由佛法被南北论师割离破碎 甚至彼此矛盾 因此他需要更认真的阅读更多经典 以找出佛法的根本 果院寺之后 王道又在慧矿律师的指导下至恒州大贤山道场 认真修习《法华经》 并在阅读过程中领悟法华书是救人的大臣精神才是佛法本质 而宗观当时南北各家学门 却只有在为躲避敌论师陷害而将到场 设于其成冰险之地大苏山的慧矿禅师是强调《法华经》的青年王道为应正所向 遂不辞艰苦前往求道 也就在慧矿禅师之处确立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学历基础 来到大苏山的智者大师在禅力深厚的慧矿禅师面前一眼就看出大师的不凡 词曰 昧日临山同听法华 夙缘所追 经妇来以 原来当初佛陀于临山道场宣讲法华 听者不可圣计 此时由慧思印证师徒二人皆曾于佛陀道场中聆听道理 这表示慧思的禅定力已使他获得宿命通 而能知晓自己及他人的过去世 又表示智者大师今世与法华结缘 实为因缘成熟之故 于是 智已便在慧思的指导之下 一 法华经 而修行 日以继夜 甚至终夜不休 很快地变生物 法华三昧 慧思赞曰 非耳末正 非我末时 所入定者 法华三昧前方便也 所发持者 出炫陀罗尼也 此时 智已所悟者何 其实 人是慧思于禅法所证物境界内是 原来 慧思虽自慧文处领悟班若空观之智慧 但是 班若智人只是易入佛道的方便法门 真要一生成就佛道者 仍在法华精神中 此外 慧思读性因定发慧之路 认为一切佛法都是讲求禅定的法门 那么 若由禅修而入佛境界 自然应以植入佛道的法华法门为禅定之徒 而法华法门之所以为植入佛道直接成佛之境 乃以名载于《法华经》中 佛陀早为法华之前所讲诸法境皆为方便法门 乃因众生根器资质不足固但说亦方便入门法 而佛陀真正宣讲佛法之本怀旨在法华 即众生无边是愿度的自度度他的大乘精神 知此而行可以集成佛道 故佛陀依依依为诸听法之菩萨大德摩顶授记 宣告其人成佛之国土 即亦为其人在真心奉持法华精神救度众生之过程后 必可自成佛陀同正无上正等正觉 而慧思生物及此 遂教导致以法华经安乐行品中的禅修之法 即教以此品中的禅定之法 以使其误入佛道所谓安乐行其实及法华精神之禅定 慧思于中纪曰一切法中心不动 故曰安于一切法中无受因 故曰乐自立立他 故曰行心不动者则已正空观以 而无受因者即为眼耳鼻舌身意一切感官之觉 以不受外援所扰 故已进入禅定之境界以 故曰乐这当然是禅定之乐 而非俗欲之乐至于自立立他 则明白地指向着法华救度众生之精神 为使学者实际的或安乐行 慧思提出修习法华三昧之两种行门 亦为有相行 亦为无相行 亦为无相行 有相行者 并非禅定之法 乃是将散乱心收摄起来 专心诵持法华经以智解培养观念能力 精情诵持行之不停 作为正敬法华三昧之初步 而慧思自己即为法华经千变的诵持者 可谓法华安乐行之有相行之最真心实践者 但除此文字有相行以外 尚需勤修无相行 童书中既曰 无相行者 即是安乐行 一切诸法中 心相极灭 毕竟不生 故名为无相行也 常在一切生妙禅定 行住坐卧 饮食言语 一切威仪 心常定故 如是禅定 是菩萨便行 毕竟无心想 故名无相行 实际上 在行住坐卧 饮食言语 一切威仪 知生命过程中 已经融入境不失 持戒 忍辱 精静 禅定 智慧之菩萨六度行乐 即无相行之法 华安乐行之修持中 其时即是大乘精神之最深实践 唯有在六度菩萨道之行 时中才有真正无相之入定 真实 也唯有在真正 毕竟无心想 的无相禅定中才有六度行的真正深入 真正实践 故为 如是禅定 是菩萨便行 毕竟无心想 故名无相行 也就在安乐无相行中 才真正超越了其他一切法门 而成为即成佛道的直截之徒 故会私幼言 法华经者 大臣顿觉 无师自悟 即成佛道 一切世间 男性法门 凡是一切心学菩萨 欲求大臣 超过一切诸菩萨 即成佛道 需持戒 忍辱 精进 勤修禅定 专心勤学法华三昧 其所以超越其他一切菩萨所行持之修法者 即在法华三昧乃直截入佛之道 当然 其行义最为艰苦 会私言 诸于禅定 三界次第 从欲界的 未道的 初禅的 二禅的 三禅的 四禅的 空处的 十处 无所有处的 非有想非无想处的 如是次的 有时一种的差别不同 有法无法二道为别 是阿比谈杂心圣行 安乐行 终身妙禅定 即不如此 何以故 不依止欲界 不住色无色行 如是禅定 是菩萨便行 毕竟无心想 故名无相行 可见行持法华三昧即在 行持菩萨道 并在无相行之主体 证物领会下 在常驻禅定中 一下跳过了其他一切 禅修法门之次第境界 故而法华之禅法特色 又为之原遁法门而非次第禅官 而其所证入之境即为佛陀最终之境 故会私言法华三昧即为其 出发心心学诸菩萨 应善观诸眼缘 毕竟无生灭 而鼻舌身意 其性从本来 不断意非常 既然无生灭 色性无空甲 不眉意不出 性静等真如 毕竟无生灭 身相未触法 从本以来空 非明亦非暗 既然无生灭 更臣即空计 六十即无生 三六如如性 十八戒无明 众生语如来 痛共亦法生 清净妙无比 称妙法华经 即众生语 如来 以痛共亦法生 以 此即成佛之意义 而当智者大师 于法华 安乐行之修持中 发愿以生公 仰日月 敬明得佛 及法华经 时 其突然震入禅定 生物法华三昧时 及其心智以解心愿以发 达不退转的 完全进入灵山法会上诸菩萨解悟佛陀宣教本怀所获法喜一般 并似其受佛陀摩顶受寄毙正佛果之境界了 第十一节 大师的修行与讲学 的正法华三昧的致意 身或慧思之器重 为其 纵令文字之师千寻万众 寻辱之便 不可穷以 于说法人中 最为第一 此乃因智者大师的证悟是今圣身禅定的轻证 不是一般透过文字解悟的学者僧所能体会的知见佛法而已 故有时正后的说法是直接的从自在本心的实然流露 丝毫不差 所以慧思禅师才认可智者大师将成为最能宣讲佛法的第一人 也就因为如此 所以展开智者大师人生的另一阶段 即不断的宣讲佛法真理的过程 当时有一位慧苗禅师 不服慧思禅师的教学 所以大肆批评慧思的教学 说他自己的讲学是如狮子吼 而慧思只是野狗乱教 并且以违背佛理的行为迷惑时人 又以尖锐的态度 发表偏离的议论 可以说是当时佛教界的问题人物 此时智者大师遂与妖辩 以他对佛经的今生造诣 引经据典详细铺眼 又旁引佐证 不断逼问 遂使慧苗的乖谬之论 无法自圆其说 终于把他过去所乱发表的议论 完全修正过来 也使得慧苗的门徒不再接受错误的教导 由此可见 一位成功的佛门人物 不仅要能习心禅定 即精通佛典 为弘扬正法 有时也得与人辩论 因此若信心不够 或所学不精 则无法胜任真才实学的毅力对变 在大苏珊表现优异的质疑 受到惠斯的肯定及器重 交给他的考验也就更加吃重 一日 慧斯禅师完成了他辛苦功录的 金字大品班若金 并以他自己深刻的见解 打算开道场来讲经论学 并指定至以代讲 大师口若玄和 以无碍的思路 尽情畅怀的表达 仅留其中最关键的部分 由其师宣讲 慧斯对其所讲十分欣慰 深信其法中有继承者 岁言可谓法父法臣 法王无事者也 席间慧旷律师一来捧场 两位师父皆肯定大师的成就是 因深言法华经的结果 大苏珊的学习过程 随着慧斯禅师打算离山前往南越横山继续修行而告中断 此时的智者大师以具独立讲学的能力 遂在慧斯的坚持下 带领二十七人前往当时南方城朝国都精灵讲学 然因大师在佛法的体悟境界已超越时森 起初人知其善学 有一次精灵有一位老僧法纪 自认在禅学上有读到功夫 见到至乙 以禅定上的境界探寻 大师则明白指出其禅定功夫落入偏邪 法纪大经 发现大师才是在禅定功夫上有真实造诣的人 遂为其大家宣传 自此而后 大师遂在经师逐步宣扬佛法 并以他无碍的辩才及精辟的见解 吸引无数僧众 到场学法 把当时精灵国都的佛法封气整个导阵 指导人心 使国君都认为他是稳定国家安定的精神导师 此时 从学大师的出家僧履一人数大增 但大约是大师名气太大了 追随求法者只是迷失于观盖云集的高位虚名 并不能真心苦修禅法 所以学生虽然逐年增加 但在正的佛法有真实成就的人数却逐年下降 大师眼见及此 知道他该离开经师的时候到了 当他宣布将离经前往浙江天台山重新苦修时 经师公卿都前来未留 希望他继续留下教导他们 但大师不为世俗的虚名地位所动 从小立下的志愿是追求佛法真理 当他发现自己需要再进一步学习充实的时候 便不会留念曾在精灵明洞朝野的光荣 坚定地离开了教学八年 让他扬明朝野及南北各家的精灵 天台山的生活是艰苦的 地处偏远 生活功虚不易 但大师的修行功课更未艰辛 大师又走回禅修苦行的修行之路 接受更深刻的禅定磨练 正物般若与大悲的治理 可谓完成了他在大苏山时尚未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一次的再度修行 使得智者得以建立他自己的佛法理论 也是天台宗明阳佛学史的若干重要教义 透过大师融会贯通的慧解 一点一滴的被慧集起来 原来在大苏山的学法可谓在慧思的高度上 接受其指导与印证 而这一次的实修 则是大师扩展原来所学 从班若空观 法华三昧的禅修时务 入境道对法华原顿教义的哲理宗社 思想创发 建构了天台时相学的禅观思想 及依法华起教的宗叛佛说诸经的 五十八教说 诸如此类的自创观点 则在其日后长时期的讲学中逐次第表达了出来 此后大师经臣朝国君之请 再次回到精灵讲学 但因时局不断动荡 大师不愿常驻 又自精灵转往长沙 时直臣随更迭之后 今随晋王阳广邀至扬州 为其受与菩萨戒 即以菩萨道的戒律要求阳广遵守奉行 并进而收之为徒 引入佛门 成佛弟子 杨广称其 大师禅会内容 应奉名为智者 大师赋言 大王普渡远记 应法名为总持 然而 大师确实成就了智者的功德 习杨广却算不得是个好皇帝 夺取凶长王位 却荒淫无道断送江山 大概也辜负了大师赐语 为佛法座总持之期望了 大师随后又游历了南岳及荆州 并不断见四级宣法 弟子录其所述 整理出许多重要作品 其中有以法华文句 法华玄意 摩赫止观 等三书最为重要 并豪称为天台三大部 奠立了天台教学的宗旨基础 第五章 天台宗的重要教义理论 智者大师被誉为东土小世家 显见其教学是能通贯全体佛经义理 但大师在佛学上的教学成就 则更在于他能建立了解佛法的知识境阶 以及指出佛陀教学本怀的终极标的 这整套思想内含极表现在其对整体佛陀教学 进阶的五十八教说 其观点则散建于法华玄意 及摩赫止观 当中 这些观点则成为天台宗立教的标志 此外 从慧思 慧文建立禅观理论以来 大师及从中一层层深觉禅法奥义 建立了从禅定观物进入所洞见的世界十相知识 及其 十法界 三世间 一念三千 等 兴趣实相说 也从此推出在中国大臣八宗中 专属天台系统的佛学世界观学 而能引起一代又一代的天台性剧学之哲学讨论 以及宗门教义的比较与辩论 但是这些理论的提出 又都是导源于其禅法功夫的真实操作中而来的 这极表现于其多种著作都以止观命名之故 其最后重要大部头讲义及名为 摩喝止观 本章及先讨论 天台止观 之意理 其次介绍天台止观理论中所建构出的 既存有论意修行学的 一念三千之信聚实相学系统 在介绍天台教观中的最精益思想 及其五十八教说之理论系统 第十二节 天台止观理论的意义 佛学之存有论以缘起为中心 其伦理学以无职位教义 在修行上则中定于禅定之事 在禅定的操作中 要支缘起法之宇宙本性 要做无职之心性修为 这一套功夫 则吻合在天台的止观理论体系中 只是习念之功夫 观是智慧之解悟 在解悟与习念的操作中 一步步放下一切 迈向无职的更深邃境界 禅定的成就就是 成就在境界之中 境界是智慧的深浅阶级 内容在止观之观中 是故观及是慧 以慧的深度培养指定的功力 对世界真相的把握内含 提供修行者 在禅修的实践中 有所去向的标的 故观以养指 指的功力又加强观的深度 操作中的自我澄清 与道明和的功夫 永远没有尽头 禅定中的境界随慧而来 在一朝会而去 永远不限定它将打开的新境界 是故指的功夫又开发观的智慧 指与观的事业在禅定修持中 是一事而两行 在有静静的过程里 是彼此交涉互相提拔 直视之故 功夫是指的事业 境界则以观来表达 所有禅定境界之被表达的内容 全是所谓的观 所有境界又全是对世界真相之描述 对真相之不同理解 与描述形成不同的观法 不同的观法 代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境路 不同的表达 甚至不同的境界 天台与华言两宗 都是充满了观法的教派 显示两家都对佛家世界真相提出 众多的描写 佛家的世界学以缘起论为宗旨 所有之官门皆是对准缘起法做疏解 缘起法则决定存有之实相 存有者以体贴实相畏直至 但其体贴各有不同 华言与天台不同 大臣与小臣不同 佛家与儒道不同 东方与西方不同 甚至对缘起法则作为世界实相之哲学 观点也有各家的不同 作为从身心性命之投入之途径的佛家 存有学真实之见的知识体系而言 观缘起法的学问是在操作中获得的 是搭在指定修持的真实经验中提炼出的观点 随着经验的具体性个别性 及其表达的语言使用之独立独特性 它的多样性是必然的 固然佛家以缘起法则未决定存有十项之宗旨 但随着此门学问之操作性格 求学者必以其自身操作中之解悟深度而标定其缘起法之内涵 当观成立 只随而上 境界作为目标 禅定则到达该处 在有等级的对缘起法则之不同 理解内涵之下 佛家成立了各自不同的观门教义体系 释迦牟尼佛的在世四十八年之说法内容 有着各家差异极大的不同诠释 这也是天台大师以五十说法 八教判别为佛家梳理其教下各家境界为皆工作的意义所在 各家领悟可有不同 但佛陀本怀只有一项 这便是天台加以法华一臣臣佛为佛陀本怀之宣教工作所要处理的问题所在 在摩合止观 一书中 智者大师提出大臣法门中的三种止观 即见次止观 不定止观 即圆遁止观 这是大臣显教之三种止观 另有大臣密教之秘密止观 大臣之四种止观只有方法的不同 最后都能得最深的佛家奥义 这个奥义 在天台则已传承自龙树 绘文的空 假 中三观并成并现为则 即是对世界真相之领悟与表达以此三观为主 世界以缘起为法则 身心在因缘皆具中亦只是基具而已 自我与世界同在因缘基具之假合中 没有真实的定着 自我作为自我的本质是空的 以缘起故此性是空 但此空性之世界仍然如实显现 故此显现是假而非真 故现象中的一切是有此经验却无其真实 但我们仍在其中 仍在此因缘假合之经验的感通之中 虽感通却不执着 虽假合却不伪弃 自我与世界同在一大缘起的机缘中 痛显法性 痛显佛性 痛显真如 同同缘起 在缘起对待中同正佛陀所正之最高不思义境界 此为观缘起之一空一甲之最高境界 即此中道之关门 此为天台对一缘起立教之佛 加存有论关门的最终解悟 故其所正入之佛 敬意在此空甲中三地缘容的境地上 天台所正如此 但不同教义所正不同 小乘观法执着于缘起法则的苦极灭道之初义 故其修行以寄灭未至 及其领悟缘起之世界 在假合的来来去去中缘起缘灭 他执定住此其灭无定的面相 苦因极深 世界与众生只是苦 故求灭未到 他们以为佛意之真理便在止息此其灭之幻香 其灭非真 故灭此其灭 灭此其灭 即灭此存有 故小乘之修持以寄灭断绝未至 其因之一切缘起故得除众生执着此事之一切贪欲 但因止以缘起未生灭 故而此生灭至之禅定未假定 实无真定之可得 其定人在生灭中流转 灭身后又生 一再断灭 一再隔别 只是一种顽空 狂空之智慧 实非真智慧 其所震入之空境 被大臣佛家批评为 只是断灭空境 此即为不解空之真意所至 空之真意一小乘后之般若学空观而言 是在空甲中三观并驻之中 缘起法则作为世界存有之法则是继空亦有 故而传为在中国所新造的大臣其信论 即以真如与生灭二门同位缘起之正观 在生灭中要显其真如意理才是缘起法则之全貌 在禅定智慧关节的境界中也要并成真如与生灭 才能使无直的指定功夫有其超越生灭静助真如的对地 否则修持只是自我灭绝 此意在华言论法界缘起时意受到重视 即其同以染法及境法缘起为法界缘起之关门 而在为时宗论阿赖耶时之本史时 意在在讨论着最后佛性的染境空有问题 可见作为在操持中建立的对缘起法则的关门解义 一方面依其对最高佛性之观点而立教义 一方面更依此境界内容以为修持之所对境界 此修持的指及境界的观同位佛家 亦存有学亦修行学的两门学问 是一体而两行的 第十三节 天台的一念三千说 佛法未缘起法 一切观未对此缘起存有论之解释 观此论而得禅定之理性 根据天台以一心三观误入缘起的正观之后 随而发展了对此缘起存有论 再作为一套存有学架构下的世界实相学知识体系来 世界是一缘而起 但仍有其在其中之样乡 天台即对此发展了其基于指观学 进入而开发的信聚实相学系统出来 即为世界观学提出本具知情状 当然此重观点的提出 仍是从指观的功夫中而来的 并且这个真实的功夫经验更是天台大禅师们一代代努力开阔而得的 如若脱离天台的指观修持法门 则所得知世界之境相亦将不同 此外 天台指观乃对照修持而来 事故其中的性格是包含佛家天道观中 引人求道的基本道理 故而此一一指观中而来的 会学是可以直接使用在 导化众生之人生观的毅力中 也可以以这种劝导修行的角度来诠释此指观中的会见 以下即将并和修行的宗教伦理教义方式 及哲学的存有论毅力方式 共同说明此天台指观中一念三千学之意涵 绘文发挥龙树中论之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道义 宗旨建立一心三观 其禅观上的意义 为将龙树菩萨对因缘身法之三个侧面之理解 直立在禅心定造之中 三面一体 一心同时呈现空甲中三观 而把握佛教宇宙缘起论在作为正之界内含上 提供修禅者如实理解的实相争议 即以三观痛时尘显示禅定心 如实把握宇宙缘起的真实观照 在禅定时修中应以一心三观未理解的基础途径 在同时打开修行证悟的作为 惠文成北方佛学重禅行的学风 广教徒重 惠思及从学者之一 亦以苦行称名 此一重行的精神 在惠文与惠思教团的孕育中持续发展着 亦因惠文从龙术、中论 得出一心三观的禅观时 亦而逐渐展开智者师臣的天台 止观理论系统出来 惠思禅行精神是以法华三昧未未入手标的 所形正的是菩萨道的精神 意味着惠思以法华经 及大乘佛学经典为主 且流传在当时佛教界的大乘论 著为其禅行理论的内涵 在真意中是否为其所者的 及荣有赦大乘论、大乘其信论 如来藏思想的义礼 天台时相论著名的一念三千说 虽是智者所创 但发展成为天台时相论思想的起始 却是慧思的知见 慧思生气法华 并对法华方便品中佛所说 佛所成就 第一稀有难解之法 唯佛与佛 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做、如是因、如是原、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 如果究竟等、做了特别的强调、并由此建立了、实如是、的实相学、以诸法如如实事呈现为法界真实、如此而返照于心、便知诸心念所系、自造果报、魔所顿陶、然若念念在佛、则与佛同、如如呈现、成就自己 故实如是说 乃是以戒而易心之呈现 必有其性、其香、其体、其力、其作、其因、其原、其果、其报、如此本末究竟等之真实内涵 以此实如阔清其真实品质、而能反悟于内、之所应念 事故、实如是、一方面在佛所说法中代表了佛对其所说之任一世间出世间法之真实内涵、通达无碍、如实明昔 另一方面在惠思则具以为对宇宙时相作范畴张网的说明体系、并用之于心念动静设想之计、以其如是尘显之一一意运、提气点名、尽显朗然、而能之所盛念 此一、实如是、知识界真相范畴、更因质疑的理论扩生、终成为法界通达之更大的石相范畴体系基础、即发展出诸界平等的性体石相理论、而能为众禅修实践的天台体系、指出人处六到十界中之平等地位、而可由人己身之界尽 而一念、自作主张、决定未接、此集由惠思信具实相说之发端而至已建立天台信具实相学之因缘 智者大师应重视、法华经、而以法华为叛教依准 但承袭自会文重视禅修的传统及会思重石相的说法、智者亦更进一步建构了指观系统中的信具实相论、即已对石相之正之间为其禅修的理论基础、配合着禅定之、指、修功夫、而发展信具实相学的、观、的思想内容 智者大师首先处理了六凡四圣的十法界说法、即从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人、天界之六凡、或称在生死流转着的六道众生、 与生文、原觉、菩萨、佛之四圣、在境界未皆上有互可依转的可能、即使法界中之任一界皆有转变的可能 此说从六道转回观上来看、即已预设了六道比此之可转变性、若再配合精修佛道、脱离六道、成四圣之佛果、则由人之一界可达其余九界之说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智者之说还有多亦须与指明 首先 十界互据说是对禅修者要求心念细柱之境地之要求 要求学者须念念在圣地 不可有贪甜吃慢以等病 否则当下一念之恶 虽处人为 然于十界观中时已为地狱、为恶鬼、为畜生等以 更遑论在一身行恶之后 下次轮回即不复为人 或只为人中之颠沛流离贫苦交加之人以 若反之能念念在善 则当下一心极具圣香 微已凛然 所谓相好庄严 令人见之如目慈恩 一身清净欣喜 亦往生天圣善果了 是故十界之说 以其护惧之时 对于禅修者是精进之鼓励 也是堕落之锦棒 其次 使法界说 作为有情众生之存在 为皆而言 因其界界互惧 故可言此使法界皆又各具使法 故眼为百法界 以百之数言界之欲 是其广大 是其互惧互舍 一眼为信 据说在会思时如是说之外的 另一系列存有之范畴大纲 而十界互惧之可言为百界 正是从界而一面之向善或恶而推演开来 也是在有情众生所处存有 为皆知在时空中转换境界的宇宙法则中 所提出的百界可能之意义之说 接下来 在十界互惧成百法界之上 智者大师除以其师会思的 时如是之说并另取 三世间之说 综合而成了三千世间之实相论 此时 以具标准存有论的范畴体系内含了 三世间 即指五蕴 有情 国土三世间 五蕴即色受想形时 乃构成有情众生源伸说的五种条件机具 色蕴只具形之物 受视感受 可以眼耳鼻舌身之感受来理解 想视思维构作 概念理解 形式思 视动 视作 等是 时事最后的主体认识 判断 分别作用 五蕴所成世间 本身是一世间 而由五蕴所构成的 有情众生则是另一有情世间 而有情众生所依止的山河大的则是另一世间 集气世间 或国土世间 此三世间则又是另一种存有论的范畴 在配合以实如是说时 任一世间皆有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 究竟等时如是 故有三十世间说 三十世间配合百法界则有三千世间 另一说则为百法界一一法各有时如是 是故有千如是 配合三世间成三千世间 总之智者大师是把三套存有论的范畴说相成在一起成为三千世间的世界时相说 而其之被称为信聚哲学 则又因此说为自界而一念可张网出三千世间之一念三千说而来的 藉而一念之心其实通透世界本质 本质是性 性中所具世界时及此三千世间之范畴张网 此时是心性不分的 故智者一说此心与三千世间 没有前后分计 乃同时呈现此不可思议之玄妙意运也 由于智者大师曾特别强调一念与三千世间之非先非后 一时呈现的不可思议的妙意 我们由此可以做出如下的理解 第一 在佛学修位上 必须真定当下一念的出现 一念是当下一念 是成佛堕魔的关键 是大觉悟者释迦牟尼佛 通究宇宙天人时相智慧之后 为度众生同成佛道 同成大觉悟者 而在教室修行法门时 所特别注重的正知见之要求 要求有正知见以的佛果 即是彰显智者大师对此一念看重之意义 佛以四十九年说法经典内容及此正知见之内容 据以为思 据以为行 即为修行之要求 即此戒尔一心之真定在符合修行之要求上 故此心一念之真定才有契入佛道之坦途 此对当下一念之重视之佛学修位上的意义 即佛学是在心性修炼上时的操作之学 第二 若从存有学上理解佛学修为的意义 则佛典所言之实法界中 人只处于其中一界 而求大觉悟之事 即求从人界升天界 再升四圣界 而不反堕于地狱 畜生等界之事 故存在未皆之差异的各自存在 已成为佛学修行转界的基本预设 故而对存有学中未皆法界之研究理解 也特别的成为佛学理论中的特征 即佛学存有学中存在有提供众生超觉悦身的高下 存有未接的存有层级 存有层级的石有存在 启发了修行众生 觉悟超越的奇象 在奇象星中 众生自在主体努力转变的运动轨迹 是众生自在的石像 此一众生自在的石像 与存有层级的石像 构成了一念真定的铺沉大海 全体轰托着一念的出入生习 故而从存有学在内在外的范畴研究之划分 釐清 是佛学理论内容的特色 是必要有的内涵 此集天台性具石像 说在 一念三千 说中从一念说到三千 从主观心念之善恶 说到存有界的真实相 冒本性所具处之关联性 第三 三千与一念之互具意 是三千世间全体 轰托一念之出入生习的 三千世间之 三世间 是直对此有之解构 此一有情是五蕴基聚而成 并依止于山河大地之中 故可谓 此有情 五蕴聚 依国土 实法界 是当下此时之众生 在一回生死中的现世存有层欲 众生必处其一 但是在其心念动射之际 因其正邪善恶之发出 而有着其向其他各法界之观射性 并即在此一有此相比的动念之际 两界搭叠 一个去向的新可能性已经打开 所以十界中之任一界都可谓更具他界 此显时法界互具成百法界之以 实如是 是任一是行字体内在结构之解析显象 亦有情出一念即显时如 而众下去向心法界境遇之因 是故不出一念则已 既出一念 即是具五蕴依国土之此有情在法界中之出一念 一念既出 此念之内在同步呈显如如实事之真而造新业 去向心的法界 即时界各个互具的原理 在总此一念之出现时 即在存有学上一时展现了存有时相由内至外之全性皆具的三千世间 此中何有先后 何有次序 等别 直视心性互具 心在性 性脱心 二而易者 我们为之为 此有情 五蕴具 一国土 在法界 初一念 显时如 造新界 此即一念三千说之一念与三千之关系性即界而易心之存有学意涵 一即天台时相信具哲学何以直接置放于禅行修为的界而易心之上之道理 此意智者大师言 不思意境 知妙意 一念一念三千性巨石相学既是存有学意味修行学 更是禅定功夫中的天台止观学之最高妙意理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天台的五十八教说之提出 其要意乃表现在法华玄义及摩赫止观两书中 并经天台 并经天台地子整理后所标出的此说乃为宗理中国佛学界在当时对全部以一出佛家经典所说内容之前进身后 对之提出一个含有判准的排列次序 透过次第深浅之说明提出佛陀所说法之真正重要的观点 依天台而言 佛家浩瀚之经典中 其内容深浅之不一性 是导因佛义深奥难明 而佛陀未化导众生 不得不对积教学 因而有着一粒深浅之不同说法 而表达记载于不同内容之经典当中 当深奥之佛义被简化分化之后 后知学者就必须有其会观之能 才得简别经典与经典间之关系 知道其中先后等级之差别 又特别因为佛经在中国之流传世 经过任意次第之翻译引戒而来的 中国佛教界本身并未能有简定的功夫 故而为佛教会命之延续 即为佛义真相之解明 此一简别佛经身前先后之工作 亦显其重要性 此一工作在智者大师之前之时之后 是以法华经为佛陀本怀之最终归一 此一观点须归因于智者及会思二人对 法华经的深入解读 师徒二人共同读出所谓大乘佛法之高 于小乘佛法之真义 在于大乘更重度人而小乘只知度计 而在所有佛说经典中 纷纷表达着佛教教学义里的各种内涵 此中深浅高下自虚分别 而唯有《法华经》之中 此中的修行真义 至于如何修行 修行次第 世界结构原理 存有真相解析等事业 则都是在其他经典中有所交代着的 而《法华经》之说法都远离教义而直直目的 即佛陀本怀 即使宇宙任一世间之所有众生 即依于法华会上所有听者之发愿度是 因此获得在轮转生灭之任一过程中有能听法学法的机会 把佛陀教学一棒传一棒地接续下去 这才是法华教义 也才是佛陀本怀 而众生都成佛果则更是佛陀所欲 故而虽未学佛有多图 且所正有等级 因而有大小成即身文 原觉 菩萨多成之名相 但依佛陀本怀而言 其皆不忠敬 唯有成佛成才是最终之道 而欲成佛即是在典化了其所住 故国土众生同闻佛法 同批佛恩 同求佛道 同正佛尽为止才成 故不求学佛则已 一旦学佛则没有终继战 直到成佛才算完成 故佛道唯有一成 而把握此衣成佛果 至要礼及在助人成佛 故 法华经 中佛陀为其坐下弟子 依依点化受祭 明示其人将在和食和土的成佛果 而依奉法华度人成佛精神之修持者 则是所有修佛法门中最能 及成佛道的法门 智者大师及秉持 法华经 中佛陀度是本怀及一成成佛之标准 展开它在法华悬议中详细铺陈 所有佛经之浅进先后之关系 而以五十说说佛法先后 其实是一里的深浅之别者 又借化法四教及化疑四教来介绍佛经教学之性质差别 此部分之内容学者知之以详 故以下指简说即可 五十是首位华言时乃佛第一次说法 说最深法如乳未浓指诸菩萨的解 众生根气浅漏听者如龙如雅 岁于其后四十八年中由浅入身 依次说法 似于陆院处说三藏诸经 是为阿含之识谈小诚义理十二因缘三法印四圣地说等 如辱至尘老为但一识 再次说为方等识说等经说明小诚义理智不足指引更大的理想目标来追求 欲生苏位 第四十位说般若时 以可将佛意理智经要说出 即般若空理智大乘思想者 显示菩萨空中妙有的卑智精神 是为首苏位 最后佛以众生以能生解佛性 故唱佛陀本怀指出众生皆可成佛的一成教义 即法华时 为提胡卫 为原顿教理之终结者 指在最后佛灭前再说涅槃经 赴佛遗嘱 配合着佛说法五识之说 智者大师以标明法华 涅槃是佛最后原顿思想的完成 并为佛所说一切经典指出生前先后即各自教义重点 故在佛以化法四教即化疑四教 从藏、通、别、圆、即遁、剑、秘密、不定、非遁、非见、非秘密、非不定之说法内容及说法方式 再次将五识佛说作义有机的广辨的圆通架构 此即其叛教之八教说 并以华颜监、三藏弹、方等队、班若代配合法华涅槃之纯元 将五识及八教整合分叛 智者大师的五识八教说 后来成为天台叛教的标志 并使当时南北各家叛教系统相形失色 为华颜五教说人能与之不断敬慎 第六章 结论 依据天台宗哲学的特色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定位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的说 天台宗是属于中国文化吸收印度佛学之后 在中国佛教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并有创新意理发展的新佛学理论体系 其创新的实相论立场 在随唐之后成为中国佛教史内部理论辩证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讨论主题之一 其禅观修行法在禅修实践中也成为中国佛教界历代以来的重要法门之一 其五十八教的叛教理论更是自其而后 所有佛教理论研究者具已敲门入佛的理解大纲 并对韩国、日本、以及当代研究者提供入门指引的基础认识 天台以法华、涅槃为教义归向宗旨 以斑若空学位义礼发扬的基础 以禅行实修为佛门事业的内涵 堪称解形并重的全面教义宗派 未然成家 奠立中国大乘佛学高峰发展的风范 然而 明代以后 随着禅宗兴盛 佛教式为天台宗 亦如其他宗派气味在线理论创造的星象 虽然如此 天台宗的教义典籍依然完整地保存 天台山的寺院一人飘透着灵山庙气 随着中国文明在今天必须全面重新恢复之际 不论是学术界 学义或宗教界似乎都已共同地关心起此宗的一切 显见其恢复的契机已现 本文之作仅为入门参考而已 并未对天台众多教义及智者之后的教派流传及发扬多座铺陈 反而更重视从生活中及从修行中的角度来引戒天台 本文参考书目 1.法华玄意智者大师大阵藏 2.摩喝止观智者大师大阵藏 3.天台教学史事会阅中华佛教文献编撰设 4.天台宗刚要晋全大师佛教出版社 5.天台宗论及小云法师原权出版社 6.天台宗之叛教与发展现代佛教学术从勘大成文化出版社 7.天台思想论及现代佛教学术从勘大成文化出版社 8.天台典籍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从勘大成文化出版社 9.天台思想入门连田茂雄佛光出版社 10.天台大师恭祈忠上佛光出版社 11.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及著张安大师中华佛教文献编撰设 12.法华经新解新驻柳续会剧出版社 13.同盟旨观教士智以文经出版社 14.大臣旨观法门会司大师大圆满出版社 15.中国佛学思想概论旅邓天华出版公司 16.印度佛学思想概论旅邓天华出版公司 17.中国佛教史蒋维桥长春树书方 18.中国佛教发展史略树南淮境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19.随唐佛教史搞汤用同目夺出版社 326.101-2352OK9 Text斜线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15秒 GMT28203453 13.18B713-495E14B693C0003 Heights 6101-235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首页 向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臣大义章探究 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止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档案下载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杜宝瑞台大哲学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讨论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为目标 首先说明华言经的著作意义 其次说明华言宗派的成立意义 以及华言宗教义宗旨的哲学意义 本文之论述 本文之论述以 吕邓教授对华言宗哲学的批评为焦点 借由其他当代学人方东美籍唐军义 方立天先生等人的观点以解消 吕邓先生的批评 主要指出华言经的出现 并不单纯只是为社会需求而编撰 而是有其理论创作的用意 此即是其言于一切圆满的佛境界的世界观 及修养论系统哲学 至于华言宗教派的出现 更不是为应付中国朝代政治之需而立宗 而是有所误解于 华言经高明广大一旨而建立的哲学诠释系统 旧法界观言 是一在佛制政务境界中的 对一切世界现象的清静意的终极论述立场 并非历史现实的翻版而已 更非有观无教 同时 法界观门 确实是有违心论意义 但这是一切大乘佛教的共义 并非华言宗有此意义即为缺失 此外 法界观门 是连着修正意义而设说的 并非有观无教之系统 旧 武教说 而言 是一介叛教系统 而对修行功夫的次第进阶之论述 既有世界观的进阶 更有修行功夫的进阶 并非一逻辑混乱的叛教系统 故有取义于天台叛教之说 但应更注重清净世界海之意义 而更有超越天台之说者 关键词 华言经 华言宗 法藏 法界缘起 华言武教观 一 前言 华言宗哲学堪称中国佛学甚至中国哲学中体系最为庞大 思辨最为深邃的哲学系统 他命题丰富 意志优远 并且深奥难懂 华言宗哲学命题从哲学问题角度来看 是充满了形上学意涵的 其中六相圆融理论 十玄门理论 四法界观理论 以 以及叛教说的武教理论 皆具备丰富的形上学奥指 但是他却是在终极圆满的修行境界中发为的思辨关节系统 因此也是一套深刻的功夫境界论哲学 自来佛学研究 多从修行意志 宗派意识 明相定义等角度讨论各个宗派的理论 然而华言宗哲学体系过于庞大 上述种种角度 一阶只能见其一余 难以尽献宗旨 显现其为由宗教而哲学而贡献于人类世界观思维的要点 华言宗哲学当然有修行宗旨 但是修行意志是所有佛教哲学的必有理论项目 至于华言宗的修行意志当然是站在华言经的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下的功夫方法 必须彻见华言经世界观的底蕴 才能掌握华言宗修行功夫的知识意义 华言宗哲学当然有宗派意识 但是宗派意识是为维护所创造的哲学理论形态以为建立的结果 并非为宗派而宗派 为权力而宗派 为世俗价值而宗派 宗派间的教义之争或有社会世俗教径之现象 但是教义的成立还是根本上属于哲学理论的知识意义 并非仅宗教径争意识即能支持教义主张 华言宗哲学当然有数不清的佛教名相 更有其特殊选取及特殊使用的华言名相 但是名相是为说明一理而设 仅仅分辨华言宗个别名相的意思上 不能深入理解华言宗哲学的风格 本文之作 企图从华言宗哲学问题意识的进入 适度的在于界定华言哲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本文所谓的哲学问题进入的研究 就是首先定位华言宗教义中的宗教世界观 即修行功夫皆是一套一套的哲学理论 是中国大乘佛学的哲学理论 是中国哲学的哲学理论 是人类哲学史上的哲学理论 是理论的哲学就是有问题意识 有预设立场 有概念使用 有思辨推演 有观点主张的理论 就中国哲学理论研究的特殊关怀而言 是要说明世界真相及人生意义的 佛教哲学当然是有世界观 行上学的主张 当然更有生命意义及修养功夫的主张 本文之作即将以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 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 四项基本哲学问题为进入 为华言宗哲学的行上命题 厘清其知识意义 使华言宗哲学命题在中国佛学史发展意义 及中国哲学史发展意义上 能得一面目之清晰 华言宗哲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首先是在佛学史上的有其心意 这个心意是立基于华言经的意志而得来的 叠经智眼与法藏的创作而确立 而 因此本文之探究将从 华言经 作为哲学理论基地的知识意义讨论起 进而针对智眼与法藏的重要理论进行说明 主要将从 法界观与 武教观 两项进行 二 华言经 与华言宗哲学研究的定位 我们对一部 华言经 的理解应该是有多方面的角度 中国佛学史上的其他宗派也重视 华言经 研究 华言经 发表 华言经 研究观点 因此 华言经 并不专属于华言宗 同时 华言宗也不仅有 华言经 华言经 也不仅只是自己一经而不需观设他经他论 就佛教哲学理论发展而言 论事论师的建构 固然即是理论创作发展之作 但是佛经也是理论创作发展之作 只是以佛说法行事发言 华言经 的集结 既有神话传说的部分 三 也有历史轨迹中的编转历程 四 当作佛教内部宗派发展的结果是一个认识进路 但是其中的教义跟叠才更是核心意义与根本价值 如果没有教义发展 如果没有教义发展 就没有新的经典的集结构作 更无法建立宗派 因此 华言经 是维经也好 是论著也好 华言经 都是 华言经 佛教教义哲学著作 而华言宗则是诸多发展 华言经 佛教教义哲学的一个系统 是一个极高明广大的哲学理论系统 华言宗的哲学建构固然是一宗派的现实 但是华言宗始终是佛教哲学系统 因此与其说华言宗是一佛教宗派 无宁说华言宗是佛教教义创作发展历程上的一个环节 佛教哲学不发展则已 要发展就是一个绵延的历史进程与不断创发的理论建构 佛教哲学事实上不断创发 除非是宗派意识才有必要去坚持原始传统教义才是唯一佛说之真理系统 宗派意识是人类文明中的现实 创作理论者无法不使其产生 但是理论创作意识人类文明的现实 谨守宗派的宗教运动团体也不可能阻挡理论的创作 既然佛教使的现实是宗派跌历、理论跌创 我们即可将宗派运动当成是理论进程中的一个历史实践团队的活动 而将理论创作当成是一个学派哲学思辨的不断创进的历程 发生在印度佛教的阶段性宗派及学派是一个既是理论创作的进程 也是一个宗教实践运动的历程 同样的,发生在西域地区及中国土地上的佛教各宗各派 宗派依然是一个同时是理论创作的进程及宗教实践运动的历程 以此来看待华颜宗医、华颜经 而建立的哲学理论创作意义 我们可以更聚焦于佛教教义哲学理论创作发展脉络上的意义 而放下宗派竞争的社会历史意义 并非华颜宗的出现与活动没有中国佛教宗派竞争的意义 而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华颜宗哲学创作的理论意义 不在华颜宗派与他宗较近的社会政治历史意义 而且华颜宗哲学理论的成立是依理论标准而决定 并非依社会现实而成立 理论建构本身若无足够的理论性 而光依靠社会意见或社会需求 那也是不可能被建构出来的 依此来看华颜宗哲学在中国佛教宗派中的意义 华颜宗哲学是中国佛教教义哲学创作发展上 面对新进程新问题所提出的新理解的哲学创作 并非为宗教对社会的控制而设 因此我们应该从华颜宗所面对流带解决的理论需求问题 以为认识理解的进入来研究华颜宗哲学 而不是将知识为宗派竞争的需求才来建立不同理论 使用不同名项依据不同经典发展不同教义的意义 就此而言 华颜宗所面对的佛教哲学理论问题自然是众多的 但就华颜宗哲学所创作的理论重点来看 华颜宗哲学有其特殊关切的理论问题 也有其全面全解的整体佛教哲学问题 华颜宗哲学体系及其他各宗哲学体系 皆是就自宗所核心关切的理论问题建构系统 然后旁击整体佛教哲学问题提出相关全解意见 就自宗核心关切问题而言 它通常只是整体佛教教义哲学中的某种问题 依此建立理论之后 才旁击整体佛教哲学问题 而对之皆有发言而重新定位 因此 找出这个华颜宗哲学首出的核心关切问题 就是切入华颜宗哲学的关键角度 华颜经 说譬如这那佛境界 五 从佛境界说整体世界 再说世界中说对世界的关门 再说关门中说修正功夫 再说修正功夫中说五 主教叛教 这是华颜宗哲学的主轴核心问题的思路 在这个主轴中 华颜宗哲学系统 当然应该同时全解整体佛教哲学中的相关理论问题 那就包括缘起法的解说 佛经叛教的定位 三教辩证的定位 宗派教义差别的澄清等等 因此研究华颜宗哲学 首先需就华颜宗祖师对华颜经的定位说起 并且重点不只是作为宗教史意义上的华颜经定位 而是作为佛教教义哲学创作发展历程上的理论定位 方东美教授言 中国华颜宗的哲学是为什么适而产生的呢? 其实华颜宗的哲学就是从杜顺大师开始提出法界观 然后至眼大师成继而转述时悬门 再产生一个大宗师法藏的无穷缘起 然后成观大师再把这些观念综合起来 并且还受到禅宗的影响 不仅仅笼罩一切理性的世界 而且可以说明这个理法界才是真正能够说明一切世俗界的事实构成 然后才能形成世事无碍法界 成立一个广大无边的和谐的哲学体系 希望能透过这一个观点 把从前佛学上面所讲的十二支缘起论的小乘佛学 原始佛教的缺点给修正过来 如此也将能对所谓赖耶缘起 如来葬、葬石缘起 那一派理论的对立矛盾性 都一一给铲除掉 然后大乘起性论里面体用对立的状态 所迫切需要那种桥梁 也把它建设起来 最后可以建立一个二而不二、不二而而的 集体集用、集用归体、摩索不该的形而上学的体系 六 方东美先生可以说完全是站在佛教教义发展的哲学建构角度来定位华颜宗哲学的意义 这就包括说明了华颜宗建立了一个新的形上学世界观的理论系统 在此系统中清净化了整个修正圣智者的社会事业意义 并将前此之种种缘起法理论意义超越 解消其间的对立冲突 而成就一型上学及修正理论的新系统 但是吕邓先生却从社会意义角度来定位华颜宗和华颜经的关系 他说 我们还可以略位推论华颜无尽缘起的社会根源来做华颜宗思想方面的批评 在印度华颜一类经典是当公元第二世纪中请先流行于南方的 那时候正是崛起于南方的安达罗王朝的盛旗 在社会制度上由四种性结合着南印土著间原有的蛇蹄 区别使阶级制度变得极其复杂 逐渐分化阶层到千种以上 佛学家的立场一向是主张消灭阶级的 他们对于四种性以及七阶级 曾经从人们生死的本质相同的理论基础上反对这样人为的歧视 但是到了这一时期阶级制度变化了 他们主张人类平等的内容自然也有些不同 华颜经的无尽缘起思想从一方面看 不妨认为反映了通过阶级所见到的缘起理论 不单是解释自然的而着重在分析社会的 当然在指导行动上凭借这一点理论基础还嫌不够 所以后世佛学家更进而从人们对于社会共同认识的根源上 推动性质的转变来贯彻消灭阶级坚不平等的主张 这便是转一学说的一种来源 从龙树时代到武者 是清时代印度的社会制度大体维持着上述的情况 有关华颜的思想理论也就依照上述的进程而发展 但是华颜经一再传来中国 经过华颜宗的解释阐阳以后 所表现的思想就大大的不同 吴静元启说既然胶着在自然现象的看法上 丧失了社会的意义 而转一离构的践行也变成根据于一切现成的反本海源 这样变化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华颜思想原有的社会根源不存在于我国 就难以所解那些思想的实质 另方面又由于受了当时盛行的起性论思想的影响 不其然的会和他生气相通 起性论思想发生于周末随初 正当佛教一再受到破坏而重行抬头的时候 佛徒和官方相结合着要求巩固经济方面共同的利益 他恰恰给以有力的帮助 所以他的思想实质会那样肯定现实基础的价值 又那样采取保守的途径 华颜宗在这一思想的笼罩下 自然对于华颜经原来一些进步意义 这些论会完全忽略不管了 由此从思想方面说 华颜宗和华颜经各有分纪 是不应混同的 7. 吕邓先生这样的评价是很负面的指控 一方面说明 华颜经的理论意义 并非华颜宗的发展方向而区隔 华颜经与华颜宗 二方面说华颜宗立教的社会目的 而竟影响了哲学思想 首先 就华颜经的经文内容的社会理想意义而言 这其实只能是吕邓先生个人的推想 华颜经有其言说佛化世界的宇宙论知识 从思想史研究角度 固然可以推说佛经观念 源自人类社会的推想 但这就把佛经作为真理观本身的知识 传达当成全是社会议论的意见构图 本身只是一种社会宣传目的的小说是蓝图 而非正佛境界的世界观展示 于是佛教世界观并非指导现实人生的理想去的 而是改善社会现象的小说杜传 如果佛经所说之时不是佛境界确然的体证真相 那么整个佛教经典的教义哲学建构极无需多此一举 此时中国儒家学说旧家国天下力言之大中至正之教集已充分足够 则无需更为此一重重无尽的佛化世界图像之见构已 至于佛经精神中有改善社会现象种种问题的目的却是本当如是 正佛境界的达至之时又起仅是改善时间历史中的印度阶级问题而已 因当是所有人类史的问题皆已解决了 所以仅仅以印度某时社会问题之解决而定位 《华言经》的宇宙论知识的建构目的来定位 《华言经》时是过于窄化于一思想史研究进入的观点 这种以佛经世界观构图为人类社会的仿本之说 将不仅使《华言经》系统丧失知识意义 就连即使是原始佛教的阿罗汉境界一须拉下来致人监视了 如此则佛教的宗教义将一尽全失以 说《华言经》不应仅从社会历史目的而说 说华言宗亦然 吕邓先生以华言宗侧重说世界观 又全为唯心论的一切现成一切圆满 一切无需再为努力之意象就是为服务官方利益之说 实施严重扭曲理论意义与宗派目的 华言宗的理论意义就是佛教教义哲学发展中的创作意义 华言宗的利教派目的就是为唱说此意 依据于《华言经》的以佛境界看现象 说世界、提观法、做功夫的目的 至于说与社会利益结合的现象 这是在所有佛教宗派皆有之现象 天台智者的与随皇朝的合作 北宗神秀、华言法葬、法乡玄葬与唐王朝的合作 都是事实 但是这些只能指明历史轨迹 而不能决定教义宗旨 更不能解释魏力教目的 这是混乱宗教哲学与政治操作的研究态度 并不是宗教运动中没有政治 而是不能以政治现象决定宗教意义与目的 否则中国大乘佛教之各宗各派 其实没有谁能免于政治互动 那么是否所有宗派都是政治工具了呢? 3、华言经 在华言宗哲学系统内的理论定位 华言经 以披露哲那佛说法为经文内容主体 说佛境界的开展 设授与意境 说以佛境界观世界的现象意义之一切清净 华言宗祖师 华言宗祖师及以佛境界观世界的眼光说世界的观法意义 而成就行上学命题 行上学命题为整体存在界终极意义的总说法 这个问题在佛教教义哲学史的发展上 始终在不断创新发展中 关键在于教义发展的重点问题走到那里 以及佛教论师的意解深度走到那里 佛教教义哲学的建构当然是依依据问题意识的发展 及理论建构的深化而创建的历程 原始佛教说明现象世界的感受意义是苦 大乘有宗说明现象的存在衣食而有 因而生灭无常 大乘空宗说明现象的意义是空 因此修正的途径是体空正空的空性智慧 从说现象到说主体 从说主体到说整体 理论的设施即需照顾主体存在的现象意义 以及生命终极的理想性何在 也需照顾现象存在的生灭意义 以及整体存在的根本意义 无论问题设定在哪里以及理论进展至哪里 从原始佛教到布派佛教到大乘佛教 几个基本佛教教义哲学的立场始终不变 那就是主体存在在现象世界中的感受是苦 因此应追求一舍离此苦的途径 现象存在的根本来自于意识的自我构作 因此现象的生灭是无常 现象的生灭即是无常 因此现象的根本意义是空 现象的根本意义是空 因此值着现象正是重苦之来源 智慧之道即应是一体空正空的追求智慧的行为 印度佛教教义哲学发展至此 佛经的编辑及教义的思考却尚未停止 南传、北传、东传各路进发 既有佛经的新集结新编辑 又有论著的新问题新创作 在中国佛教运动中的教义创作 是表现在佛经主体权益之后的哲理创作阶段 格义、易经、全解、重述是一个阶段 全新创作是另一个阶段 大臣起性论、天台、华言、禅宗则是这个创作的阶段 创作阶段的作品都有核心面对的哲学问题 没有问题就没有创作 其中、起性论、所面对的问题是现象的产生的根本染尽问题 为实众说现象衣食而有 因而虚伪现象中的种种杂染给予说明 杂染说清楚了 清净的根源及成佛的必然性问题 的确未能解决 般若众说现象的意义是空 因此功夫失作的途径即是空性智慧的一路彻底开进 但是开进之后的主体境界以及现象意义 同时整体结构的说明 至此 一般被认为在中国创作的大乘其性论 回应了这样的理论需求问题 代表了将现象整体说位同时聚进染二 一旦已尽畏根本的立场 并保证了主体之绝对可以完全清净的修正可能 八 天台宗面对的教义哲学问题 主要是佛陀本怀及佛教经论的知识性格定位的问题 前者以法华经精神为天台宗立论的宗旨 后者以五十八教说全面的定位一切经论的知识性格 及理论交涉关系 至此 中国佛教哲学在主要代经皆以溢出 在佛教教义哲学主张缘其信空 万法为实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几大理论前提下 是走到了必须安排成佛境界的世界观认识的问题的时候了 而华言经中宣佛境界的经文一指 正好为了这样理论目标提供佛经依据 未能提词者以为华言经 即是维时学说的系列 以为华言经 即是班若思想的幼义经 以为华言经 是为寒舍禅宗说功夫的宗趣 事实上 华言经 确实是包舍为时 班若即顿悟之交的种种教义 然而华言宗师之所见却又更近一层 如果说为时学是说现象的佛教宇宙论进入的哲学形态 班若学是说终极实乡的佛教本体论进入的哲学形态 顿悟禅宗学是说直接修行的佛教功夫论形态 那摩华言宗祖师即是一 华言经 而说已成佛中进的佛教境界哲学形态 九 华言经 内的毕如这那佛所宣说的种种讲经世纪以及世界海结构 就是由成佛境所流出的说整体存在界的世界观理论 它首先是成佛者境界 但依佛教为时教义而言 佛境界及佛思维所及之一切对象 一切对象而成为整个现象世界的整体存在界 因此即是佛教世界观的宇宙论哲学 而佛性根本清净 因此整个佛境界所展现流布的世界的实相 以及是般若清净的本体 因此意以佛性之清净自信而说为佛教的本体论 而就在以佛境界说世界的佛制观法中 华言祖师说出了佛制观法的行上学命题 并即以法界概念以显示此一整体存在界之为佛境界便在之世界 而说法界观法之六项说及时玄说 时此及其世界观形上学的构作 因此 就佛境界说世界以及就佛境界说智慧 当然不同于以往未说生命之苦的世界观及智慧观 也不同于以往未说现象世界的构成的唯实观法 以及未说缘起信空的般若观法 故而有华言祖师摆设过去种种观法的意义 未接、四地、程度的五教观法 借由叛教而令至一路 彰显华言佛境界形上学观念的终极圆满意义 五教观法一级同时是一修正次第的智慧境界 不仅作为叛教之说 更作为修行正良的接次之说 这个华言宗哲学历教宗旨的问题 方东美教授言之极为深入 本来在整个佛学的领域中 是讨论宇宙论或宇宙发生论诸问题 它可说是从小成佛学起就有十二支因缘的缘起说 这是拿十二因缘来说明这一个世界的形成 不过在佛学里面却有许多对因缘论的不同说法 譬如在小成佛学或原始佛教的领域中 对于十二因缘的说法 若根据日本人所用的名词可称为叶感缘起说 事实上应当称其为叶或缘起说才对 在大成佛学里面 譬如法相为时宗便有所谓的阿赖耶时缘起说 在如来藏系的佛教里面 却有如来藏缘起说 至于华言经在说明整个世界的形成时 认为是由一真法界的全体所构成 它还是根据缘起说而来 不过这个缘起说 既不说是叶或缘起 也不说是阿赖耶缘起 它可以说是透过如来藏系里面 修正如来藏的这一概念 然后再根据静一华言经 如来性起品的名词 而称为性起 什么叫做性起呢? 那是称性而起 因为在一切因缘的总出发点 就是为达到美满的佛性 以及中一切价值在一起 而成就这一个精神主体的就称之为 法身 那是体 就佛的法性看起来 那是佛性 从佛性产生之佛性可以变在一切处 如果根据华言家的专门名词来说 叫做互设性原理 即有所谓相及相入相设 透过这许多姿态 便能把原来超越的佛性 依依给予渗透 灌注到宇宙里面的每一种存在体 从气世间里面的各种物质形态 到生命世间里面的各种生命形态 再到精神世间上面的各种精神形态 都一起渗透灌注之后 便形成所谓无尽法界缘起 由此便产生了一套华言经的宇宙缘起论 十一 对于这一套缘起论或发生论 正是要说明宇宙缘起的产生过程 不可能像原始佛教上面所说的 从烦恼、迷惑、无知的立场来说明缘起 假使是这样的话 那么它的根本出发点就不纯洁 如此又将如何能产生一套纯洁的世界出来呢? 因为大乘佛学不可能再回头 所以不可能采取原始佛教或小乘佛学里的 也或缘起说 另外它也不可能像法相为时宗 只是根据阿赖耶什来说明一切法的缘起 因为阿赖耶什在《人家经》里面 是属于染境同位的说法 一方面是染位的阿赖耶 另方面又是境位的真如 照这一种说法来看 到底应该要如何才能把第八十里面的一切烦恼 一切迷惑 都排遣出去 而成为清净法身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样子才逼出了解《生命经》 在八十之外 八十之上再提出奥特曼 即所谓第九十 把第九十当作纯净十 如此才算是解决了善恶能所二元对立的问题 然而在《华严经》里面 它起码是要像佛学里面的如来藏系的那些经典 譬如像《解身秘经》、《秘严经》、《大乘起信论》等所说的 才可以超脱法相宗所说的价值学二元对立的这一种理论困难 也可以说 我们必须要能够把握住佛性本身 将它当作是清净的真如 或当作是一个如来藏 因为它本身的精神就是美满价值的典范 由此出发 才能解释宇宙的缘起作用 或宇宙的发生作用 因为这个作用本身 一定要从佛性的本体讲起 否则 我们便无法解说 宇宙里面怎么能够超脱罪恶的问题 解决罪恶问题 然后在这个上面找出更高的精神经验 体会最高的发生 然后从发生的根本质中 去认识这个本体的作用情形 甚至可以了解 其作用到底是如何展开而构成宇宙万象 十二 方东美先生以一代哲学大家的理解 能以宗教是佛学 又能以哲学是佛学 而更能绝播宗教中的哲学 确实是极为难得的 前文集是企图从哲学理论本身的演变的需求中去说明 华言宗哲学建构的理论意义 华言宗哲学建构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即在于 中极的建立意根本清净的世界观理论 并非一切现成的以诸恶为善 而是一切肯定的以诸行皆是朝向中极成佛的历程 因此必须说出成佛境中的世界观意义 一切清净人是清净于佛境界位格 并非有限的暂时的现象中的弥直众生的意境 不仅众生必可成佛有其 其信论 言于心真如地内在保证 亦需终极成佛境下的整体存在界的根本存在意义是根本清净的 才有其理想的圆满完成 这就是佛教哲学理论本身必然的发展 是一个理论发展需求的置物结果 不是任何非理论目的的社会需求的一件构作 4.华言宗法界观法的知识意义 法界概念是华言宗行上学命题中使用最为频繁及深刻的概念 主要是因为当华言宗祖师以华言经的佛境界思索一切佛教哲学命题的时候 既不着重于个别众生生命的无名而起的生命历程 也不重视现象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结构的客观宇宙论问题 而是关心无论是多少个世界多少类众生都是同在意佛境界展现的世界海中的问题 此一佛境界之世界是存在于佛制观界内之一大元起的整体世界 以其一大元起为整体而整体观界为法界 所以法界观世就整体存在界而观之世界 也是以清净佛制而观之境界中的世界 既是整体的也是清净的 是最高智慧主体的整体观界领域 既是以整体而观 就是建立形上学的普遍命题 既是最高智慧主体之观界 用于众生心中时 则痛时是众生修行的功夫 众生修行的功夫决定于众生心中所认定的世界观 因此五教观法即是一世界眼界与修正皆次的理论 智眼法师于华言一臣十玄门中集说 明一臣缘起自体法界一者 不同大臣二臣缘起但能离职常断诸过等 此宗不耳一及一切无过不离无法不同也 今且就此华言一不经宗通明法界缘起不过自体应之余果 所言因者为方便缘修体穷未满及普贤事也 所言果者为自体就尽寂灭缘果实佛境界一及一切 佛教世界观就是缘起论 缘起论注重于说明缘起故无性 本体空故 但说法的起点是未解说生命苦痛的根源 因此在无名缘起或阿赖耶实染法缘起诸说中强调现象的不真实而应舍离之意 然而华言经的宗旨却不然 众生对现象的职者固然是苦痛的根源 但是现象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 现象存在的意义就是众生生命的意义 众生生命的意义就是追求一成成佛的意义 在众生追求一成成佛而有流转现象的一切历程中 以众生中即必然成佛而言 这一切现象中的历程即是一极有意义的历程 就成佛境而言 佛观一切现象即一切众生的生命历程即皆是清净无比的根本智慧的发露的历程 因此整体现象即是一切众生的成佛历程所成的世界 缘起的整体即是众生自己的成佛历程 因此整体共构一法界即是众生成佛之便利之世界 因此以整体存在界说为众生生命意义的历程 以此说缘起而以法界缘起说生命真相及现象世界 说应是说成佛历程之修正活动 由普贤精神代表说果是说历程的终极意义一切圆满寂灭 以佛境界而言 从此以下即能展开华颜宗行上关节的六相缘绒及十玄门及四法界诸说者 此皆直接就者成佛境界的体贴现象而畏说者 是在佛境界中看待一切现象世界的诸理诸世之意义而畏说者 既然众生已成佛为终极生命意义 成佛之后的主体境界是变在一切现象世界的存在实况 因此现象世界的意义在成佛境中就转变了它原来尚在迷染众生心中的意义 因此对于大小二圣未接的认识境界 当然需要有一根心的改变 法藏法师在《华颜经纸规》中就十个项目介绍此经 一说经处二说经时三说经佛四说经重五说经仪六辩经教七显经义 八是经义九明经义十是经缘 在小于是经缘第十大于中说道 夫以法界缘通缘无不弃 为上九门所献之法总和为一大缘起法 随有一处即有一切无碍缘容无尽自在 若随意分开亦有十门准思之以同一无碍大缘起故自在难量不思亦故 是为华颜无尽法海,穷尽法界,越虚空界,为谱贤质,方穷其底 十三 这也是名指华颜宗思路是旧者整体存在界统观便思而建立认识命题 这就能说明华颜宗哲学是佛教哲学中最具形上学问题意识的一个宗派 论究整体存在界的形上学问题意识其实是一些宗教哲学教义必须终极面对的理论问题 在各宗教教义发展过程中总是要最终处理的 华颜宗应取境于成佛境而说世界而称法界 故而亦说佛境界即是说整体存在界 即是说行上学原理 而法界概念即是华颜宗人所说种种现象世界之概念 现象因意识所对而成世界 以意识所对之现象世界即亦法界 当以佛境界观世界时 则整体世界共位一大元起之同一法界 而佛智无限便在 故而一切现象意义交融 一切法界同入一大元起法界 因佛智而交融互设而认识无碍 法藏于华颜经一海百门中说 呼缘起难思量便便通于一切 法界颜测 法界颇测 成显现于十方 在其中小于原生会计门第一之二入法界大于中说 入法界者即一小成元起 是法 法随至显 用有差别 世界 此法已无性故 则无分歧 容无二相 同于真迹 与虚空界等便通一切 随处显现 无不明了 若性相不存 则为理法界 不爱是相婉然 是是法界 合理是无碍 二而无二 无二即二 是为法界也 十四 法界就是现象世界的整体 一小成为一众生心时 由智慧故 以作用即便世界 因用故 有种种差别 而显现为整体存在界的繁星演化 世界既是由始所变 却在智慧中不止性相而掌握真如根本之理 从而随顺应对现实而逝世无碍 此一现是世界一切行径意义清净的结构 即是法界之意 方立天教授说 法界缘起论是对获得解脱的佛的境界的描绘 是对物的世界 境的世界的描述 而不是这掩于对客观世界现象的分析 但是佛的境界 但是佛的境界与客观世界又不是绝对对立的 佛的境界既是客观世界的升华 超越 又是对客观世界的涵盖 容设 对佛的境界的描述中包含了对客观世界的分析 在法藏看来 宇宙的真实相包括了佛的境界和现实世界 法界缘起论集中反映了华言宗人对宇宙现象的整体看法 十五 华言宗人说法界的概念名相系统是很多的 四祖成观的著作中有传说未出祖度顺禅师的法界观 其中有真空观 李氏无碍观 周辩寒荣观 此说已建于法藏之作中 学界一般认为这其实是后人委托之说 即说未法藏之意见即可 十六 所以实际上对法界缘起提出观门的思想者 应以置眼的 十玄门的说法未先其为 同时聚足相应门 因陀罗网境界门 秘密隐显聚城门 维系相容安利门 十四革法易城门 诸葬唇杂聚德门 亦多相容不同门 诸法相及自在门 唯心悔转善城门 脱世显法深解门 十七 法藏言用之后又有改动 十八 一般认为 法藏的改动是为更一致的顾及十玄门 仅从世事无碍官门进入而说此十玄门 十九 成官继而确定四法界说 李法界 世法界 李世无碍法界 世事无碍法界 的四法界官法 华言宗四法界官是官法界总体的智慧官法 它是基于体系灿然庞大的 华言经的诠释而建立的 表面上是一套官法界的行上学命题 但是官法的背后是般若智慧的运作 以及是立基于主体功夫的境界展现 因此从主体修正的进入诠释四法界官的意志 将更能准确掌握其理论意义 由此 法界官法即成为境界哲学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建立是成立于主体修正的境界而有 这又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特色 吕邓先生对于华言宗以法界缘起说以说世界的做法 有三路的批评 其一是认为此说过于倾向维新论色彩 他提出批评道 这样彻头彻尾的维新思想 虽然在华言中没有明文 但是贤首受到慈恩宗以及其信论等的影响 就走向了这样的玄境 总之 贤首宗的无尽缘起说把佛家所讲的缘起归结于佛境 这一切都是出自深度的思辨 尽管其中多少也接触到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但就整个说来 他们并不是从实际引申出规律来的 只能看作是在生命判断中的某些事物现象的反应 二十 吕先生承认华言宗是讲佛境界的 但认为由佛境界而说的世界观变成了维新论的 而维新论并非 华言经 明文的立场 这只是华言宗人自己的思辨所深的观点 又说 华言经理所有无尽缘起的毅力 很明显的乃从班若思想展开而来 他根据班若的法性本境传统看法 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由于性静而形成平等 乃至等同一体 这样得到了一多相及相入的无尽无碍等概念 先手应用时玄门对这方面的解释 却侧重维新而发生了偏向 他虽然最后也避免用维新的明目 可事实上以心色来分主办还是显然有差别的 因此他这华言经纸规 就强调这无尽缘起始种因人以为心无性为本 这和华言原意是不尽相符的 华言时的品的第六的说道观察缘起有 三界维新一句话后世瑜伽一系的论著也时常用它做论句 好像维新思想本来就发生于华言式的 不过依照世青时的经论的解释 经文用意在对至凡于不明白向何处去求解脱 所以特别指出解脱的关键所在 应当就心及人们意识的统一状态 所谓阿赖耶的部分去着眼 这并不是说由心显现一切或随心变现那样的维新 当然不能据此曲解、华言、思想为维新一类的 二十一 吕邓先生的意见是反对过度维新论倾向的华言 宗法界缘起说 并认为华言经未有此一倾向 而将华言经一里拉向班若即为时学处 好像班若即为时就不是维新论的了 吕邓先生已说班若再说平等 并非说维新 说为时再说解脱 亦非说维新 然究其实 佛教哲学不可能不是维新论的 整个维时学说就是维新论的系统 不可能存在着一套哲学理论 以说明主体修正制用功于心上转实 成至极可清净而却不必要 同时预设着整体存在 借意识意识变现的非维新论的佛教维时学 吕邓先生说维时学的重点在强调功夫作用于心上 其实正好不是维时学的重点 当然维时学亦需说功夫论 一旦言及功夫论就必定是由主体的心来主宰作用的 事实上维时学也好 班若学也好 所有佛教哲学系统在言说功夫时都必须必然就是作用在心上的 问题不在心不心 而在说宇宙论还是在说功夫论 而维时学说的言说重点是在旧现象世界的维时变现 而说其为妄法因缘 而去使之所舍离 其实正好是在说宇宙论的问题的 维时学说既然说出了主体为中心的世界现象的妄法因缘 视意为新世界 便不能始终不同时面对整体世界 以及主体为至清静为时的现象世界 以及主体静至清静为后的佛化世界 亦是为意为新世界 吕邓先生反对佛教说整体现象世界是维心论的立场是甚为奇怪的 吕邓先生对华言宗法界缘起说法的另一反对思路是针对此说来自于主体自作抽象思辨的形上观解 有关无教缺乏行政的理论 其言 在华言宗的综艺里 吴敬元起说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和普贤行愿结合起来发挥这一宗的特色 华言宗图虽然竭力阐阳法界官乃至六项十玄等等官法 但不自觉的停止在静观的阶段 实际的意味很未淡薄 说的厉害一些 仅仅构成意精致的图示而已 后世天台家很不满意的给一有教无关或者有关无形的批评 在我们看来 这并不算是苛刻的 二十二 其实 说的简单一些 官解即是行政的一个环节 说的深刻一些 华言宗就成佛境说主体心形 即必当只是官解才是真正的行政 不能官解具体的依依事相的理事无碍 就不能实际在操作中入世事无碍法界 而所谓在操作中入世事无碍法界即是行政 而入世事无碍法界又当然即是抽象官解的功夫 是就思辨上做官解行政功夫 但也就是真实的在现象中做实际的操作 在最高智慧的运作中 行政操作与官解已是无需在意义上人做区分的 亦即有官即有教 吕邓先生的批评之路的又一项是以华言为不假修行 一切现成 单靠官解就是学佛 其言 华言宗用时弦解释缘起 意在发挥性起的理论 以为此心本来具足一切功德 不假修成而随缘显现 佛和众生只有迷雾的不同 主办的各异而已 华言宗就从这种论点和天台宗所谓性具利益 而中国佛学里 一切现成的思想发展 到此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23 吕邓先生这一项批评就显得净乎是谩骂了 说一切现成就是指控不需修行了 其实这是吕邓先生没有把握到华言宗就佛境界说世界真相的思路 佛境界一性而起一切凡心皆是清净 这就是华言经 由譬如这那佛说终极佛化世界的意志 世界终极是清净的 不止众生由清净佛性变现 虽今染污力成而最终必人震入清净 而是此亦染污力成一全在佛心境中粒粒分明是是无爱根本清净 此说尚不妨碍在众生凡夫畏时的尚在迷染之境之意 未在佛至关节中仍为清净 故而即如吕邓先生所说 佛和众生只有迷雾的不同 主办的各异而已 华言思想并非说众生在迷失即是清净境界 而是说众生在迷失意必是意中就成佛的去向清净的历程 此意即已显现于佛境界的观照之中 故说未根本性起而清净 华言宗之说法绝不是不负责任的说众生状态是一切现成 无需修行 就众生说当然仍需修行 此意修行以佛境界观之则必然可成 亦当下清净 此意众生心静若当下以法界缘起之智慧观解时即已已是当下清净已 以上由对吕邓先生对华言宗的批评的在位书解 反而更易于说清楚华言宗行上观点的知识意义 五、华言五教官的知识意义 五教官在中国佛学史上一般被认为是华言宗的叛教理论 叛教理论一方面必须照顾到对所有佛教经论的教义功能一指的分类即分叛高下 另方面即需凸显己宗所宗之佛教经论的终极圆满意 然依建立叛教观念者自身的理论视野 种种叛教系统自然互一个别 其中天台五十八教说就佛教经论一指分类的功能来说 却忽视自来最为清晰完备的系统 除五十说未必符合史实以外 八教说仅就教义分类而言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 然每一叛教系统都有根本关怀 画法画一只说就教义内容与修正形态说其分类 意志清晰甚有价值 然并非即不能再有其他说诸教义经论的系统 只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清楚的经论知识 自可再立系统以为误解之需 华言五教说谍经诸次发展诸种脉络而成说 二十四 显见为一教化目的为中心的叛教系统 在照顾到佛教教义一只深境的客观知识面前提上 其实是提出修正次第的关节功夫 在法藏的一尘教义分其章中的华言五教说如下 第四分教开宗者于中有二出就法分教教类有五 后已离开宗,宗乃有时 出门者,圣教万差,要为有五 一小成教,而大成十教,三中教,四顿教,五元教 二十五 我们如果从传说未度顺索着的 华言五教旨观的内容来看 则华言五教观是更多显现未从修正进入所做的叛教观点 一法有我无门,小成教,二身即无身门,大成十教,三是李元荣门,大成中教,四语观双诀门,大成顿教,五华言三妹门,一成元教 第一法有我无门 第一法有我无门 夫对病而裁方,病静而方袭,至直而施药,直浅而要矣 未病既多,与要非依,随机进修,亦所以方便不同 underscore underscore 众生从无始以来,直生为一,即我我所,underscore underscore 如来慈悲未破此病故,都开似要以致似病 underscore underscore 二身即无身门 身即无身门者,就此门中,先简明相,后入无身门 underscore underscore 又诸法皆空,相无不尽,于中复为二观,一者无身观,二者无相观 言无身观者,法无自信,相由故身,身非时有,是则未空,空无毫莫,故曰无身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二无相观者,相即无相也,何以故,法离相故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三是李圆荣观 夫是李两门圆荣一记者,父有二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 心真如门者是李,心生灭者是事,即未空有无二,自在圆荣,影显不同,尽无障碍 言无二者,缘起之法,四有即空,空即不空,父还尘有 有空无二,一记圆荣,二见死亡,空有无碍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四语观双觉门,夫语观双觉者,晶云,言语道断,心形触灭,者是也 即于上来空有两门,离语言论心形之境,唯有真如即真如智 何以故 圆荣相夺,离语相故,随所动念,即皆如故 竟无能所为彼此,故独夺显示染不悟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五华言三妹们 但法界缘起,或者难皆,若先不着构心,无以登其正觉 故大智论云,如人鼻下有愤臭,审舍等相亦未臭也 故为魔晶云,无以生灭心形,说时相法故,需先打忌直,然后方入圆明 若有直见色等诸法从圆,即是法界缘起也,不必更须前方便也 如其不得直入此者,以可从始至终,依依真问,至令断或禁迷,处法绝言,见性深解,方未得一耳 问曰,云和见色等诸法,即得入大缘起法界也 答曰,以色等诸事,本真实王权,即妄心不及也 故经云,言说别诗行,真实离文字 是故见眼耳等事,即入法界缘起中也 何者 皆是无实体性也,即有无体,幻相方成 以从原生,非自性有,故即有无性的成幻有,是故性相相混融,全收遗迹 所以见法即入大缘起法界中也 问,即言空有无二,即入融通者,如何复云见眼耳等 即入法界中也 答,若能见空有如是者,即妄见心境,方得顺理入法界也 何以故 以缘起法界离见王情,凡心万象故 二十六 由前文可见,五教只观一开头就是对治众生病症的教法分类之学,后来称为小成交的法有我无门,则已破除种种我职之见为修正目标,升级无声门级大臣使教,则已稀相入空为修正的尘图,是李圆荣观则未进入实际生活世界。 即是即理,故而是李圆荣,是李圆荣即空有无二,以此入缘起现象真实世界中有行政之智慧。 与观双绝门即大臣顿教,缘容易相夺,双夺而即入与观双绝,即无言,骁然物外,超情离念,窘出拟意,顿塞百飞,与观双绝,故使望兴兵士,诸剑云丕,为正相应,起观言说。 二十七,故而大臣顿教是于去我职,去明相,荣世礼,而静至言语道断,心形触灭之顿悟尽之教法。 至于所说缘教即说华颜三魅境,华颜三魅境则是重入整体一大元起世界海的全体清净境界状态, 此在一切构心皆已着喜清净之后的植入法界之境界,虽主体已权至于,离间亡情,但也即因此以一绝对政悟者身份而交融于,凡心万象,中。 也就在这个华颜三魅中,华颜宗哲学的法界缘起观之以整体世界海味一再绝对质物主体的清净心智中流眼不达而法界缘容,无碍缘起,如其言。 问法记如是,智负如何? 答,智顺于法,一记原成,名气无减,顿现不无先后。 故经云,谱眼境界清净身,我经眼说人地听。 解云,谱眼者,即是法治相应,顿现多法也,即明法为谱眼治所之减, 非于至净戒也。 净戒者,即法明多法互入,犹如帝网天诸,重重无尽之净戒也。 清净身者,即明前诸法痛时即入中时,难远远起即成, 见心无忌也。 然帝是天诸网者,即豪因陀罗网也。 此地网,皆以宝尘,以宝明彻,地相引线,射入重重, 于一株中同时遁线,随意及尔,竟无去来也。 二十八 此处所说之原教已是正入佛位的最高级教法境界, 在此之后之所论者即是华言宗之行上学命题所展示之诸重法界观法之命题者。 由此可见,华言五教观法固然是针对诸种经论宗派而进行的理论形态分类, 但是自始至终都是对准修正法门的层层上进而至华言三昧成佛境的脉络来做区分的。 方东美先生就是以修正法门的阶次说辞华言五教旨观的。 所以我们说杜顺大师的华言五教旨观, 是修行实践的方便法门, 由潜入身,步步高深,顺理圆通, 便可以领会其中之层层静静。 二十九 我们如果再比照华言宗武教官的其他几套更精简的对比说法, 则这个一项字是更为明白。 参见方力天教授的整理。 经诗子章, 以因缘为小教, 无字信空是使教, 患有婉然是宗教, 二乡, 甲友, 真空, 双王是顿教, 情境体漏是圆教。 由心法界记, 以法是我非为小教, 原生无性是使教, 是理混融是宗教, 严禁理显是顿教, 法界无碍是圆教。 这种种表述上的差异, 表现了法藏在叛教上的重要变化, 即不在采取天台宗的叛教标准, 而是变幻参照系, 或从原奇说展开, 或结合指观学展开, 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自原奇说的解释, 教父有哲学理论意义。 三十, 在天台的藏通别源的基础上又加了顿, 这一来就和天台的叛教标准不同, 而这分法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了。 天台的顿教归于佛说法的形式, 即所谓话仪, 而藏通别源则属于佛说法的内容, 即所谓话法。 这说法是合理的。 以顿教随顺了禅宗, 未免有感潮流之嫌。 三十一, 天台这样将五十八教分成形式和内容两种不同的范畴来说, 是合理的。 显手硬把它们混味一谈, 使得一种分类理用上了两个标准, 在逻辑上显然是犯着根本错误的。 三十二, 吕邓先生完全认同天台法仪之分的合理性, 法仪之分确实有其合理性, 但话法四教起步也和话仪四教交涉互入, 还另需并同五十支教在做沟通。 这是一个三套系统的叛教论, 解析的多有其贡献, 但因无论如何仁需再收和融会, 则此时极显繁琐不已。 华言叛教为教化而设, 天台化法, 化仪也可以说亦为官亦为教而设, 说官也即是为说教, 说教也即是依据官, 和教官而说与不和教官而说也只是教官概念的和说分说, 因此华言自可和教官于一系而说, 五教中之每一教既是说世界观的行上学系统, 也是说功夫论的行政系统, 说顿教功夫当然也有此功夫所具之知识系统, 可以说小始中三教从基本教义到终极教义, 再转入顿教说根本功夫, 再上至原教说终极境界。 也可以说小始中是说教的建教, 而既知以顿教, 华言五教旨观, 即以说此事。 或分为二, 所谓建顿, 以始中二教所有解形, 并再言说, 皆为次第, 因果相成, 从为智者, 通明为简。 顾仁家云, 见者, 如眼摩勒果, 见熟非顿, 此之为也。 顿者, 言说顿觉, 理性顿现, 解形顿成, 一念不生, 即是佛等。 顾仁家云, 顿者, 如敬忠相, 顿现非见, 此之为也。 以一切法本来自正, 不带言说, 不带观智。 Underscore, 或开为三, 位于见中开出中十二教, 即如上说生命等经, 三法轮中后二是也。 一是一故, 法古经中以空门为始, 以不空门为终。 Underscore, 此则曰空里有余, 名为始教, 曰如来藏常驻妙典, 名为宗教。 旧一言中, 曰忠十二教, 说空不空而真如也。 三十三, 所以可以说, 华言叛教系统在佛制境界的最高观照下, 从观的思维的逐渐深入, 道教的浅身的逐渐高提, 道经顿悟阵入而彻底圆满的中境, 本就是和教官而说, 成佛境本就是佛教止观之中极目标, 当然可以和教官而说为一层层上进的叛教系统。 其实, 说观之时即必已蕴含着教, 在知识系统的理论建构中之官门者, 当然蕴含着如何实践的教法, 指观不二, 即教官不二, 画法画一意实质地进行着种种的交融互设的流通。 至于吕邓教授所言的江顿教入教位收禅宗入教之赶潮流之意, 时事说偏了禅宗也说小了华言, 既不尊重禅宗也不尊重华言宗。 唐君毅先生对华言武教官有意深入详识的解说, 唐先生当然同意华言之说有由天台学及义而来之事实, 但是却更为肯定华言武教之意运, 其言。 经观法藏之武教之说, 其以小史中顿原标武教之名, 概于佛所说之教义, 乃由小而大, 大之由史而终, 与教之由箭而顿, 由偏而原之意, 实罪能豁显。 此与藏通别原之名之意上暧昧, 呆解说而明者, 故有其优胜之处也。 三十四。 唐先生之意也即是华言论著中以有名言, 由小至大, 由见至顿, 由偏至圆, 而成一宗设上达之系统。 问题不在分类项目的是否有意志性, 而是各项意志特点本就是在具体的宗派经论中 以其同时呈现的, 任一部经论本身本就即显观意义显教法, 理论系统的建构本身皆是同时包含世界观及功夫论的, 既有理论系统的创新, 就有新创者之功夫及境界的在位上扬的说法, 于是就须更为重新梳理其分叛标准。 唐君毅先生就名指华言于诸佛教经论宗派教义的推进分叛之观点。 要言之, 皆以印度之大臣班若为始法相及大臣起信论之上, 上须立一顿教, 方抵于一最高之原教。 Underscore underscore 华言宗人以大臣起信论为宗教, 乃由是起信论之言心真如之间空不空, 有进于为始法相班若之教义。 其为顿教于大臣宗教之后, 以通缘教, 则由其特有取于顿教之诀言会止之故。 此即更开后之华言宗与禅宗相接之机。 三十五 小臣教经不论, 始教以班若, 为时同志, 即明见真空妙有之必为更超越法有无。 我无知小臣教, 而其信论言真如生灭即自身同志空有, 故为教义上知大臣宗教, 说大臣教以官说以建教说, 说禅宗以教说以顿教说, 唐先生也根本不会言华言此说更真能与中国禅宗结合之实。 能接禅宗则更显华言武教官之和理论与修正位一之特质, 唐先生也就明白的说华言参教系统是针对修行正位皆次上说之系统。 资案法葬于华言一臣教一章卷一及华言探玄记卷一, 言其武教时宗之说常曰, 就法分教, 教类有无。 后义立开宗, 宗乃有时。 此宗教与宗之不同, 在教乃自教人如何修行, 以有其断正阶位等书上说, 立宗则指自其所上之根本义立说。 三十六 关于前此旅邓教授所批评于华言法界官门之有关无教之说者, 其实, 法界官门诸义就是一臣元教的五教宗教境中的官门, 此一官门非一空玄之理境, 非一纯思辨的系统, 而是元教中主体成佛境的思辨开展, 是在成佛境中变观凡心万象的一切圆容的思辨会解, 因此法界元起官门也是一修行成途中的主体思维功夫之一运, 唐先生更且言于若非经五教深境的修行功夫一指, 则更不能理解法界元起诸官的理论意义。 其言 据此上引法藏一圣教一章所言五教十宗之说, 无人当注意其所谓十宗中前六, 皆小成教,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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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第六之诸法诞明宗, 过渡至大臣使教之一切皆空宗, 更由此一切皆空宗, 过渡至真德不空宗, 以言真正之时有, 其后之相想聚觉宗, 虽觉相想, 但亦有实力, 原名俱德宗则言一切全体俱足之时有, 故此时宗之排列, 即表示一次地缩减一般所谓时有之范围, 而趋向于空, 更由空而趋向真德之不空, 而有之一辩正的思想历程者也。 于此宗之大臣使教, 若于盘若宗之说空外, 在家法相为实宗, 为使教之众说有者, 而以宗教之大臣起信论及能家之言如来藏者, 为真实空义真实不空之义宗和之教, 则可说此大臣教中, 有一阵反合之辩正历程, 然此皆属有言教之见教, 而后之顿教, 则以诀言教未教, 又与其前之以言教未见教者相对反, 而最后之原教, 则又当为原此对反在深境所臣之和。 经极拟本此义, 以观法藏原教义之如何形成, 而先述其若干对班若三论宗义 与法相为十宗义从家之解释, 以归于大臣起信论之指, 再透过其言顿教义, 以归于其言法界缘起之四法界十玄六相, 以使人修法界观之论。 此则略不同一般之言法藏或华言宗义, 横直下说其四法界十玄六相之说者。 此直下说其四法界十玄六相之论者, 横先不注意其思想, 乃由若干对盘若为十等之议, 从家解释而形成, 故意不重其在成就依法界观, 以为修行之资。 则十玄六相等论, 纯成一套无学术渊源之玄谈。 故非经所取也。 三十七 唐先生自是在一方面说明华言义理的高于大小陈珠说, 另方面强调华言五教观一修正成图而上题的义运, 既有修正功夫而静制成佛境, 则才有在佛境界中运私便析的法界缘起关门。 六,小杰 本文以讨论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为目标, 论述以吕邓教授对华言宗哲学的批评为焦点, 借由其他当代学人的观点以解消吕邓教授的批评。 主要指出《华言经》的出现并不单纯只是为社会需求而编撰, 而是有其理论创作的用意, 此即是其言于一切圆满的佛境界的世界观及修养论系统哲学。 至于华言宗教派的出现, 更不是为应付中国朝代政治之需而立宗, 而是有所误解于《华言经》高明广大意志而建立的哲学权势系统。 旧法界观法言, 是一在佛制政物境界中的对一切世界现象的清静意的终极论述立场, 并非历史现实的翻版而已, 更非有观无教。 旧武教官门而言, 是一介叛教系统而对修行功夫的次第境阶之论述, 既有世界观的进阶更有修行功夫的进阶, 并非一罗集混乱的叛教系统。 本文之作, 对于《华言经》及《华言宗之知识系统》并未有新证, 新说, 仅只是对于当代理解系统进行疏解, 以使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更为解明。 依参见佛学词典, 四法界, 华言宗所立, 即是法界, 理法界, 理是无碍法界, 事是无碍法界。 世间万法差别之相, 各有其不同, 不能混淆, 明是法界, 真如平等的理体, 为万法所依, 明理法界, 真如能生万法, 故万法即是真如, 理体是相, 互融互聚, 无碍通达, 理即是事, 事即是理, 明理是无碍法界, 诸法互设, 重重无尽, 不相妨碍, 亦多相及, 大小互融, 举亦全收, 聚足相应, 明是事无碍法界。 二, 就华言哲学的理论建构而言, 史传出祖杜顺禅师的作品孔为后人依托之作, 故而从理论性作品以论究理论创作而言, 仍应定为二组制演及三组法藏的贡献。 参见华言宗推崇杜顺是说他曾经注述法界观和武教旨观的缘故。 但是那两种注述是否真为杜顺手笔, 颇有疑问。 吕珍,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2月1日, 三版, 页389。 三, 华言经, 的神话传说, 参见是陈一言, 大放广佛华言经者, 乃我毗卢世尊一代时教中之根本法伦也。 以其诚意太过高远, 非下根小智所能接受, 故于世尊入祭之后, 即由文书大事主持解集, 藏之龙宫, 垂六百余年, 隐而不传。 带龙树菩萨心, 使入龙宫送出, 此一一圣会日方众朗余一天焰。 相传, 文书大事于世尊灭后, 与阿南海仲于铁为山间结及此大华言经时, 旧世间大中小三种根基, 将经分为上中下之三部。 上部经有十三千大千世界为陈数计, 依四天下为陈数品, 中部经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计, 一千二百品, 下部经则有十万计, 四十八品。 龙树菩萨观前二部经, 渺若渊海, 非人是会立之所能及, 乃诵的后部经, 归于五天。 小于华言经之传逸经过与其内容组织大于华言文选, 万行杂志设应行, 一九九一年九月再版, 夜七。 四, 华言经, 的编撰过程, 参见吕邓先生言, 印度原来就没有华言经的完本, 华言经可能是在西域地方从各小品集位大部的。 华言经的编撰地点不会离中国太远,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夜四百。 又见味道如先生言, 现代学者认为在集成本之前溢出的某些单行经, 是集中发挥某种学说而产生的, 并经过不断补充发展, 形成若干单品经。 盖言之, 集成本所树立的至高崇拜对象 卢舍纳佛所构想的华藏世界海以及法界理论等, 是贯穿全经的, 这在多数前出单行经的相关部分是没有的。 集成本作者依据一定的整体思路, 对所汇集的单品经系统修改过。 所以, 六十华盐中所汇集的各个单品经, 并不能在意理上完全与前出单行经化等号。 它们的区别在于, 某些单行经代表了华盐经学的原初形态, 程度不同地透露出, 华盐经, 形成过程的历史真实, 集成本代表华盐经学的成熟形态, 突出展示集成本作者们新的华盐经学, 并努力使之贯串全经。 第一阶段, 以兜沙经、 本业经为主的文书经典, 约形成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至二世纪中叶, 其产生的在贵双统治下的北印度和我国新疆的区。 第二阶段, 以主法护所义、 新贤经、 度世品经和 等穆菩萨所问三昧经为主的普贤类经典, 其产生不迟于公元两百年左右, 其中 等穆菩萨所问三昧经的产生时间应最早。 第三阶段, 入法戒品, 应形成于文书和普贤两类经典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 其产生不早于公元两百五十年, 大约编程于和田的区。 六十华岩的编程应在枝法领去于田之前数十年, 可以大致定在公元三百年左右。 它是在以普贤类经典统设文书类经典的基础上, 汇集在古印度各地形成的相关单行经, 并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和改造之后形成的。 中国华颜宗通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7月出版, 页41-47。 五, 参见杨振和教授言, 从经文中, 让我们会立即发现华颜经并不像其他的大臣经典, 都从宇宙的低层世界逐渐提升, 到了最后才把成佛的果位轰托出来。 因为华颜经是一开始便把人类所要求的最高精神的理想对象 Underscore Underscore 譬如这那佛, 这尊具有至高无上的最高真理, 最后所要成就的菩提佛果, 究极的事实彰显出来。 并能令一切有缘众生, 都直接去面对他, 对他产生坚定的信念, 由此而发心, 向他学习, 以他为榜样。 所谓, 初发心时及成正觉。 这也就是华颜经初会的真正本意。 华颜哲学研究, 台北汇聚出版社, 1987年3月出版, 夜34。 6. 方东美, 华颜宗哲学上册, 黎明出版社, 1981年, 夜413。 7.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3版, 夜403 underscore 404。 8. 参见, 唐君一先声言, 大臣其信论所言成佛因缘, 乃继许此众生有如来藏位成佛正因, 使人有以信其自立, 又有诸佛菩萨之慈悲护念, 使人坚信此诸佛菩萨之他立者。 坚持二信, 即能其大臣之大信。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学生书局映行, 1980年3月4版, 夜二四五。 令见, 杜宝瑞, 诸佛护持之真如熏习作用非是根本因而是外力助缘, 此外力助缘依于诸佛发愿念力意味以必然存在之持续作用力, 其内因真如熏习作用力意应真如本体乃众生很有自由之动力而意味以必然存在之势力, 此真如熏习之内因外缘二力之作用乃保证众生心于身灭忘时境界中之必然可以成佛之因缘, 此内因外缘皆本来存在, 皆众生缺已不可知成佛保证, 而众生时不缺之, 内因以众生心真如相乃把体恒存之作用力, 外缘以诸佛誓愿力故意味意持续作用于诸众生之外力, 此外历史与众生心真如法体自体相应, 从本以来即是众生自体亲近本体, 所以众生本来是佛, 诸佛本来即已救度众生为佛本怀, 所以迷染于现象世界之众生心时本来即佛, 故而众生于去染求尽力成中之诸内因外缘一阶众生本来本具之自体本性, 众生于成佛力成中本来即时时受勋于自体真如即诸佛护持之中。 2002年7月, 小于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于, 浦门学报第十期, 页177-222 9, 唐君毅先生言, 至于有时的经论社大臣论之一出, 中国之地论宗社论中之成立, 至大臣起论之出现, 再至华言宗之成立, 则为延印度于家法相为实之道路, 而竟以融设班若知学所成之又一圆角。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页272 我们从理论发展的眼光看华言宗哲学的创作, 就是一维时班若学之后的再创作系统, 笔者乃以境界哲学进入的形上学说之, 即是说其为佛境界心智中之世界观原理。 十,参见佛学词典, 六相, 一,总相, 为一成含藏万法, 如宗和瓦砖木石等, 而成一屋。 二,别相, 为万法有色心理式等差别, 如一屋中的瓦砖木石等, 体性个别。 以上总别二相, 是旧体言。 三, 痛相, 为万法虽别, 然能融及成为一体, 如瓦砖木石等, 能互相和和, 成为一屋。 四, 一相, 为诸法虽能融及为一, 但亦不失诸法差别的本质, 如砖瓦木石, 其形类功用, 皆各不同。 以上同一二相, 是旧相言。 五, 成相, 为诸法虽差别, 应融及固, 互相而成为一体, 如瓦砖木石, 有互相成就之性, 才能建立位体。 六, 坏相, 为诸法虽可融及, 成为一体, 然若各柱各位, 则仁献诸法之相, 而不成一屋, 如瓦砖木石, 各柱本位而不合作, 则仿乌相坏。 以上成坏二相, 是旧用言。 凡夫所见是相各个差别, 圣人则六相圆融, 因诸法体性平等, 没有差别。 11,方东美, 华严宗哲学上册,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1年, 页117underscore 118。 12,方东美, 华严宗哲学上册,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1年, 页118underscore 119。 13,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 页97。 14,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 页108。 15,方立天哲, 法藏, 世界哲学家从书, 东大图书公司应行, 1991年, 页84。 16, 唐军毅先生言, 法藏之三官, 成官华言书超卷十位为杜顺所说, 然经传杜顺书多同法藏书, 可能及法藏所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页328。 不过, 方东美先生一直以历来所述之著作意见说, 为杜顺禅禅师之作品, 却于此并无质疑。 17, 智眼,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 华言一圣十玄门, 红文馆出版社, 应行, 夜二十二。 18, 参见刘贵杰教授言, 十玄门又称十玄缘起, 主要在阐明佛教的各种法门彼此都是互相关联, 互相摄入而又周辨涵荣的。 是四法界中是是无碍法门所含义里的表述, 可以说是华言宗法界缘起论的经意。 由于他要求在观察一切事物时, 把所有现象都看作是圆容无间的, 所以又被称为十玄无碍。 十玄门首创于智眼, 其说称古十玄, 后来法藏语以改善, 称为新十玄。 新旧二说的内容基本一致, 仅次第略有不同。 然而, 法藏十玄门的名称, 四帝, 曾先后发生过变化。 直到成官,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出现, 法藏的十玄门才被定型, 而成官所判定的法藏十玄门, 其名目, 四帝完全等同于法藏, 华言经探玄记, 的十玄门。 underscore underscore成官把法藏的十玄门归纳在自己的四法界中的世事无碍法界, 他说, 第四, 周辩寒荣, 即世事无碍。 且依古德, 显十玄门,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卷二, 由此便结束了十玄门的演变进程。 华言宗入门, 东大图书公司, 2002年5月出版, 页118。 十九, 参见佛学词典, 十玄门, 又名十玄缘起, 华言宗所立, 系事四众法界中, 事事无碍法界之乡, 能通此意, 则可入于华言代经之玄海, 顾名玄门。 又此十玄妙法, 互为缘而其他, 顾约缘起。 即, 痛时聚足相应门, 广辖自在无碍门, 依多相容不同门, 诸法相及自在门, 隐秘显乐聚成门, 维系相容安利门, 因陀罗网法界门, 托世显法深解门, 时事格法义成门, 主办原名聚德门。 二十,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219。 二十一,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402。 二十二,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403。 二十三,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1988年2月三版, 页399。 二十四, 方立天教授言, 现题为杜顺所作的, 华言五教旨观, 其五教内容与法藏的五教说是一致的。 但该书和法藏的, 华言由心法界记, 基本相同, 而且书中出现杜顺后五周时才改称的佛寿记四名, 又转用了不少玄奘的义语, 似非杜顺原作。 上面提过, 五教的区分是智眼继承的论社论两派余序而创立的, 但明目一直没有确定, 法藏是在智眼叛教的基础上在吸收天台中的叛教说家以重新组织而成五教说的。 法藏,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1年7月出版, 页五一。 25,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法藏, 一臣教一分其章,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出版, 页一四一。 26,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杜顺, 华言五教旨观,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出版, 页二至十。 27,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页九。 28,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页十二。 29, 方东美, 华言宗哲学上册, 黎明出版社, 1981年7月出版, 页三一二。 30, 方立天, 法藏, 台北东大, 页五八。 31,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页二一三。 32,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页三九五。 33,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第二卷, 华言一成教一分其章, 页一四一。 红文馆出版社运行。 34, 唐军毅, 中国哲学原论员道篇, 台湾学生书局运行, 1980年3月4版, 页二七四。 35, 唐军毅, 中国哲学原论员道篇, 台湾学生书局运行, 页二七五。 36, 唐军毅, 中国哲学原论员道篇, 台湾学生书局运行, 页二七五。 参见佛学词典中的五教时宗, 五教时宗, 华言宗将是遵义生所说的教法, 判为五教时宗, 五教是由法分出, 时宗是由理分出。 五教者, 以小成教, 是教顿根小基之法, 但说生空, 而未说法空, 故又称为于法身文教。 二, 大臣使教, 是出小成, 出入大臣的教法, 虽说大臣, 而未及就尽为妙的理性, 故名使教, 有相使教与空使教之分。 三, 大臣宗教, 是对大臣纯熟的根基, 所说尽理之教。 四, 大臣顿教, 是说大臣顿悟的教门者。 五, 一臣原教, 是原门最上的教法, 名姓海原荣, 缘起无尽, 及诸法的体性者。 时宗者, 一如小成独子, 法上, 圣位, 正亮, 密林山等部, 说我法具实有者, 名我法具有宗。 二, 如小成雪山, 多文, 画的等部, 说一切无我, 而法体很有者, 名法有我无宗。 三, 如小成基印, 法藏, 影光, 至多山, 西山柱, 北山柱等部, 说现在法有, 过位法无者, 名法无取来宗。 四, 如小成说甲部, 说现在法为甲有, 亦为实有者, 名献通甲实宗。 五, 如小成说出世部, 说世间虚妄, 出世真实者, 名俗妄真实宗。 六, 如小成一说部, 说诸法但有甲名, 无有实体者, 名诸法但名宗。 七, 如大臣使教的班若经中观论等, 说世诸法皆空者, 名一切皆空宗。 八, 如大臣宗教的伦家经起性论等, 说世真如体性的教义者, 名真实不空宗。 九, 如大臣遁教的禅宗, 觉诸言律, 执政真理者, 名相相聚绝宗。 十, 一成原教, 说世原满具足万德法界的教义, 名原名具德宗。 三十七, 唐军义, 中国哲学院论员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印刑, 页277, 278, 326105, 1422OK9, Text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 15.50分, 14秒, GMT28, 203, 441, 转19up6, 495, 114B, 7158, 1003, Hi, 6105, 142,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首页, 向上,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臣大义章探究, 照论中的般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华言宗行上学命题的知识意义, 档案下载,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以, 华泛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而, 摘要, 本文探究, 人家经, 中重要名乡的知识意义, 首先指出, 佛教经典的言说内含必定具备知识理论的传达目的, 也因此存在观念议题重点的互议现象, 以及各个佛经必然在知识传达及理论建构上各有重点, 因此, 人家经, 亦有观念重点, 此即本文欲揭露之主题。 其次, 各佛经固然探究重点不同, 但是彼此仍应形成一统和一致的理论网络, 作者认为若能透过哲学基本问题意识之差异的厘清, 即能枪整个佛学史历程中各阶段各经论的重点观念结构成一致无碍的佛学知识系统, 这当然就需要有更具宽广的知识架构的协助才能成功。 因此对一部佛教经论的研究, 即应扣准其作为一理创新意义的重要名项, 一方面强调其在经论中呈现的意涵, 另方面说明其在佛教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定位, 此及该经论之研究重点。 伦家经最重要的观念表述因为自正圣至境界, 即第一意观念的提出此意禅宗哲学所传承的经意所在, 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此外,伦家经中提到了五法观念, 文中对于五法观念的知识意义进行探究, 主要在指出它是一套包含了现象说明, 即主体的正确和错误认识方式, 即理想修正境界的整体知识架构, 亦彰显了佛教哲学的理论特色。 另,一身身,观念因涉及佛教宇宙论知识的认识问题, 文中亦提出讨论,重点在指出, 一身身,亦为亦相对性概念, 就法身佛而言, 智色不二,因此, 一身身, 十一凡夫众生认识之能而说的概念, 菩萨之一身身概念中亦有一肉身身意义在, 而众生之肉身身概念上亦有一意身身意义在, 至于佛性存有者本身就是一智色不二的存在结构。 文中亦另讨论了, 佛不入涅槃, 及如来藏概念, 等的知识意义, 重点皆在以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架构重新认识这些观念的成立, 根据及指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人家经如来藏无法自正甚至境界宗去法相如实法素食。 The study of the Buddhist knowledge in Lankavatara Sutra Abstract The knowledge of the Buddhist theory was widely spread on too many sutras, and each of them has their own main theoretical concern. On the appearance different sutras maintain different theories. But in fact different theor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united theoretical system. This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the way of the Buddhist study. Therefore there must have a way to do this study. The author tries to provide an analytical structure t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ndividual knowledge appeared on each separated sutra, and try to integrate the separated knowledge into a united theoretical system. In order to open this study the author starts to interpret the individual sutra, as important knowledge in the way of analyzing its statement, as meaning and theoretical connection.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focus on one Mahayana sutra to tell its important knowledge. The Lankavatara Sutra Sutr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tras in Chinese and Buddhist school. There were really many important Buddhist theories presented in i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knowledg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five dharma, wu fa, the highest wise, the self-evident confines, body by mind, and the idea of, Buddha will necessarily confirm the Bodhisattva become another Buddha in the future. For B-Wai-Pu-Sat-Gia-Chi, three vehicles become one, San-Shen-Yi-Chen, Buddha never stay in nirvana, for B-Wu-Ru-Ni-Pan, the benefit of the vegetarian, 素食功德, Buddhist learning through the way of direct practice or theoretical construct, 宗通与说通 Keywords Lankavatara Sutra, Tathagatagarbha, Bodhisattva, Vegetarian, San-School 一, 前言 一, 研究主旨 本文就, 人家经, 经文中重要知识意义进行观念探究, 研究目标在于藉由, 人家经, 若干特有的重要佛文, 学知识之探究, 推进中国大臣佛学义理的理解向度, 此一理解向度之推进之意义, 主要当然是作者本人的学习进程, 然而因为作者本人对于佛学研究义有一特殊之意图, 因此此一学习进程义有一促进当代佛教哲学学术研究之之时, 注意者在作者之佛学研究之意图即示在于说明作为真理观系统的佛教知识之如何在方法论检正下得以真理姿态显现, 以及以哲学观念研究的进入说明佛教哲学之唯一真理表述系统。 作为真理表述系统是所有哲学系统的共同理论目标, 佛教哲学当然意识主张自身为一真理系统, 佛教哲学透过许多佛经集论点而张开这一个真理系统的大网, 各种经论各善甚场,各自扮演理论建构的不同角色, 而任谁也无法独立于其他经论之外, 因此任一个有重要意见揭露的佛教名相都应以取得 和与其他概念命题有意义理一致性的理解效能未认识的重点。 《伦家经》中所言众多, 本文将以作者认为的具有重要佛教知识意义的材料进行研讨, 以持续推进中国大乘佛学的弱干知识面向。 3. 2. 研究方法 所谓,知识意义探究, 是作者对中国哲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个工作方法上的观念, 以及针对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术语概念或命题观念进行知识意涵之解说, 解说之重点则在此术语概念及命题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定位, 作用及内涵, 这一个工作方法的提出与使用, 主要就是针对中国大乘佛学这一套庞大的理论系统之研绎而提出的, 因着他的名项过于众多, 任一部经论中的名项皆是继承, 关联于无数相关的其他经论中, 因此意涵复杂, 并容易混淆而置彼此汉格, 且不易见出哪些名项才是一部经论中的重要者理创新性或意理指标性重点, 这些名项或许因不断被使用而具意理指标性的位, 或许是不断被讨论而显现出其所具之创新性地位, 这些名项或许是一个术语或许是一个命题, 术语是一个单词, 是一个概念, 命题是一句话, 是一个观念, 由于每一部经论事实上都承载了佛教知识体系的全部, 但每一部经论也都各有其知识陈述的重点, 因此对于一部经论的研究及应对准若干意理指标性或哲理创新性的名项, 进行知识意义之探究, 此一工作观念的提出, 亦因佛教义理事界著作浩瀚, 读者于每一单部经论之研议中, 往往亦如堕于五里云雾之中, 如果在变读群经重论, 则更将魔所收获, 因此在单一经论中作意涵深究之研议, 对准重要明相作之时意涵之深研, 是能有效地经由逐一经论之事意涵之理解而静置通盘理解之成效的, 此即作者所进行之, 知识意义探究, 之用意, 即作者企图通过各经论重要概念及观念知识意涵之解析, 逐步统合佛教各经论中的理论, 追求最终有一统一一致的圆融一体的中国大乘佛学知识体系。 三,使用版本 伦家经, 有数种版本, 本文所使用之版本为十叉南陀所翻译之七卷本, 以及为佛光出版社所编转之, 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经选白画版, 之, 伦家经, 之使用版本, 四, 译经作品当然受翻译者之理解程度及语言能力之影响而有差别, 因此一部中文佛经在哲学理论的认识意义上, 应该是一部印度佛经加上中文译者的哲学作品综合体, 因此本文所述之, 伦家经, 这实为十叉南陀所传译之, 伦家经, 以他的文字为基础, 所展开的知识探究工程。 十叉南陀版一般被认为文字较为流畅易懂, 但也有因此被批评者, 五, 由于作者其实是站在整个佛教哲学体系建构的用心上来研译, 伦家经, 的, 因此, 流畅易懂, 也就成了作者选择以为讨论的版本因素, 重点在了解所论明像之知识意涵, 而不在钻研理论著作之翻译版本之词会同意, 不同版本间纵有名相转译之详书编证之分别, 却不应有根本之识主旨之差异。 二, 佛经与佛学之实建构之关系。 一切佛经以佛菩萨说法形式载位典籍, 不论其经典出现的时代及地点为何, 它总是以观念的提出与知识的建立为说法的浮凑, 随着不同经典的不同说法内容的提出, 各种佛经的问世其实是显示了不同的佛教知识的建立过程, 既然是一个过程, 所建立的知识就有重点的不同, 其中或有观念的冲突, 但更多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及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表述系统的差异, 因此整体而言, 更应该形成一个一致的体系, 藉由不同系统的经论对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深言与发言, 而共同构成更为庞大完备的整体佛教知识系统。 作者即以这样的立场, 认为大小陈珠系经论的差异其实是同一个佛教运动的不同知识面向的 见识建构过程所形成的, 这个历程中一方面回应了基本哲学问题的重要面向的完备建构, 如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哲学命题的乐曲完备, 六、另方面呈现了基本知识脉络的各自发展并逐一充实的知识意义, 如信空为名、虚妄为实、珍藏为心等大陈三系说的依依建立者, 七、实极是,信空为名, 为谈本体论问题、虚妄为实、 为谈宇宙论问题、珍藏为心、 为谈功夫境界论问题的知识架构意义, 此一作者已发表于《小于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新与发展大于一文中, 八、此一思考即是将原本经由思想时问题意识而建立的佛学史之, 知识阶段转化为借由哲学基本问题之反思而架构起的佛教哲学体系, 于是在历史进程中被分开认识的不同佛学观念, 却得以在哲学体系中共构于一有机互动的整体架构中。 在这,一切佛经中之知识命题的提出, 是经由主体的实践之后的言说, 言说必极易, 但是言说中所使用的概念及表述系统则无其绝对性, 此意正是, 人家经,所重者, 一缕有言及。 因此, 佛经中因不同哲学问题所提之不同哲学命题及所使用之不同哲学术语皆是经典中常有之现象, 不应因其词与不同就以为意理不同, 言读佛经者及依经修正者皆应有此基本认识。 在这样的意义下, 人家经, 即既有他的知识建构上的重点问题, 又有他自己使用语言的若干特色, 这个重点问题及语言特色即是本文所欲适度揭露的知识意义, 以下说之, 人家经, 的知识基调与观念重点。 人家经, 在知识的提供上是十分丰富的, 有些知识是其他经论中已经多次探讨过的, 但也有一些是, 人家经, 中特别重视而提出的新观念, 总体而言, 人家经, 的意理特色在佛教哲学基本问题的面向上是一综合性的整体, 谈般若, 也谈维时, 也谈佛性, 谈本体论, 也谈宇宙论, 也谈功夫境界论, 他其实已经是在扮演佛教知识百科全书的角色了, 许多已经在其他佛经论点中出现的重要知识及观念也都是, 人家经, 理的重要知识及核心观念, 只是其中当然人有他自身特有的新知识重点, 这其中真正最有佛教新知识意义的项目, 作者认为就是, 自正圣至境界, 的说法, 即, 如实法, 与, 言说法, 两分的说法, 这也正是禅宗哲学最有得益于, 伦家经, 的修心观念重点, 此二意在四卷本中被意味, 自觉甚至境界, 即, 说通与自宗通, 基本意思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基调与重点应该就是反映了大臣菩萨道精神的一个特征, 以及菩萨道以上的修正精神是一方面要强调, 如实法, 的直接修正, 另方面要强调, 自正圣至境界, 的显现, 菩萨道的修正重点当然还另有要目, 然而就, 伦家经, 所意欲提供的无宁即是这样的要点了, 作者并不意图说这两项与禅宗修心功夫最有关系的观念就是, 伦家经, 经文编写的目的, 伦家经, 是为言说佛法之事而做的经典, 更具体精确地说, 伦家经, 是为菩萨以上境界的修行者而说的修正知识体系, 九, 所有在经文中已经述说的一礼应该都是他的经文编写的目的, 只是在这样的说法对象中, 他不断于各处重负表述道地, 自正, 与, 宗通, 的重点观念, 正是为禅宗宗派精神的主旨, 当然这其实也正是禅宗宗派祖师自行选择的结果, 十, 四, 伦家经, 的重要知识意义探究, 作者前述, 伦家经, 已是一部佛教知识百科全书, 般若, 为时, 珍藏诸系之知识皆收摄其用, 这其中极有多项观念是极具哲学讨论价值的, 包括, 五法, 概念的知识意义, 菩萨为, 一身身, 观念的知识意义, 佛必为菩萨, 加持, 观念的知识意义, 如来藏食, 概念的知识意义, 佛, 步入, 涅槃, 观念的知识意义, 声闻, 原觉, 菩萨三圣一成观念的知识意义, 第一意, 即, 自正圣至境界, 概念的知识意义, 语言知识与修正活动的分别, 素食功德的知识意义, 以下一一数之。 以上知识一题的责取, 皆是作者认为在佛教哲学体系建构中针对各项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及有知识重要性的术语概念及命题观念, 借由这些知识的体系性意义之铺陈与观设, 彰显, 伦家经的知识特色及论地位, 其中有涉及整个佛教知识架构的五法概念之讨论, 有涉及佛教修行功夫相关的加持, 第一意, 观念之讨论, 有涉及佛教境界哲学相关的如来藏食涅槃自正圣至境界的讨论, 有涉及佛教世界观与修行理论相关涉的, 易生生, 素食, 问题的讨论等等。 一, 五法, 概念的知识意义, 伦家经, 旅言, 五法, 概念, 这其实是一般为时知识系统的一个心的表述形态, 为时知识系统以西分一切法的分类, 分类项目而建立知识系统, 如, 八识说, 五蕴说, 三字信说, 三科说, 五位百法说, 等, 各种系统皆以作为意识主体的能力类别, 或意识对象的分类项目, 或意识活动的不同层面做分类, 分类之即为建立现象方面的知识, 虽然建立知识, 但是一切现象之法仍为时变而有, 故为为时学, 说为一切现象之知识者即为宇宙论之知识, 说其事实变者即是就者现象说其本体者即是说致本体论观念者, 因此为时这一个概念既是宇宙论问题的知识又是本体论问题的观念, 五法, 分类系统的提出, 则是在以意识活动为结构的分类法之外, 又另外结合主体的活动与成就的境界而共为分类标准的, 其实就是就着主体去染囚境的实践活动历程而建立认识系统, 经由对于现象的认识到去直转至的修正到清净成佛境而说谓武法, 如其言, 赋赐大会武法者所谓相名分别如如正治, 此中相者为所见色等形状各别是名为相依比诸相利平等名, 此如是, 此不亦, 是名为名, 施赦众名, 显示诸相心, 心所法, 是名分别, 比明比相必尽无有, 但是望心辗转分别, 如是观察乃至绝灭, 是名如如, 大会, 真实决定究竟根本自信可得则如如相, 我及诸佛随顺正入如其识相, 开示演说, 若能于此随顺误解, 离断离常, 不深分别, 入字正处, 出于外道二圣境界, 是名正治。 伦家经, 页二十七四, 其中, 名, 是主体使用于描述诸现象之, 概念, 相, 是主体诸实在诸杂染执着下所构作的, 现象, 分别, 即是主体的执着性存有, 活动, 正治, 是主体智慧的正确认识性, 活动, 如如, 即主体以达清静, 境界, 状态。 总说之, 无法之, 名, 相, 分别, 正治, 如如, 实际, 概念, 现象, 执着性活动, 智慧性认识, 清静境界。 所以与其说, 无法, 是意为实学意义下的诸法分类观念, 无宁说, 无法, 是意真常系下的主体修正历程, 以及是意以功夫境界问题为关切目标的实践活动的知识结构。 无法, 概念的提出, 即是指指佛教知识世界的意义, 名, 与, 相, 与主体心识之染境活动的区分, 分别, 与, 正治, 及主体最终可正成佛的境界, 如如。 这样的, 无法, 概念, 既说明现象世界的意义, 又说明主体活动的结构, 又说明修正成佛的境界, 所以, 伦家经, 经文字述此, 无法, 概念已收射一切佛教教义知识系统, 佛言, 大会, 三性, 八十及二五我吸入无法, 十一, 此一知识系统即不止为说明现象, 亦为说明修正方法及目标, 此一, 无法, 概念义由此呈现佛教知识之为义修正活动的知识系统之意义, 复集, 为实知识系统中仍有三性, 八十, 二五我等重要概念艺术之于, 伦家经, 中, 但, 伦家经, 只是使用到这些概念, 并非主要在讨论, 引界, 推演这些概念, 因此它们便不是, 伦家经, 经文在增进佛教义理知识上的责任区域, 本文便不在此详细讨论, 更何况, 伦家经, 经文以明说其, 吸入无法, 二, 菩萨为, 一身身, 观念的知识意义, 伦家经, 吕言, 一身身, 概念, 这是指的诸菩萨以上存有者的存在性, 是一丝为性主体的一丝, 是故如来以智慧体, 智慧身故, 不可分别, 十二, 一极它没有人类肉身意义的身形结构, 而是以一丝为主体的身份出入不同国土世界, 神通变化视线各处, 由于作者对于佛教哲学理论建构中的宇宙论知识相当关切, 因此对于一身身身概念也特别注重, 因为它是佛教知识体系中关于修正境界的重要知识项目, 对于此一佛教修正者的存在特性之正确认识, 是有助于理解佛教哲学真理观的关键问题, 修正是人存有者的活动, 此一活动已去向终极成佛境界为目标, 成佛历程中必有菩萨存有者此一阶段, 菩萨存有者亦有多层, 以及菩萨存有者亦因其修正程度之不同而有多种层次的存有境界, 通常以、时的、概念说之、 简言之即有十个染境不等的存有阶次, 然而在这染境不等的存有阶次中的任意阶次皆是一一身身的身体结构, 以及其已无三界内粗糙的身形结构, 因此就三界内之存在世界而言, 此一一身身之菩萨主体结构, 即不受三界内色心结构之束缚, 因此可以自由出入、神通变化、任意视线。 亦即于此意中而说为、亦、深深、 实为相对于、三界、之粗糙结构、 而为细为之、亦、而射明者。 如其言, 大会、云和的离身住灭间。 所谓观一切法如幻梦生, 自他及聚皆不生故, 随自心量之所献故, 见外物无有故, 见诸时不起故, 及众缘无机故, 分别因缘起三界故, 如是观时, 若内若外一切诸法皆不可得, 知无体时远离身见, 正如幻性及时代的无生法人。 诸第八的, 勒心, 亦、亦是, 无法、 自信, 二无我境, 转所依止, 或亦深深。 大会言, 世尊, 以和因缘名义深深。 佛言, 大会, 亦深深者, 譬如亦去素及无爱, 名义深深。 大会, 譬如心亦于无量百千尤寻之外, 亦先所见种种诸物, 念念相续及亦于彼, 非是其身及山河时必所能为爱, 亦深深者亦父如是, 如幻三魅力通自在诸相庄严, 亦本成就众生愿故, 犹如亦去深于一切诸圣众中, 是名菩萨摩赫萨的远离于身住灭间。 《伦家经》, 页118、 十三 作者以为, 亦深深, 其实仍是亦相对性概念, 就佛教者学世界观之为时学命题而言, 万法为时, 的命题中已经说明了一切法的存在意义是亦是所成, 亦即皆为亦思维构成体, 与思维所对者为物质, 物质时是就着某一世界之色分, 法四大而说为物质者, 在一世界中之物质以佛教哲学世界观言之极为一, 色法, 概念, 色法一时变而构成, 色法是感官之觉活动之凝结, 感官之觉原是一纯粹思维活动, 因此色法意为一感知之结果, 因六入之处受而有色法之觉之, 然而色法与心法皆为心法, 因此在人存有者的现象世界的内外色法意为一是知觉之结果, 因此现象世界之人存有者之身形色法意为一意是结构体, 亦即人存有者之肉身, 亦为亦生身, 其为肉身, 是以其为在于此一世界而言为肉身, 然就佛教哲学世界观而言之, 任一世界任一色法根本上言皆为一是构成法, 此一定义故有汉格于常世, 然而却应是佛教为实命体所蕴含之意义, 人存有者有肉身身存在结构, 人存有者所居指之国土世界意味以色法结构的世界, 此一结构可谓有六入处受的知觉主体所感知之, 感知之即受束缚之, 因此人存有者以其肉身身, 而在此一相应的色法国土中有其行动的限制, 如果知觉主体的六入处受感知结构经修正而转至细微, 因细微而不受束缚, 此一不受束缚之感知主体即在此一色法国土中有其身形活动的自由无碍, 此一感知主体的身形即得以, 亦深深, 说之, 菩萨及以其感知主体结构之, 知清净不染而至结构细微, 因其细微固不受束缚而出入自在, 因其自在似无有身形而说其为一, 亦深深, 所以, 亦深深, 是相对于, 肉深深, 知存在结构体, 亦深深, 以细微感知结构说为思维体而非物质体, 肉深深, 以粗糙感知结构而说为物质体而非思维体, 其实, 肉深深, 亦本来是亦思维体, 只其因自我执着以致粗糙而受外四大色法所束缚而称为物质体, 当其去除此一粗糙之感知习性之时, 其即得以细为感知结构而不受人间世界之粗糙色法四大之束缚而成, 亦深深, 此即众深修正成菩萨皆次知识之身形, 此亦深深相对于人存有者之居止国土而言, 因其不受束缚出入自在而言为亦深深。 同样的, 诸菩萨皆次知亦深深, 以其细为之感知结构固然不受人间世界粗糙国土之色法四大所束缚, 不受三界内粗糙色法之束缚, 但其亦映受其自身相应之细为之国土色法四大之束缚, 所以菩萨身形之相对于人间世界之, 亦深深, 之深分在其自身相应之国土世界中亦映为一, 肉深深, 此即其在时的皆次力皆深即之, 便亦深深深, 中之修正事业主体之深深。 大臣起信论, 文中对于诸佛法身之能现色而为众生所倾鉴之事业之事, 亦有异理论说明如下。 问曰, 若诸佛法身, 离于色相者, 云何能现色相? 答曰, 即此法身, 是色实体固, 能现于色。 所谓从本以来, 色心不耳。 以色性即至固, 色体无形, 说明至深。 以至性即色固, 说明法身, 便一切处。 所现之色, 无有分歧, 随心能是十方世界。 无量菩萨, 无量报身, 无量庄严。 各个差别, 皆无分歧, 而不相防。 此非心时分别能知, 以真如自在用意故。 十四, 此意即彻底打破色心二法之区别, 佛法身即为一, 至深, 亦为一, 色身, 以至性即色固, 此即不从人存有者之之能之位皆而说之至深色身之区别者, 而未从根本上说一切深之色心同体之结构意义者, 至于, 伦家经, 中但言菩萨为, 一身身, 者, 乃唇未交世行止于此一人间世界肉身众生之相对性认识而设言, 亦为提出一神通自在的存有特性之宇宙论之事以为修正之目标及对众生之鼓励之用意。 三, 佛必为菩萨, 加持, 观念的知识意义。 伦家经, 言佛必为菩萨加持, 使其步入涅槃而中正成佛, 伦家经, 言声闻成菩萨以断仁我执, 为断法我执, 心献涅槃乐而正入涅槃, 虽不能中正成佛, 但是却因佛必然加持之作用, 而至身闻, 辟知, 菩萨三圣终归正佛境界。 并且当诸菩萨的佛加持之后, 即, 能倾鉴一切诸佛, 即, 献通说法, 参见其言。 赴次, 大会, 诸佛有二种加持, 持诸菩萨, 令鼎礼佛足请问众义。 云和为耳, 为令入三昧即身献其前, 守冠其顶。 大会, 初得菩萨摩赫萨蒙诸佛持力, 故入菩萨大臣光明定, 入以十方诸佛普献其前, 身与加持, 如金刚藏即于成就如释功得相。 菩萨摩赫萨者是。 大会, 此菩萨摩赫萨蒙佛持力, 入三昧以, 于百千节集诸善根, 渐入诸的, 善能通达至所至乡, 至法云地处, 大莲花为庙宫殿座与宝座, 同类菩萨所共围绕, 手带宝冠, 身如黄金, 沾薄花色, 如圣满月, 放大光明, 十方诸佛书莲花手, 于其座上, 而灌其顶, 如转伦王太子寿灌顶矣, 而得自在, 此诸菩萨亦父如是, 是名为尔。 诸菩萨摩赫萨为二种持之所持故, 即能倾见一切诸佛, 亦则不能。 赴次, 大会, 诸菩萨摩赫萨入于三昧, 现通说法, 如是一切皆由诸佛二种持力。 大会, 若诸菩萨离佛加持, 能说法者, 则诸凡夫意应能说。 大会, 山林草树成锅宫殿及诸乐器, 如来至处, 以佛持力上演法因, 旷有心者。 龙芒因雅离苦解脱。 大会, 如来持力有如是等广大作用。 大会菩萨复白佛言, 何故如来以其持力, 令诸菩萨入于三昧及殊胜地中, 守冠其顶。 佛言, 大会, 为欲令其远离摩叶诸凡恼固, 为令不惰身闻的固, 为令速入如来的固, 所得法被增长固。 是故诸佛以加持力持诸菩萨。 大会, 若不如是, 比菩萨变度外道及以身闻魔境之中, 则不能地无上菩提。 是故如来以加持力设诸菩萨。 伦佳经, 页137, 此一, 佛必然加持, 之观念实为佛教者学修正知识中之重要观念, 此一观念之作用乃同于, 大臣其信论, 中心真如法之体相用大中之, 佛必然救度众生, 之观念者, 十五, 伦佳经, 并未说明佛之所以必然要加持诸菩萨之根本原因, 但是却说明了佛之加持作用的目的, 即, 为欲令其远离摩叶诸烦恼固, 为令不堕身闻的固, 为令速入如来的固, 所得法被增长固。 是故诸佛以加持力持诸菩萨。 诸菩萨成, 必然要忠臣, 亦佛臣, 理由是佛臣才是终极臣, 而身闻, 辟知, 菩萨都仍有所知, 此知知诸状不一, 此赞不论, 既然众生最终必须仁以臣佛臣位为一之臣, 而诸臣修行者因为觉知之程度而有不觉知所知而赞助诸臣之涅槃境界, 那么这一个使诸菩萨成觉知自身之不足而致生去知之动力之来源问题即成为重要之修正知事问题。 伦家经, 以佛必语加持说之, 此一说法之理论意义为何? 此处将语探究。 作者认为, 此一加持作用之修正意义可分三层说之。 首先, 佛之必然加持并不表示诸菩萨及必然力及去染成佛, 诸菩萨之成佛运动仍有其自身之修正觉知之力承载, 与百千节及诸善根, 渐入诸地。 因此诸菩萨之必然获得加持与诸菩萨之必然成佛仍是二世。 其次, 诸菩萨之必然成佛乃诸菩萨之生命主体中之本有佛性觉知之保证而得成佛, 因此诸菩萨之必然成佛仍是诸菩萨之自卫之事, 并非诸佛之助卫之事。 第三, 诸佛之必然加持之活动又实为诸佛之本怀中之必为之事。 诸佛以义绝对清净之主体而加持诸菩萨, 实为以助援义义之事。 当诸菩萨诸直清净欠戒无染之时, 诸菩萨时即以义无分别之存有性而与诸佛同体相及, 诸成佛之佛义附皆持续以欠戒无染之境界加持诸菩萨而同正其境。 此处仍有两项理论问题值得探究, 即受佛加持之诸菩萨之能清见一切诸佛即能现通说法者首先就其能清见一切诸佛而言此意上不甚复杂。 重点应在诸菩萨之心时清净程度上不及于佛性存有者之存在境界, 因而须有诸佛以神通力助其清见之,清见之而能强化其修正动力。 其次,就其能,现通说法者而言, 伦家经,明言非有佛之加持否则不可能有说法能力,此意较复杂。 实则一切修正者之说法皆为在一字正境界状态中之言说, 正者正其自身之佛性, 所以所谓知佛之加持而使说法即可谓为自身佛性之成显意义下之自我加持, 此意即现,则加持者身份之为自己知己佛意或他佛之事即以非观理论重点, 因为众生本已去除分别心未修正活动之意义, 成显自身佛性与他佛加持是二事一事, 修正者趋向成佛进时, 十一月消迷人, 我,众生, 与佛之差别观之时以, 说他佛加持之后而得说法, 与说己佛成显意下之自我加持并未说法, 时是二事一事。 由此意可转出另一意义, 一个必然加持诸菩萨的佛成存有者时是一步入涅槃的救度者, 此即大臣佛成观的终极意义, 此意将在下文论及涅槃观念时再次伸说。 而, 伦家经, 对于加持作用的强调, 除了显示佛必然救度众生之本怀的可贵之处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强化修正者之修正成佛之动力因缘。 当然, 此中最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仍是佛为何有此本怀? 即佛为何必然会要救度众生? 他在形上学问题上是否亦有理论根据? 这更是作者关切的理论问题, 此意为当代中国佛学研究者真应深入探究之问题。 四, 如来藏实, 概念的知识意义。 以下, 我们将集中处理佛教境界哲学的几个重要概念的知识意义问题, 包括, 如来藏, 涅槃, 声闻原觉成, 一圣成佛, 自正圣智境界, 等观念, 此类观念皆涉及主体修正活动之境界问题, 或为言说主体自身根本清净相, 或为言说身尽历程中之诸位阶, 或为言说中去清净相概念等等。 如来藏, 讲主体之真正清净本质, 涅槃, 讲成果位之观念, 声闻, 原觉, 讲味道究竟的之果位观念, 一成成佛, 讲果位是绝对且唯一之观念, 自正圣智境界, 讲主体自我圆满的知识意义。 这些观念都是大臣精神中之重要概念, 伦家经, 经文中对这些概念之识意皆有明确立场, 以下分数之。 伦家经, 中所说的, 如来藏时, 是一清净的本体, 又是变心造化的主体, 以及是阿赖耶时之另一表述语词, 如来藏是善不善因, 能变心造一切去生, 外道不知职位作者, 无始虚为恶习所勋, 名为藏时。 十六, 如来藏明藏时, 亦即亦是并五十生。 十七, 这是, 伦家经, 对于阿赖耶时染尽问题的哲学立场, 对于主体成佛可能性问题, 借由主体自身根本清净的如来藏概念意义之产明而予以确立。 实际上, 无论以阿赖耶时或染或净说之, 或以清净如来藏说之, 这都是中国佛教哲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既然众生皆可成佛, 就应该在主体概念内设置成佛必然性保证之机制, 以及堕落因缘之说明, 因此如来藏概念之推出, 即是欲有以区别于为时系统之讨论现象结构之知识架构之学, 而另外面对异哲学问题, 即成佛的可能性问题, 而以主体自身根本清净之观念以解决此问题, 因而出现之如来藏概念,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 而不是只是概念使用与安排的一同的问题。 人家经,经文中对于如来藏概念的使用上有重要的哲学知识意义者, 为此如来藏藏时是佛境界, 十八,之说者, 此说即等于是说众生本具之如来藏藏时之完全成显之时即是众生自正成佛境界之时, 此意即以如来藏时之清净意为依据, 而得作为修正者修正活动时之察四对象, 即以主体自身之意是世界之自我清净为修正的奇象, 如来藏时是众生自我意是之本来状态, 是主体自身之本具状态, 修正活动只以回复此本具状态为意义, 修正活动之可能亦依此而获得必然得以成功之保证, 当然此一保证只是说为理论上之可能性之绝对保证, 至于现实上之佛境界之促成则仍是历劫因缘中事。 《伦家经》经文中对于如来藏概念另有一段讨论如下。 佛言,大会,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 大会,如来印证等觉,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诸具意, 说如来藏,未令于夫离无我不,说无分别,无影像处如来藏门, 未来,现在诸菩萨摩赫萨,不应于此执着于我。 大会,譬如陶师于尼具中,以人工,水藏,轮神方便做种种气, 如来一耳,与远离一切分别相无我法中, 以种种智慧方便善巧,或说如来藏,或说未无我, 种种名字各个差别。 大会,我说如来藏,未设着我诸外道众, 令离望见入三解脱,素得正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故诸佛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 若欲离于外道见者,应知无我如来藏意。 此经文中说,不应于此执着于我,若欲离于外道见者, 应知无我如来藏意,此即是对于如来藏概念之作为自正境界之奇象之时, 时事依去除人法诸之之修正历程, 因此切勿已有此如来藏而转位执着有我之意, 不只有我并非无我,而是无有我执之我, 无我执且无法执之我即是, 自正圣至境界, 此依成佛境界中诸时清境皆无差别, 无论我佛他佛皆无差别, 十九,此时已无我之意是, 亦不执着亦如来藏概念, 故,应知无我如来藏意。 并非自己又否定有此一如来藏, 而是在修正境界中要求远离对此一境界的执着。 5. 佛,步入,涅槃,观念的知识意义。 涅槃,概念也是, 人家经,文中屡屡处级的重要概念, 涅槃,自是依果位概念, 实际上是成佛运动中之中去目标, 即指指最高境界状态者, 然而因大臣知识之发展历程, 对于最终境界之陈述乃有着新的知识意义上的转进, 因此对于涅槃, 果位之对待亦有新的表述方式。 人家经,经文中数集, 佛不住涅槃,涅槃不住佛, 二十,步入涅槃, 等意,其实是将,涅槃, 概念当作一修正主体之自我以为之圆满状态, 此一自我以为之圆满状态, 却可能是尚未正至最终境界之状态, 依据大臣精神中之三圣一圣之观念而言, 身文, 原觉诚实只为一修正者之自我以为之圆满状态, 其实皆是为之就近清净的状态, 因此不以佛称之, 因此修正者不应于此入涅槃, 此事,伦家经,言于不入涅槃观念之一意, 另有一意者即为佛境界本身之作用, 如果以,涅槃,概念即为最终圆满状态而言, 佛境界当然就是涅槃之最终状态, 佛即真入涅槃者, 然而,大臣精神中之佛概念却是一家持菩萨, 旧度众生之绝对智者, 因其已无一切仁我法之, 因此亦无一涅槃向之可入可证之意在者, 此集, 金刚经, 经文言于, 无有意法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者, 故而言其, 佛不住涅槃, 涅槃不住佛, 不入涅槃, 参见其言, 复赐, 大会, 此中一产提何故于解脱中不生欲乐? 大会, 已舍一切善根故, 为无始众生起愿故, 云何舍一切善根? 慰望菩萨藏, 言此非随顺气经调福解脱之说, 做事与时, 善根息断步入涅槃, 云何为无始众生起愿? 慰诸菩萨以本愿方便, 愿一切众生息入涅槃, 若已众生为涅槃者, 我终不入。 此亦注一产提去, 此事无涅槃种性向。 大会菩萨言, 世尊, 此中何者必竟步入涅槃? 佛言, 大会, 彼菩萨一产提, 知一切法本来涅槃, 毕竟步入, 非舍善根? 何以故? 舍善根一产提, 以佛为利固, 或食善根生, 所以者何? 佛于一切众生无舍时故, 是故菩萨一产提步入涅槃。 伦家经, 页九十八 以上经文中所讨论到的, 彼菩萨一产提, 知一切法本来涅槃, 毕竟步入, 非舍善根。 大臣菩萨因之一切法本来清净, 为救度众生之愿利固, 将进行永不止息的救度活动, 因此无有止息, 止息是, 涅槃, 之一意, 大臣菩萨因不止息, 因此, 不入涅槃。 实际上, 入涅槃, 已是其果位, 其已, 入涅槃, 指其不单止于自我以为之圆满境界, 并且仍在活动, 因此, 不明涅槃, 所以又称其为一, 毕竟不入, 涅槃, 者, 此欲, 舍善根一产提, 者不同, 舍善根一产提, 即作尽无见恶业之余昧众生, 但却仍有入涅槃之可能, 此意可能性依于众生之如来藏藏时本来清净之理论意而永有成佛之可能, 亦依于诸佛必然救度众生之愿力而永有其成佛机缘, 成佛即入涅槃, 所以, 舍善根一产提, 并非毕竟不入涅槃者, 当然, 当, 舍善根一产提, 因佛力救度而正成佛之时, 亦因之永无必竟涅槃向之可入, 故而亦将, 必竟不入涅槃, 由以上之讨论中可以建出大乘观念中对于涅槃, 概念时具多重其异性, 有指其唯一自我已为之圆满状态的, 静态状态意义的涅槃义, 此即旨在阿罗汉, 声闻, 原觉等修正者所自我以为的最高境界状态, 对于此一状态, 大乘精神中之佛果位者将在于加持而不使其入此涅槃之中, 实际上即是认为根本没有此一阶次之中级涅槃境界在者, 另又有指真正大乘成佛境界之圆满状态意之涅槃者, 此即排除上位境至最高境界的阿罗汉, 声闻, 原觉等位皆之涅槃意者, 然而此一意义下之涅槃状态却不是一止息不动, 单于自乐之境界状态, 而是一积极见动, 救度众生的觉智者状态, 故而说其不入涅槃之时之涅槃意者乃止一字单不动之涅槃意者, 大乘精神中之涅槃, 概念之其异性, 浮动性由此可见一般, 二十一 六, 声闻, 原觉, 菩萨三圣一成观念的知识意义, 伦家经, 欲提一圣成佛观念, 即为成佛果位止此一位, 非有三位, 说三圣仍是为一成成佛观而说, 说三圣只是重新界定早期经典中之成佛果位之境界意义, 但说其人有不忠就处, 终究之成佛果位者仍是空性智慧的实践者, 只是大乘经典对于最终空性智慧境界有新的意义要求, 此一意义之解说即需转至宇宙论知识意义向下来说明才得完备, 即对于最高修正主体真正的存在状态进行知识说明, 并由此而得以清除说明被大乘精神只为成就果位不足之声闻, 原觉成之存在状态, 人家经, 以人法二空, 便亦生死之断境, 本习之静静等为标准, 此即从修正者之宇宙论意义之主体存在现象中之心时染静状态 在未判断, 判断前此之修正者仍有其在主体心时之不静静之状态中, 故而不应以之为就静果位, 而人应继续修习, 以达主体心时最终完全静静为止, 即达最终意义之成佛静者, 为达最终清静境界之佛果位的修正者会自以为 以达至最终境界, 因而单乐于此境界之法乐之中, 如此寂灭三魅乐中, 声闻原觉执着涅槃希求自乐, 二十二, 声闻原觉这三魅乐事故于终身涅槃响, 二十三, 如其言, 复赐, 大会, 声闻成有二种差别相, 所谓自正圣至书胜相, 分别执着自信相, 云和自正圣至书胜相, 为民见苦, 空, 无常无我诸地境界, 离欲寄灭故, 于运界处若自若共外部坏相, 如实乐之, 故心住一境, 住一境以, 或禅解脱三魅道果, 而得出离, 住自正圣至境界乐, 为离习气及不思义便亦死, 是名声闻成自正圣至境界相, 菩萨摩赫萨虽亦得此圣至境界, 以怜悯众生故, 本愿所持故, 不正寂灭门及三魅乐, 诸菩萨摩赫萨于此自正圣至乐中, 不应修学。 伦家经, 夜八十八 大会摆佛言, 世尊, 何故说有三圣, 不说一成。 佛言, 大会, 声闻, 原觉, 无字盘涅盘法故, 我说一成以彼但依如来所说, 调浮远离, 如是修行而得解脱, 自所得, 又彼未能除灭至障即夜习气, 未觉法无我, 未明不思义便亦死, 是故我说以为三圣。 若彼能除一切过席, 绝法无我, 于无漏界而得绝物以, 事实乃离三魅所罪, 于出世上上无漏界中修诸功德, 普世满足, 或不思义自在法身。 伦佳经, 页173, 174, 此禅定境界固然仍是一境界, 然非最终境界, 此境界约为菩萨时的境界中之五, 六诸的, 二十四, 诸的差异以主体心时染境程度未界未地, 伦佳经, 则明确指出此一差异之表现形式, 即是主体存在状态之是否虽正仁我空却未正法我空, 是否仁住便一生死之中而不自觉之, 是否未能断尽无始劫以来的本来习性, 现在虽不起现实执着, 却仍有本习未尽, 此意即法我之之即智障之障, 此些主体存在状态皆是诸的菩萨之, 施细为心时杂染之状态, 伦佳经, 认为必须彻底正立二五, 我及人法二空者才是最终清静境界, 也才是最终成佛者, 因此诸臣之概念意义乃是暂时性的使用而已, 在大乘精神中仍只有成佛一臣而已, 7、第一意义即自正圣至境界, 概念的知识意义, 伦佳经, 全文中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应该就是, 自正圣至境界, 伦佳经, 几乎不论在哪一条论迈迈络之下最后都会说到此一概念, 自正圣至境界, 即是修正主体在清静为上将自信展现的境界状态, 此即修正的终点目标, 它其实就是成佛境界, 然而因为它是众生修行的终点目标, 因此说谓自正圣至境界, 圣至境界是自正之结果, 此即武法中之如如, 此一概念之提出, 当然是就着修正者的活动而提出的, 修正者一路去除人法二职, 复旧度众生而步入涅槃, 则能忠诚, 自正圣至境界。 然而经文中一说, 声文, 亦有此, 自正圣至境界, 则显然, 自正圣至境界, 亦有多重其义, 此一概念亦如, 涅槃, 概念之有多义者, 关键即在, 自正圣至境界, 原止一修正而达至最高清静境界状态者, 然修正者因其不觉而有错把位至最高之境界当位最高之境界, 因此单于此一自已为之自正境界者, 须排除声文, 原觉, 即为静静诸的菩萨之自正圣至境界, 之后之最终境界才是佛果位意义之自正圣至境界。 伦家经, 以自正圣至境界, 概念说成佛果位是有其深意的, 此即, 圣至境界, 本在, 主体自正, 之中之意, 此即佛不在外求乃在自正之意, 成佛在自正, 不在概念意理之知性认识, 知性认识是知识性活动, 自正则是功夫之实作, 功夫之实作是作用在主体的心实意境中, 因此佛法之事之认知之根本目的是在实证, 此即, 伦家经, 另一重要观念的意义所在, 即, 伦家经, 中之意, 第一意, 概念说此, 自正圣至境界, 之意者, 参见其言, 大会复言, 世尊, 为言语是第一意, 为所说是第一意, 佛告大会, 非言语是, 亦非所说, 何以故, 第一意者, 是圣乐处, 因言而入, 非即是言, 第一意者是圣至内自正境, 非言语分别致敬, 言语分别不能显示, 大会, 言语者其灭动摇斩转因缘生, 若斩转怨生, 于第一意不能显示, 第一意者, 无字他乡, 言语有乡不能显示, 第一意者但为字心, 种种外想西皆无有, 言语分别不能显示, 事故, 大会, 应当远离言语分别, 伦家经, 页124, 第一意, 者即是一, 境界, 而非一, 言说, 言说佛法的有多种经论, 教义, 命题, 知识之铺陈, 但是无论如何演绎皆仍非真实, 第一意, 者, 真实, 第一意, 即功夫实证之成就者, 实证之而达至, 自证甚至境界, 才是言说佛法之, 第一意, 其他一切佛法观念皆非, 第一意, 此意义及, 伦家经, 经文之另一重点观念之言说因缘, 及其对于, 言说佛法, 与, 实践佛法, 之区分之诸多说法者, 以下数之, 八, 语言之事与修正活动的分别, 伦家经, 对于大量的经典文字, 在成佛运动中的作用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主要是对于修正者依经学义知事业的提醒, 提醒修正者在经书的文字语言之学习过程中, 文字语言是一回事, 实际的修正是另一回事, 甚至语言文字对于真实修正境界的描写, 随著作者与读者间的差异是会有误解的情形的, 因此更应重视实际修正的活动, 不要被文字所过度的限制。 文字作为陈述意理的媒介, 意理是陈述者自己的境界, 文字只是意有效的媒介, 媒介有时会失效, 此时即需回反至陈述者的境界本身, 而不是舍弃陈述者而迁就只是媒介物的文字系统。 即应意意不一语者, 离文字与言虚妄分别, 二十五, 一切言说多于文字, 亦则不多, 离有离无故, 无声无体故。 诸法自信离文字故, 二十六, 另见其言。 二十, 大会菩萨摩赫萨, 先受罗婆那王请, 复知菩萨众慧之心, 即观未来一切众生, 皆惜乐者语言文字, 随言取义, 而深迷惑, 只取二圣外道之行。 伦佳经, 夜三十六, 大会, 诸修多罗随顺一切众生心说, 而非真实在于言中, 譬如扬艳狂惑诸寿, 令生水相, 而时无水, 众经所说亦复如是, 随诸与夫字所分别, 令生欢喜, 非皆显示甚至正处真实之法。 大会, 应随顺意, 莫者言说, 伦佳经, 夜十一三, 佛言, 大会, 语者所谓分别习气而为其因, 依于喉舌唇恶齿腐而出种种因生文字, 相对谈说, 是名为语, 云和谓义, 菩萨摩赫萨诸独移境处, 以文思修会思维观察, 向涅槃道自治境界转诸习气, 行于诸的种种形香, 是名为语。 对于这样的观念, 伦佳经, 甚至还建立了专有术语来称说, 即, 宗趣法相, 即, 言说法相, 者, 前者时及修正主体的自己的境界, 后者及修正主体之言说文字, 后学者当然应该借由经论文字之教法情于修习, 这是, 言说法相, 的一路, 但是所谓的修习就是主体自己的真实实践, 这是, 宗趣法相, 的另一路, 显见, 伦佳经, 对于文字本身与实践活动的差异是极有警觉的, 这一个差异, 伦佳经, 也以, 如实法, 即, 言说法, 表述之, 言说法, 是方便教化的方法, 随时取义, 如实法, 则是实在的修正经验本身, 是, 自觉甚至所行境界, 经中言此二法皆为菩萨当学者, 实际上即是提醒修正者故应一文一而修, 但更重要的是要真实实修, 参见其言, 佛言, 大会, 一切二圣即诸菩萨, 有二种宗法相, 何等为二, 为宗去法相, 言说法相, 宗去法相者, 为自所正书胜之相, 离于文字与言分别, 入无漏界, 成字的形, 超过一切不正思觉, 浮摩外道, 深智会光, 是名宗去法相, 言说法相者, 为说九部种种教法, 离于一意, 有无等相, 以巧方便随众身心, 令入此法, 是名言说法相, 辱及诸菩萨当情修学, 伦家经, 与一百九十五, 佛言, 地听, 当为如说, 大会, 三世如来有二种法, 为言说法即如实法, 言说法者, 为随众身心, 为说种种诸方便教, 如实法者, 为修行者于心所现, 离诸分别不多一意, 具不具品, 超度一切心, 意, 意识, 于自觉甚至所行境界, 离诸因缘相应见相, 一切外道, 声闻, 原觉, 堕二编者, 所不能知, 事名如实法, 此二种法, 辱及诸菩萨摩喝萨当善修学, 伦家经, 页215, 实际上以上两套概念在四卷本, 伦家经, 终极为同一套概念, 即是, 说通, 与, 宗通, 者, 说通即, 言说法, 言说法相, 宗通, 即, 如实法, 宗去法相, 者, 宗通, 与, 说通, 的分别方式一般较为流通, 世人多习此说, 九, 素食功德的知识意义, 伦家经, 中明讲修正者应素食不应食肉, 理由是, 一切猪肉有无量元, 一切猪肉皆是精血污秽所成, 求清净人, 云和取食, 食肉者身体秀慧, 以食肉雇一切障碍不得成就, 食肉与杀同罪, 二十七, 显然经文中将食肉与成佛功德兼建立了强烈的关系, 作者认为, 从人存有者是食肉时之角度而言, 这确实是一个欲望的执着, 因当形成胀道因缘, 所关切的问题是, 每一个肉身众生对于自己的肉身的执着是在何种程度以何方式依随心时之流转而置入轮回中, 这个问题就是食肉者和被食者间的业力因缘问题, 这是一个人体宇宙学的问题, 是一个宇宙论进入的真实知识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修正活动的知识需要而言可以深究也可以不深究, 作者认为, 这个深究的动作是不会发生在迷惘众生的生命状态中的, 而是必须在有一定程度的禅定三昧的修正者的自身感知中, 所以对于一般人间修正者而言, 智慧的态度就是接受素食观念, 至于素食之后对于自己身心及业力的影响问题则可不深究, 因为这是修正者自己在生死轮回中的境界提升时自然会察觉的, 当然这是对于接受佛教知识而进行生命活动的佛教信仰者才可能的, 信佛者接受即是。 五,小节 伦家经,经义众多, 本文所讨论者只为作者所认为之重要问题, 就其中所言之, 自正圣至境界, 第一意,宗趣法相, 如实法, 诸概念者确实极为中国禅宗精神主旨所在, 中国禅宗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无论如何时已奠基于, 伦家经, 经义中, 此极义主体实践的精神强调。 本文之作, 讨论了, 伦家经, 经文中的若干重要知识, 此一工作意义, 在于呈现个别概念命体与整体理论体系的义理关联, 亦有助于厘清中国大乘佛学表现在, 伦家经, 经文中的特有要义风貌。 本文集暂结于此。 参考书目。 印顺, 印度佛教思想史, 正文出版社1993年4月5版。 印顺, 中国禅宗史, 正文出版社1992年10月2版。 吕敦, 印度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7月出版。 吕敦, 中国佛学员刘略奖, 李仁书局1998年1月出版。 吴辱军, 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 文经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杨慧南, 佛教思想发展史论, 东大图书1993年6月出版。 杨慧南, 禅史与禅思, 东大图书1995年4月出版。 赖永海誓义, 伦佳经, 佛光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南淮景, 伦佳大义经事, 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1月14版。 以本文首先为参加华泛大学主办, 第十二届国际佛教教育文化研讨会, 而作, 会议日期, 2002年7月6日至9日, 地点, 华泛大学。 后经修改投稿华泛人文学报, 修订版完成于2003年6月22日。 2、作者杜宝瑞, 现职华泛大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1993年台湾大学哲学博士, 专攻中国哲学, 并有个人网站, 杜宝瑞的中国哲学教室。 HTTP帽号双斜线, Triple W H F U E Do T W 斜线, Til the board U I 斜线。 3、关于中国大乘佛学的理论研究, 作者曾撰文探讨若干课题, 并始终对准佛教哲学真理观之正理的方向进行探究, 本文之作意为此一工作目标之一进程。 参见作者网站 杜宝瑞, 2002年3月2日至3日 小于大臣大义张探究大于 现代佛教学会2002年年会 佛教研究的沉传与创新学术研讨会 台湾师大宗和大楼 杜宝瑞, 2001年09月28日 小于摩喝止观的实践方法探究大于 华泛大学天台学会主办 杜宝瑞, 2000年5月27日至28日 小于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于 第四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 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 台北华泛园地 杜宝瑞, 1999年7月, 小于照论中的班若思维大于 第十一届国际佛教教育文化研讨会 台北华泛大学 华泛大学举办 杜宝瑞, 1999年5月, 小于永绝缘贤缘禅辟如道之基本哲学问题 探究大于海峡两岸当代禅学学术研讨会 嘉义南华管理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杜宝瑞, 1997年12月, 小于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大于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北京九七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北大东方系主办 杜宝瑞, 1997年07月, 小于禅学方法论 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大于 新世纪新世界学术论文研讨会 台北中国青年团结会主办 杜宝瑞, 1996年01月, 小于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检讨大于 佛光山宗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 高雄佛光山佛光大学主办 杜宝瑞, 1995年07月, 小于谈经的功夫哲学大于 禅宇管理研讨会台北华泛大学 华泛人文科技学院主办 4、本书为赖永海示意, 伦家经, 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画版, 台湾佛光出版社, 1996年8月出版。 此一版本在使用上极为方便, 索引佛经缘点及便于茶茶, 更有注解语意便于协助理解, 是以使用之为引文出处, 以下引文皆以此书畏惧。 5、赖永海言, 义理方面较前两本更准确, 完备, 文字之表述也更加通畅, 流利, 受到佛教界的一致肯定和推崇, 或曰此一本, 文夫畅而亦昭然, 指使后来, 力不劳而功必备, 当时称谓大辈, 伦家经, 叶四。 另有批评意见, 至于唐义, 毛病在于增添文字以求畅达, 但一经增添, 有时便容易误导读者, 谭希永, 伦家经导读, 台北, 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9年4月出版, 页三八。 六, 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 境界论, 四者, 即是作者所认为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透过这四方架构, 即可将中国如是道三学的整个哲学体系完备的建构起来, 相关讨论参见作者网站, 杜宝瑞的中国哲学教室, HTTP帽号双斜线, Triple W H F U E Do T W 斜线, Til the board U I 斜线, 或捉住,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9年08月, 基本哲学问题,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0年08月, 七, 这适应顺法师对于大乘佛学分析说的界定, 参见, 印度佛教思想史, 八, 杜宝瑞, 1998年8月, 小于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新与发展大于台北哲学杂志, 第25期, 夜914年11月5, 九, 伦家经, 经文中所说法, 皆是针对以具相当境界的大菩萨而说的, 参见, 如是我闻, 一时佛驻大海滨摩罗耶山顶人家城中, 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聚, 其诸菩萨摩赫萨西以通达五法三性, 诸实无我, 善知境界自心献意, 游戏无量自在三昧神通诸力, 随众身心献种种形, 方便调福, 一切诸佛守冠其顶, 皆从种种诸佛国土而来词汇, 大会菩萨摩赫萨为其上手, 伦佳经, 页二一, 十, 一般禅学史典集皆记载达摩祖诗以四卷本, 伦佳经, 传世, 我观憾的, 唯有词经, 二者一行, 自得度世, 不论这个说法的史实性如何, 伦佳经, 始终是会能以前禅宗传法的重要经论, 甚且被称为, 伦佳宗, 参见, 洪修平者, 中国禅学思想史, 台北文经出版社, 1994年4月出版, 十一, 参见, 伦佳经, 佛言, 大会, 三性, 八十集二五我息入五法, 大会, 声闻, 原觉, 菩萨, 如来自正圣至诸地位次, 一切佛法息皆设入此五法中, 此五重法, 三性, 八十, 二五我, 一切佛法普皆设境, 叶二七三, 二七四, 十二, 伦佳经, 叶四十四, 十三, 另参见其他经文, 大会, 如是分别, 如应舍离, 舍离此意, 说迹竞法, 断一切杀诸外道见, 竞法无我, 入远行的, 成就无量自在三昧, 或一生生, 如幻三昧, 立通自在, 皆悉俱足, 犹如大地溥义群生, 叶一百六十六, 十四, 大臣起信论, 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画版, 潇洒富士义, 台北佛光出版社, 二零零一年七月出版四刷, 叶一三八, 十五, 参见, 杜宝瑞,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小于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于, 第四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 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 台北华泛园地, 杜宝瑞, 2002年7月, 小于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于, 浦门学报第十期, 页177月177月222, 16, 人家经, 页265, 17, 人家经, 页284, 18, 人家经, 页266, 19, 人家经, 经文中一言佛与诸佛之无差别相, 参见其言, 佛言, 大会, 如来应证等觉一四平等秘密一故, 于大众中作如是言, 我于习十座居留孙佛居纳寒慕尼佛家业佛, 云何为四? 所谓自平等, 与平等, 身平等, 法平等, 云何自平等, 为我名佛, 一切如来亦名为佛, 佛名无别, 是为自等, 云何与平等, 为我做六十四种梵音生语, 一切如来亦做此语, 加灵平加梵音生性, 不增不减, 无有差别, 是名语等, 云何身平等, 为我与诸佛, 法身色相及随行好等无差别, 除为调浮种种众身, 现随类身, 是为身等, 云何法平等, 为我与诸佛, 皆痛症得三十七种菩提分法, 世卫法等, 世故如来印证等觉, 于大众中作如是说, 伦佳经, 页一百八十六, 二十, 伦佳经, 页五十一, 二十一, 大臣涅槃概念的奇异性及浮动性在揪摩罗时所者之, 大臣大义章, 中义以术集, 参见, 杜宝瑞, 2002年3月2日至3日小于大臣大义章探究大于, 现代佛教学会2002年年会, 佛教研究的沉传与创新学术研讨会, 台湾诗大宗和大楼, 二十二, 伦佳经, 页两百八十五, 二十三, 伦佳经, 页两百五十七, 二十四, 参见其言, 大会, 云和之事声闻成种姓, 为若文说于运界处自相, 共相, 若知若正举身毛术, 心乐修习, 于缘起相不乐观察, 应知此事声闻成种姓, 比于自成见所正义, 于五, 六的断烦恼结, 不断烦恼习, 诸不思一死, 正狮子后言, 我身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伴, 不受后有, 修习仁无我, 乃至生于的涅盘觉。 伦家经, 夜九十六, 二十五, 伦家经, 夜两百一十一, 二十六, 伦家经, 夜两百四十, 二十七, 伦家经, 夜两百九十九至三百零四, The Study of the Buddhist Knowledge in Lankavatara Sutra Abstract The knowledge of the Buddhist theory was widely spread on too many sutras, And each of them has their own main theoretical concern. On the appearance different sutras maintain different theories. But in fact different theor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united theoretical system. This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the way of the Buddhist study. Therefore there must have a way to do this study. The author tries to provide an analytical structure t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ndividual knowledge appeared on each separated sutra, And try to integrate the separated knowledge into a united theoretical system. In order to open this study the author starts to interpret the individual sutra, as important knowledge in the way of analyzing its statement, as meaning and theoretical connection.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focus on one Mahayana Sutra to tell its important knowledge. The Lankavatara Sutr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tras in Chinese and Buddhist school. There were really many important Buddhist theories presented in i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knowledg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five Dharma, wu fa. The Sagittagatagarbha, The highest wise, The self-evident confines, The self-evident confines, Body by mind, E-shen-shen, And the idea of, Buddha will necessarily confirm the Bodhisattva become another Buddha in the future, 佛必为菩萨加持, Three vehicles become one, 三圣一成, Buddha never stay in Nirvana, 佛不入涅槃, The benefit of the vegetarian, 素食功德, Buddhist learning through the way of direct practice or theoretical construct, 宗通与说通, Keywords Lankavatara Sutra, Tathagatagarbha, Bodhisattva, Vegetarian, Zen School, 3250-601-572-OK9-Text-HTML-29-Friday, 26November-2015.50分12秒, GMT-27203-486-IFT-495-114-BB8-CD-00003-HEITS-5601-57,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器,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首页, 向上, 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度计文味道如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 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 谈经的功夫哲学, 慧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 永绝原贤原禅辟如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偶译秩序沟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 档案下载,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景德传登录, 中禅宗公案的比较研究, 以, The Knowledge of the Theory of Perfect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Zen School, 华泛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巴, 如爱, 摘要, 本文藉由, 景德传登录, 中的若干功案位材料, 探究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首先指出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关键问题, 即再提出解释模型, 解释模型应该是作品本身的推证系统, 协助各家真理官提供必然性的知识依据, 但是此一知识之简证, 却必须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正成。 这个正成的活动, 便是一个功夫操作与境界展现的实际事物, 境界哲学的知识架构中, 即有一部分是在讨论及说明这个正成活动, 在禅宗宗门的教学活动中, 正是借由有正良的禅师, 直接在教学中锻炼学习者, 直接提升学习者的主体境界, 这种对于真理的直接实证的活动, 正是境界哲学中最具生命力与挑战性的知识部分。 本文一将借由, 景德传登录, 若干禅宗方案之解析已说明之。 关键词, 方法论境界哲学禅宗景德传登录。 一,前言。 作者向来从事中国哲学之研究, 就哲学比较课题而言, 如是道三学之一理系统之如何建构, 如何证成, 如何辩证, 以及熟是熟非之问题实时萦绕于心, 作者认为, 从哲学研究进入而言, 对准三教之真理观命题, 提出共用的解释模型, 完成三教的自证成立的内部系统之后, 就着系统所预设的世界观及价值命题之差异来进行比较时, 才有刨根究底的真理辨证之效果。 在这个理论工程正式启动之前, 学术活动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个共用的解释模型的建构之上, 作者曾提出, 宇宙本体功夫境界, 四方架构以说明此一解释模型, 其中, 境界哲学, 一向实为最具挑战性及最难知识化的部分, 如学史在阳明后学中即进入境界哲学的高峰, 佛学史在禅宗哲学中亦进入境界哲学的高峰, 唯有将此一境界哲学之知识架构予以澄清, 才有中国哲学方法论解释体系的真正完成, 而禅宗宗门中的教学活动即是此一境界哲学的丰富题材, 本文之探究及预介由, 景德传登录, 中之公案记录进行知识解析, 并由此更深入一步的建构, 境界哲学, 的工作模式。 作为中国哲学方法论之研究者, 作者以为, 方法论作为解释架构就必须进行文本解释, 方法论甚且应该在文本解释的实战经验中实时修正, 扩充使其更具普遍性、抽象性及更扩大其解释适用性, 在, 境界哲学, 的解释架构中, 应有文本解读案例以正其作为解释架构之实效性, 正其作为以中国哲学方法论之解释架构之确实有用性, 本文以禅宗语录为解读案例即为此意。 二, 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知识意义。 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诠释工作中, 哲学工作者始终在面对的难题即是中国哲学的, 哲学化工程, 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所谓, 哲学化工程, 即是针对中国哲学的知识特性而予以, 理论化, 的建构之知识工程。 二, 当我们承认中国哲学叙述意涵中式确实有知识存在时, 我们就有权利对于此一知识系统进行, 理论化建构之哲学工程, 此一哲学工程之核心任务即是, 理论化, 之, 所谓, 理论化, 之即是, 体系化, 之, 所谓, 体系化, 之即是对于, 知识命题之真理性正程工作, 去架构一推振系统, 此一, 推振系统, 基本上已经存在于中国哲学作品之内, 因此此一架构工程事实上只是一体系化还原之揭露工程, 然而此一, 推振系统, 在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心中却有着各自表述之诸多其异性在, 三, 因此制定一, 推振系统, 的理论工作本身却也成为了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程的核心课题, 因此也就成为中国哲学始终的当代中国哲学创造工程本身。 针对中国哲学的知识特性而建构的推振系统, 首先必须是传统中国哲学作品中的独特的寄存的思考方式之揭露, 所谓的思考方式即是对于所主张之真理的解说模式, 然而解说模式与简证方法应该是两回事, 所谓的简证方法应该是经验性的简证, 是在经验中得有实证的操作活动中予以简证的, 而解说模式则只是一表述工程, 表述活动中有一清晰的表述理路, 此一表述理路以及唯一思考模式, 此一思考模式以及那传统中国哲学中之独特的寄存的思考方式, 此一思考模式以及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真正可以用力的探寻, 并予以清晰的架构之的推证系统。 此一推证系统亦有所谓的简证活动, 然而此一简证活动则只是一理论性的思辨活动, 此一理论性的思辨活动即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活动, 此一活动已清晰的架构出中国哲学真理观的知识表述模式即观点推证系统, 为内涵因此它的简证意义即是在于是否清晰及医治及完备之知识形式的思辨性检查工作中。 此一推证系统既然只是一表述意义之知识架构, 于是此一系统之简证即无所谓真理性与否之真辨, 所真者只是表述架构之适用与否。 于是否有蓝系统, 木宗三系统, 劳斯光系统等等, 思考模式, 知真辨即无庸真意其符合真理与否, 而无宁是真辨其是否更准确地说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思考模式, 此一集一, 诠释方式, 知真辨, 对于, 中国哲学的诠释工作, 知真即是,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知真, 中国哲学方法论, 即是探究中国哲学的思考方法的哲学理论, 即是对于那独特的, 寄存的, 传统中国哲学知识架构, 的, 推证系统, 的说明, 对于此一, 推证系统, 使用不当者即不能准确陈述即全是中国哲学的真理性命题, 更因而不能提供在经验上简证中国哲学真理性命题的, 简证方法, 因此此一, 推证系统, 的研究与建构当然是当代中国哲学的, 首要工作, 此一工作之顺利进行又当然必须建立在对于中国哲学知识特性的清楚理解上。 中国哲学中的如是道三学的知识特性即是提出理想的人生之道, 从而指导人心进行智慧的生活, 真理性命题的问题亦是即是世界的真相及人生的意义, 由世界的真相以说出人生的意义, 由人生的意义以说出理想的生活方式及自我改进之道。 针对这样的真理性命题而建立说明此一真理观之必然如此的知识体系, 此一知识体系及其推证系统, 以及其说明真理的思考模式, 此一模式之完成即完成在使此一真理命题成为一系统内的必然, 此一系统内的必然却不能保证其经验上的必然, 经验上的必然必须在经验上的实证中完成。 然而确定其在经验上的完成之功成义是一复杂的事件, 是一方面有着清楚的知识而知其已然完成, 另方面有着真实之能力而却知其已符合此知识, 此即庄子所说之,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小于大宗师大于。 此一真知之确定即此一确定之简证即在一真实之活动中完成, 针对此一真实之活动之认识, 这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意味一特有之知识项目, 此一知识皆表现在一实证活动之记录中, 此一实证活动所记录者意有多亿, 此一多亿性及本文以下要提出的, 境界哲学的知识架构所欲追究的。 三,建立一个境界哲学的知识架构。 建立中国哲学方法论,即是建立一解说中国哲学真理性命题的解说架构, 它当然一方面即是中国传统哲学作品本身的思考模式, 它另一方面即是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造的重点工作。 它之所以是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造的重点工作, 是因为中国哲学传统知识架构的特殊性使然。 这个特殊性使得中国哲学在它的当代意义中因着 与西方哲学的知识特性的参照比较下而凸显其重要性。 这个参照与比较的活动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中西哲学的整个真理性命题所预设的问题意识之差异。 作者无意在此提出一笼统性的针对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的简单描绘, 但是作者必须提出中国哲学的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是说明人生的意义, 以及提出理想的生活方式之知识。 针对这样的问题,就者所主张的应然性的价值命题,提出推证系统已在系统内保证其真。 当然此一推证系统必然是以穷究整体存在界的姿态而论说未易普遍的真理, 由于各家皆以普遍真理的姿态表述,此时即出现因着各家系统之差异而有的比较与简正的课题。 各家系统之差异其实是表现在最终知识预设上的差异, 及其世界观知识与本体时相观念之差异上, 而不是表现在表述系统上表述系统, 甚且是如是到各家彼此学习, 并且在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所建构的全解系统中是各家一致的, 一致的是说建立一套同时全解如是到各家的推证系统, 于是那些架构在同一表述系统中的各家真理观命题即有了差异及比较的可能, 而实践者即有了经由实践而实证之并简证之的事业在者。 对于此一推证真理命题之知识系统的思考模式, 作者即以宇宙本体功夫境界的四方架构,说之。 六,由于作者在过去的理论活动中已针对此一思考模式做过多次陈述, 此处即不再进行论说。 本文之于《中国哲学方法论》、 问题之论说将集中于前述所谓之《境界哲学》的知识架构问题上, 特别是要针对那个在经验的实证中印证及简证了真理性命题的真实活动问题上。 就《境界哲学》的知识架构而言, 首先它是一套陈述理想人生的知识系统, 特别是陈述人存有着在从不完美的生活方式经由培训而达至完美之后的状态陈述, 此一完美的理想人生境界之陈述是需要知识系统的说明的, 如是道三学阶提出理想完美的人格境界的知识, 此一知识即是境界哲学之直接内涵, 此一知识内涵的陈述是依据于世界观的知识及本体实乡的观念而确立的, 于是境界哲学集成了宇宙论知识及本体论观念的在人存有者身上的直接落实, 由宇宙论及本体论说境界知识即是一系统内部的一致性推证工程之一。 境界哲学的知识陈述是陈述在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知识说明上, 此一陈述从本体论来是要陈述实践主体的心理活动的内涵, 此即是一般所谓心性论哲学的意义之一。 若从宇宙论进入来说时, 即是陈述实践主体的身体状态以及世界结构的知识意义, 此即主体的身体能力与此事或他事的世界说明, 道教的神仙世界及佛教的彼岸知识即出现于此一脉络中。 境界是就着主体在修正之后的身心状态而说着, 至于主体的修正活动, 这就是另一个知识系统的功成了, 此即功夫哲学之知识之所为者。 做功夫达境界, 有真实之功夫实践才有真实之境界达至, 功夫知实践是需要知识引导的, 功夫知实践的知识引导即是就着理想人格的本体论观念与宇宙论知识所提供的操作依据, 本体论的实相观念说明心理活动的意志其向, 宇宙论的知识说明身体活动的阶段性变化知识, 活动都是身心两路一起进行的, 功夫意识本体宇宙同有作用的, 功夫达至境界, 功夫哲学与境界哲学一而二, 二而一, 两在并起。 说功夫时是说功夫的知识, 但是做功夫时就已经是主体的境界展现了, 主体依着功夫的知识而做着境界的呈显, 境界一旦呈显, 此一即是如是道三学之真理性命题的在境界上的实证, 此一实证一即是意理论上的真实简证, 此一简证的功成时是完成在主体的活动中, 而不是完成在体系的一致中, 体系的一致是作为一套人生哲学理论的应然性意志的知识说明, 但是境界的呈显才更是作为一套人生哲学理论的实然性真理的经验落实。 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知识建构在怎么完备与一致, 都还只是一套知识体系, 它只是在观念预设的知识体系内部进行推证活动,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预设的观念与知识本身之如何是意实然之事实上, 此一使其实然之正成即为一真实境界之成显之身心事业工程。 理论内部的正成只是完成一套体系一致的知识工程, 只是一在系统内之正成, 而非一在经验中之正成, 经验中之正成即主体之功夫实践即境界成显。 此一正成亦有一之实意义的吊诡, 即当三教的实践者都正成了自己的真理观时, 此时即将出现相对性的真理观, 此一现象之发生是因为三教各有不同的世界观所致, 事实上三教也是在各自所认定的世界观范围内实证了各自的真理性命题, 各自的真理在各自的世界观念中有效, 不同的世界观又预设了不同的主体之能以知此真理。 因此世界观的差异以及理想国土的知识差异变成唯一永远不可能跨越的知识鸿沟, 无此世界观者亦不能开发此一知能, 亦永不可能认识之而应证之。 在此,我们也只能呼吁三教可以在世界观的知识认知问题上保持一开放性的立场, 如此即可以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上有着彼此学习的空间在, 从而对最终唯一真理观的理性要求这个问题, 才可以因着主体自己的开放性的实践而有了新的认识, 一极如是道三种进入的功夫实践及境界沉显的主体活动可以多图并行, 一一印证, 如此才有可能在理论活动之外对于各家系统有真实的感知, 如此一来则对于哲学史上的严密的三教内部的一致性理论体系的建构, 就可以将知识为认识三教思考模式的知识学习活动, 而不必及执守于熟真首尾之理论真意及坚实信仰之意志灌注中。 在境界沉显的实识活动中, 必有属于境界哲学本身知识研说的多种形态在, 第一,就着本体论的观念与宇宙论的知识来研说主体的境界状态, 此是一四方架构中的境界哲学知识陈述, 第二,就着主体的活动叙述活动中的实况, 此是一主体境界的沉显记录, 此是对于实作的方式的真知的展现。 第三,就着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以印证境界知识向进行陈述, 此是一教学活动中的记录, 亦是对他人诗与锻炼的实作之真知。 其中的第一项陈述是哲学体系中式, 而第二项及第三项却是实证活动中式, 是一世而非止一理, 此事当然是呈现此理, 此事之成不呈现此理即决定于主体对此理的把握之真切与否, 把握之真切与否只掌握在主体自身的理解中, 主体之此一呈现即印证即教学活动皆为, 境界哲学中之最具生命力最具经验性最具已是正理的知识部分。 本文对景德传登录之探究即为欲针对此第二项及第三项之境界哲学知识项目进行解说。 此外,本文中之, 境界哲学, 意思指的是一个哲学一题, 一个题目, 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而不是一个关于某家某派的哲学形态的特色之主张。 目宗三先生已道佛两家是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九, 而儒家是时有形态的形上学。 此一说法中, 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成为一个主张, 一个判断, 这就不是本文中对于, 境界哲学, 一词的使用意义。 本文中的, 境界哲学, 是一个题目, 如是道三家都有, 境界哲学, 那些在哲学体系中说明得道者境界, 说明最理想完美人格等知识项目及是各家的, 境界哲学, 的知识内涵, 如是道皆追求理想人格, 故而皆有各家世界观标准及价值判对意见下的, 境界哲学, 只是各家意见不一而已, 如家圣人, 道教神仙, 佛教菩萨皆为各自体系内的最理想完美人格, 由于各家世界观知识不一, 本体实乡的价值命体有别, 因此, 理想人格, 的实作方式, 展现状态就当然不同, 境界哲学, 及融受此种种知识陈述及观念辨证的理论基地, 境界哲学, 是一个题目, 不是一个答案, 这个题目大家有各自的答案, 一个境界各自表述。 四,禅宗哲学的知识形态。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 宗派的特色不在理论的建构而在实践的活动, 时, 宗派中人的所有活动即皆因为意依着佛教哲学知识命题的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中所透露的知识及皆为实践之之, 旧者实践的活动说真理性命题的依据是一项, 旧者实践的当下状态说此时的实践方式是一项, 旧者主体的互动当下使对方实践的教学记录又是一项, 旧者实对方实践的教学活动的实践方式的分类解析一项。 以上诸相皆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中的实证事业, 作者即以, 境界哲学, 为主体以收拢之, 并尝试依据禅宗宗派人物的实证活动中的诸种层次而建立之实类型, 此一知识类型的建构工程当然不可能即在本文中一次完成, 而是另一长远的理论工程之起点。 就禅宗实践活动中的知识陈述而言, 上有一级重要的要点, 此集禅宗的功夫活动主要是依据于本体实乡的观念而进行着所谓的, 心性功夫, 作者即称之为,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 此当然一级哲学史上的, 本体功夫, 的概念, 十一, 说禅宗是做本体功夫的意思 并不是说禅宗不做宇宙论进入的功夫, 实际上佛教哲学体系中的一切功夫应该皆是本体功夫, 所谓, 宇宙论进入的功夫, 其实是功夫活动中的宇宙论意义之知识说明, 真正在主体的活动中知识像者只是本体功夫, 即心理锻炼的活动, 宇宙论的知识是这个本体功夫所伴随的现象的知识说明, 此一级禅宗宗门于佛教哲学中的重要建树, 故而禅宗师弟子间的功夫活动与境界对阳皆位在心理层面上的事业, 而无有论及身体知能知识者, 所谓, 无有论及, 是不当作重要事物来论述, 而非不知有此事物。 佛教世界观以实变活动陈述整体存在界, 整体存在界或为主体的意识结构或为主体的意识结果, 宇宙世界意味以意识的结果, 意识的染境决定主体的境界高下, 境界的高下以意识染境一路说时是本体论进路的言说, 已存在的结构及居止的世界的状态说时是宇宙论进路的言说, 功夫活动中的主体必有境界的力皆升降之士, 主体的境界皆次得以主体的心理意境之染境程度区分, 此一区分是轴心的区分, 主体的境界皆次以得以主体的身体智能及居止国土的轻着大小区分, 此却是一知识的伴随的说明, 宇宙论进路的身体智能及出入国土的知识说明是说明主体心识境界所伴随的现象状态, 是主体的心识境界决定主体的身体智能及国土世界, 不是主体的身体国土决定主体的心识境界, 是心识的染境决定了相应的存在现象, 不是存在现象决定心识染境, 存在现象定可改变, 但是是主体心识的转变而改变了存在的现象, 转时成智, 的活动中伴随了主体的力阶升级知识业, 此力阶升级知识业以宇宙论进路的身体智能及居止国土的现象陈述将更见具体。 就禅宗宗派中的师门教学活动而言, 则谨守心识进化之一路, 掌握关键的修正心药, 呈现本体功夫的操作智慧, 成就无数的正量禅师, 禅师之有正量时, 必然伴随有身体智能的提升, 并且获得生命境界的开展, 然而此一部分的资讯在禅门中皆未被当成主要事业来大肆渲染, 实际上, 如有佛教宗派团体以身体智能进入为主要的修炼活动的话, 这就一定是违背佛教真理观的智慧原则, 其所成就的境界, 必然不是佛教所追求的境界。 禅宗宗派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宝藏, 主要即是在本体功夫上的操作活动的丰富记录中, 它当然也展现了若干种不同的活动层次, 以下集借由《景德传登录》中的公案解析, 以承说此一时政活动中的诸种活动层次的知识内涵。 以下本文将借由《景德传登录》中的若干公案进行, 境界哲学, 的实作方式之知识意义之解析, 公案中所述者为禅师弟子间的对话, 此一对话当有记载上的出入, 但当对话经过编辑整理之后所形成的教本就是一种新的创作, 它展现了编作者的禅学程度, 它提供了编作者的禅学观, 就在这个意义上, 它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直接对象。 以下作者景引述则已作为解析的案例, 至于全面的建立与陆知识类型的工作, 则尚非本文所可谓者。 小于菩提达摩大于帝问曰, 正即位以来,造四,写经,杜森,不可圣计, 有何功德,施曰,并无功德,帝曰, 何以无功德,施曰,此但仁天小果, 有漏之音,如隐随行,虽有非识,帝曰, 如何是真功德? 达曰,静至妙缘,体自空济,如是功德, 不以试求,帝又问,如何是圣地第一意? 施曰,阔然无甚,帝曰,对证者谁,施曰,不识。 十二 本文是一流传圣广的达摩与梁武帝的对话, 对话的重点在凸显真正学佛的实践活动是不能这相的, 这也是,金刚经,经文中的要求,即,不助相不失, 者,本文集在问答之际,由达摩展现了,不助相不失,的实作方式, 此外,亦展现了,否定一切定法,即,无我法,的实作方式, 体显示了一般的学习者只掌握了佛教不失精神的表面形式者者者者者者。 首先,帝问曰,正即位以来,造四,写经,杜森,不可圣计,有何功德? 武帝的问题显示了一般的学习者只掌握了佛教不失精神的表面形式, 做了这许多事情,当然是有功德的, 但是如果相较于佛境界本身的话, 这本来就是佛必然救度众生中的如来本愿行, 因此并不会在内心的世界中对于这样的行为有所挂心, 纪念,甚至产生兴奋,骄傲的感受, 所以对于学习者学习不失活动的法门, 教学者要教导他要以,无相境界,做,不助功夫, 因此达摩当下以要求的口吻真切的说出, 并无功德。 此诗如果学习者当下理解,无相境界, 则以领悟大法而将顶礼而泄, 只是当时梁武帝四位领悟,继续问道, 何以无功德? 接下来达摩的回答就是一个正常的知识上的回应 并于以价值上的判断, 此但仁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行,虽有非识, 因为一般的行善事业自然会有他的正常福报, 只不过因为行者的心量有限, 清净心时净时退, 因着心时中仁有的职者, 在佛教世界观中, 主体境界的深境仁只在仁天世界之内, 尚不能超出三界的束缚, 学习者的学习目标还硬在于提升, 不可只以此为满足, 就那个最高境界而言, 此种有相不失实事, 并无功德, 的,如果却有高境界的功德, 那定是因为学习者的心境中能及在行不失行中即达至, 并无功德, 的境界。 达摩时是以最高成佛境的实作方式在展现学佛精神, 对于五弟没有任何个人性的批判, 展现佛境与学习者时本来如此。 接下来的五弟的问题与达摩的回答中 由于对于情境描绘的文字折磨不多, 我们很难判断五弟的领悟程度, 但是我们仍可明白见出达摩所示的成佛境界的实作方式之展现状态。 五弟问曰,如何是真功德? 达摩达曰, 静至妙缘, 体自空济, 如是功德, 不以事求, 这是说在世间法中的任何有相功德是一回事, 真正成佛境的境界一切行止只是如其本来而已, 体自空济, 之中是不做任何多余的功德意识的。 五弟又问, 如何是圣地第一役? 五弟应该是理解到达摩所传递的是一个极高明的清净心法, 因此如此提问, 而达摩也确实是在传递那个高明的心法, 佛法中是有圣地, 但是在心形实作中是不要有圣俗诸地之分别心的, 因此回答说, 阔然无圣, 学习者主体心境中对于最高智慧心法的把握就是破除一切二法执着, 即便是连自己正在进行最高心法这件事情的执着也要破除, 不取法义不取非法, 更硬行, 无我法。 五弟似乎在理解上未能跟上, 只一昧在自我意识中构作, 不解我像, 人像, 众生相诛像虚妄, 正是入迷执着之事, 居然狠狠地问说, 对正者谁? 这是直接冲击教学者的提法, 达摩一无功德, 二无圣地, 或许根本是各不学无数之人, 殊不知达摩始终在清净心形的境界中实作着主体的功夫, 实际地展现着, 无相境界, 因此也回答说, 不实。 不实即是不执着自我虚妄的存在事件, 相较于最高正佛境而言, 人间世中的生命历程只是一个等待结构的事件而已, 如此不真, 则又何须定名, 任何名相知定位都是多余与虚妄, 此即, 无我观, 无我, 即是去除那人在虚妄现象世界中的我执。 小于菩提达摩大于光曰, 诸佛法应可得闻乎, 诗曰, 诸佛法应, 匪从仁得, 光曰, 我心为您, 起师与安, 诗曰, 将心来, 与汝安, 曰, 密心了不可得, 诗曰, 我与汝安心静。 本文中学习者与教学者的第一段问答是一个正常的知识性的问答, 学习者问, 诸佛法应可得闻乎, 教学者答, 诸佛法应, 匪从仁得, 诸佛法应当然从诸佛中得, 诸佛提出法应即是要给众生来的, 所以一般学习者即可得之, 但是一般众生之所以可得, 却是需要实做功夫之后方可得之, 此一得之并非只一之事上的听闻之之, 而是心形中的实有境界, 达摩禅法对于指论之见而不实在行政之学习是否定的, 因此欲的法应, 即直接在心形中做着成佛者的功夫即是, 故而法应, 匪从仁的。 在学习者的第二个问题中, 教学者就不再是提出一个知识上的答案来给予回答, 而是直接进行一个作用在学习者身上的锻炼活动, 学习者问曰, 我心为您, 启师于安, 学佛即是学成智者, 智者心中无有忧虑, 恐怖, 悔恨, 痛苦, 这些情绪都是佛教世界观中所见的虚妄人生中的真实现象, 人生中是充满了种种之痛苦的, 然而这些痛苦却是因为对于生命真相的不了解并过于执着所致者, 假如能在自己的心境中对于一切欲求的需要皆与放下而不止取, 那么痛苦自然消失, 并且能以智慧者的能力而帮助他人免于痛苦。 面对着这个学习者的大灾问, 教学者不再从知识的说明上来回答了, 他当下进行了一个对于学习者的实践活动的要求, 要求他要, 将心来, 语入安。 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学习者把自己的心理意识中的种种境界进行一次逐一的清查, 有智慧的人就会发现, 实际上没有哪一种心态中的执着情势是绝对的非如此不可的, 那些在主体心理状态中的种种感受。 如果经过这样的检查之后, 学习者便可以发现那个本来在忧虑、恐惧中的心理因素, 因着他们的本不绝对、不永恒、不必然性而终究不是心性的真正本质。 此时这个学习者即回应的说, 密心了不可得。 既然那些情实直染的虚妄心时已经被认识为虚妄而非本质, 学习者继续经营此一心境, 这就是学佛境界的展现, 于是教学者目的已答, 我语入安心境。 小于森灿大于有沙弥道信, 年始十四, 来礼施曰, 愿和尚慈悲, 起于解脱法门, 施曰, 谁妇辱, 曰, 无人妇, 施曰, 何更求解脱乎, 信于言下大悟, 福老九仔。 这一段公案问答的基本格式与基本意理与前一段是一致的, 问答的主题定在解脱束缚上, 束缚指的是心理中的放不下的困扰事件, 其实都是主体自己的执迷的结果, 主体之迷惑因为执着而来, 在任何事件上的执着即会导致对于其他事件的排斥, 对于主体欲求中的种种事件之间的彼此排斥现象当然会造成主体的迷惑, 迷惑因而愁出不前不知所措, 学习者此时提问, 愿和尚慈悲, 起于解脱法门, 由于束缚皆因自直而来, 如能自己解消执着束缚自解, 于是教学者当下对着学习者进行一项实作的活动, 即要求学习者自己探求造成束缚的因素何在, 谁妇辱, 事实上一切造成束缚的因素都来自主体自己的构作, 学习者当下领悟并非在人际之间的是非对错是迷惘的本因, 而是主体自己对于人际间的是非对错有了执着, 而不能如其本来还其亲近, 既然一切的根本是自己的执着, 因此只要自己亲近了就不会再受到他人的影响了, 所以学习者便领悟到, 无人父, 既已有此领悟, 以后的功课就是自己继续亲近即是, 不把职者拿起来, 那就不会迷惘已至有束缚之感, 于是教学者便只出约, 何更求解脱乎。 此时学习者便已完全明白了, 信于言下大悟, 扶老九仔。 小于法荣大于唐征观中, 四祖摇观气象, 知彼山有其意之人。 乃公自寻访, 问四僧, 此间有道人否, 曰, 出家而那个不是道人, 曰, 阿那个是道人, 僧无对。 别僧云, 此去山中十里序, 有依懒容, 见人不起, 义不合掌, 莫是道人, 祖遂入山, 见诗端坐自若, 曾摩所顾。 祖问曰, 在此做什么, 诗曰, 观心, 祖曰, 观世何人? 心事何物? 诗无对, 便起做理。 诗曰, 大德高期何所, 祖曰, 凭道不觉所致, 或东或西, 诗曰, 海时道信禅师否? 曰, 何以问他? 诗曰, 向德滋酒, 记忆礼业, 曰, 道信禅师, 平道事也? 诗曰, 应何将此? 祖曰, 特来相访, 莫更有宴席之处否? 诗之后面云, 别有小安, 遂隐祖至安所。 绕安为见虎狼之类, 祖乃举两手作布式。 诗曰, 由有这个个在, 诗曰, 诗来见什么? 诗无对。 少选, 诗却于诗验作时尚书以佛, 字, 诗读之悚然。 诗曰, 由有这个在, 诗未小, 乃姬首, 请说真要。 本文真正的重点是在最后的一段对话中, 教学者透过动作及语言对于学习者进行刺激, 然后从学习者的反应模式中再进行锻炼, 首先到信禅师拜访法荣禅师, 法荣带领道信到一较为僻静的处所, 却见周围有野兽围绕, 道信就故意做出一惊骇, 恐惧的举动, 这其实是一个心法锻炼的影子, 只待法荣禅师发语评论, 然后道信即要针对这个评论进行清净心形的锻炼, 果然,法荣禅师有了反应, 而说,有有这个在, 意思就是说您这位得到的大禅师看了野兽应该不惊, 步步才对, 怎么还会有这种经步的表情动作呢? 对于道信而言, 关键就在法荣的这个反应上, 道信其实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法荣领悟真正的禅境事件一切事项不起分别心的道理, 法荣事件道信的动作变出与批评, 显见定境不足, 道信即开口道, 是来见什么? 意思是说你刚才其实就是起了分别心, 那么你应该反省一下, 在你所看到的我的动作中, 究竟你刚才起了怎样的念头, 那些你批评别人的念头其实就是你自己还在值着的事情, 对于道信的这个反问, 法荣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是无对。 道信再度把握教学机缘, 少选, 祖阙于诗验作时尚书以佛, 自, 诗读之悚然, 道信的这个动作就是要让法荣学习到真正入佛境界者事件一切相不起分别心者, 即便是写了一个, 佛, 字又有什么了不起, 学习者没有那个境界就算是书佛, 拜佛, 礼佛, 赐血血经都是无用, 现在我写了一个佛字, 佛心佛行本来就是僧人日日所行之平常事, 大可不必有任何反应的, 所以就借着法荣的这个反应当下反问回去说, 有有这个在。 这个, 就是那个分别心, 习法荣为物。 诗为小, 乃鸡首, 请说真要, 本文中之语言对白并不是在做知识交代, 而是在做话头接引, 接上之后要做教育指导, 指导学习者时时刻刻不起分别心才是真功夫, 真境界。 小鱼马祖大鱼邓尹尹词诗, 诗云, 什么处去, 队云, 石头去, 诗云, 石头路滑, 队云, 干木随身, 逢长作戏, 便去。 才到石头, 急绕缠床一扎, 正希医生, 问, 是何宗旨, 石头云, 苍天。 苍天。 尹封无语, 却回举似于诗, 诗云, 如更去, 见他道, 苍天, 如便须须。 尹封又去石头, 一依前问, 是何宗旨, 石头乃须须, 尹封又无语。 归来, 诗云, 向如道, 石头路滑。 本文藉由一位得道禅师的语言使用, 展现, 不二法门, 的石做方式, 文中之石头西千集是那个深得不二法门的得道禅师, 学习者首先表示要去理见石头, 其实都是怀抱印证星气的意思在, 邓尹封词诗, 诗云, 什么处去, 对云, 石头去, 由于马祖禅师深知两者的境界差异, 便告诫学习者说, 石头路滑, 一集石头禅师的语言易近高远, 准确且深刻, 学习者稍有二念及被刺伤, 此时学习者依然信心满闷地说, 干目随身, 逢场作戏, 一集对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是极有信心的, 便去, 踩到石头, 急绕蝉床衣扎, 正吸一声, 问, 是何宗旨? 学习者这样的举动只是一种抄袭的表态, 这是抄袭勇家玄绝禅师初见六祖时的故作威仪, 一到石头禅堂即以拷问者姿态促人见性, 事实上, 一切禅师兼之语言对答皆为一当下心境师舍的对应, 当下之电光时闪都是一种创造, 任何后学者可以作为教材在知识上学习刊物, 却不能在生活上以重负的方式气欲振兴, 学习者以为此提一出石头禅师即必须以正佛洞见语以解读而言语一番, 无奈石头禅师见此伎俩只是小而把戏, 你要我到极是依着香, 你目前的心态正在等待着任何的语言, 然而正佛心境却是一步起分别之主体境界, 因此必然是一步可言说的意味, 既然不可言说, 我就只能呼喊, 苍天! 苍天! 一集我是无语问苍天的, 当石头如此一呼号, 学习者应机敏不到位, 故不知是何意, 隐风无语, 却回举似于诗, 诗云, 如更去, 见他道, 苍天! 如便虚虚, 学习者回家告诉自己的老师, 马祖之石头之意, 苍天! 苍天! 都还多说了, 根本就可以不说, 于是交了学习者一招, 即是当石头在说, 苍天! 时! 你就以! 虚虚! 是其多言, 隐风又去石头, 一依前问, 是何宗旨, 石头乃虚虚, 隐风又无语。 归来, 诗云, 象如道, 石头路滑。 此意马祖生之, 石头义之, 为学习者不知, 于是本来要带去的招式反被石头用掉了, 石头对于不二法门的机敏便捷如此。 本文中主要语言的运用完全是意境的展现, 展现实践主体在不起分别时应如何时做的方式。 小于照周从颜念大于森问, 如何是佛? 诗云, 殿礼地, 森云, 殿礼者岂不是尼堪塑像? 诗, 诗, 森云, 如何是佛? 诗云, 殿礼地, 森云, 学人弥媚, 其诗指示, 诗云, 吃粥也未, 森云, 吃粥也, 诗云, 喜波去, 其森忽然醒悟。 本文集是在问答之际直接进行功夫锻炼的教学活动, 此一教学活动并不是就着禅学知识之教学, 而是对学习者的主体境界进行提升的锻炼, 此时为意识症活动的本身。 学习者提出, 如何是佛? 的知识性问题, 站在禅宗的修行立场上来看, 对于一位出家僧人的此一提问, 时事无需提问且不应提问知识者, 既已未出家僧人, 应已在知识上却知佛性为何, 即应直接学做成佛知识, 更应实时于心境修为中准确守住, 金刚经, 的, 无相境界, 即, 不助功夫, 十三, 以及会能的, 无念功夫, 十四, 学习者不知, 仍进行知识性提问, 于是教学者即不再从事知识性回答, 而是从事直接锻炼的实证活动, 是佛者, 即是一时时不起分别心的心境清净者, 因者心理的清净, 无相, 即不住, 于是一切是佛, 不起分别中意一切不是佛, 总之是在新型活动中不去执着任一事件, 于是对于, 如何是佛, 的问题及答位, 殿里的。 以及在不起分别心的状态中, 那个佛殿里的佛像本来就是形象上的佛, 因此他也就是佛了。 然而学习者未能领悟, 还自以为是地变称, 殿里者岂不是尼堪塑像? 这就是一个分别心的升起, 为了打破这个分别心, 教学者气欲借由简单认识来突破这个分别心, 于是就回答说, 是, 由于学习者心中执着人在, 以为既然只是尼堵雕像, 那还, 如何是佛? 教学者见其一团见起, 理性的冲突有助于智慧的开解, 于是对于这个只是尼堵雕像的佛又再度提起, 你问如何是佛吗? 好, 还是这个, 殿里的。 此时这个学习者明确的知道了教学者是在考验他的智慧领悟能力, 而不是在做知识性的回答工作, 但是自己又尚未领悟那学佛境界的不起分别的境界, 只好坦诚, 学人迷媚, 其诗指示, 教学者此时既然已经堵住了学习者从知识性的进路来学佛的活动, 为了让学习者放下分别心, 让他回归单纯的生活态度, 便要他在单纯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心理清净的意味, 于是便简单地问说, 吃粥也味。 如果学习者的智慧领悟当下清醒, 则这个不相干的生活问题应该已经有机会让他理解不起分别的学佛活动即是一简单生活的态度, 那么他就会当下顶礼解施而去, 或是另提依一样不相干的话头表示心中对于任何事件不住执着, 但显然此一学习者尚未领悟, 似乎人以为教学者是在提出一个真实的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便还直喇喇地回答说, 吃粥也。 教学者见其人未领悟, 既然吃过饭了, 那就去洗碗吧, 洗波去。 此时对于这个学习者而言, 这个吃饭洗碗的简单事件跟如何是佛,有何干系? 为何教学者在这个学佛知识的大哉问中屡屡提起? 事实上教学者就是就着这个大哉问的真实实践一指而进行着直接锻炼的启发式教学活动, 启发学习者只要保持自己的心实清净, 不起分别,不住执着, 那就是正在进行着无念的功夫, 终于,其身忽然醒悟。 本文中之教学者并不进行知识意义的回答, 而是进行锻炼意义的扭转工作, 所以这个回答本身是一个训练意义的实践活动, 这个活动将可以使学习者直接进入体会佛性清净的心理境界中, 这是一个知识的使用, 而不是一个知识的说明。 六,小节。 禅宗语录公案的表现形式上有多种, 本文之简单案例只能作为, 境界哲学,使用方式的若干应用, 尚不足以竞权地展示禅宗师们境界交流互动的总体知识, 然而以境界交流互动升降的进入研议禅宗语录应未易准确的研究进入, 同时将得以使中国哲学中的境界哲学, 一路获得更为充分的开展。 本文暂节于此。 以本文为参加南华大学举办之第三届比较哲学学术研讨会而作, 会议日期为2002年5月22日星期三, 会议地点为嘉义南华大学陈军馆334会议室。 本文出稿于2002年5月13日星期一完成。 二、中国哲学的知识特性除少数如明家、 墨家之纯粹属于认识论问题之外, 其余如,是,到三家之知识特性皆为针对理想人生的课题而作出的世界观及修养论知识体系者。 三、作者一指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张黛年、 穆宗三、劳斯光等学者的推证系统中之诸多奇异观点者。 四、简正必须在经验中进行是因为中国哲学之所述皆为人生智慧, 而人生智慧当然是落实在现实生活中的, 因此任意真理系统如如是到各家之所远者当然必须要能够在经验中实证之、实证之及检验之。 五、世界观知识及宇宇宙论知识。 宇宇宇宇宇宙论知识是一经验现象世界的知识陈述, 因此它的知识性格是一客观的知识概念, 然而本体时相观念的知识性格却是一主观的意义判断, 因此我们在陈述宇宇宙论知识时即称之为知识, 而在陈述本体论观念时即称之为观念。 六、参见杜宝瑞, 二零零零零年六月, 小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大于辅大哲学论集第三十三期, 页六十三、九十二。 七、劳斯光先生使用心性论, 十集有益本体论进入的主体境界意涵者在。 参见,劳斯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 台北三明书局出版。 八、作者此处所指知世界观特别是指设那些关于存在世界的客观知识问题, 例如人死后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神仙的世界,有没有鬼神存在,有没有净土,有没有尽虚空变法界的佛等等问题。 九、参见, 穆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 十、参见, 杜宝瑞,小于惠能的《无念功夫大于台北哲学》杂志第三十六期, 夜四十-七万五千两百一年。 作者于该文中对于禅宗哲学的知识定位做了明确的陈述, 主指即在禅宗示意强调做功夫的佛教宗派, 因此禅宗哲学所呈现的知识即皆为在实践活动中的实证之之。 十一, 关于本体功夫的观念意义, 参见, 赖永海者, 佛学与儒学, 台北洋志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四月出版, 夜二六一, 小于, 本体功夫, 与, 顿悟见性, 大于。 十二, 以下引文参见, 景德传登陆, 中国佛教经典精选白画版, 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一九九七年四月出版。 本文引文揭出自此, 以下不再加注。 十三,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大于台北华泛大学第六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二零零二年五月四日五日。 十四, 关于会能无念功夫之义, 参见桌座, 同住时, 三千两百六, 一三九, 四一六二OK 九text斜线HTML 二十九 Friday, 二十六November 二千零一十五点五十分十二秒 GMT 二十八二零三, 四八三转二二零九八, 四百九十五一一四BB八CD 00003 Heights 6139-416,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首页, 向上, 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杜济文味道如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 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 谈经的功夫哲学, 慧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 永绝原贤原禅辟如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偶异秩序沟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 档案下载, 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摘要。 中国禅宗, 它的整个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宗旨, 就是一个成佛运动的操作活动与操作方法的理论探讨, 也就是整个中国禅宗的宗派活动就显现为禅师们的功夫实践与实践功夫的理论探讨上, 这个理论的探讨又可惜分为三, 其一为建构一种心性论中心的功夫理论, 本文将称之为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之理论建构, 这是贯串整个禅宗哲学史的探讨主题, 所有禅师们的论述性作品都可汇入这一个思维重心之中才来理解。 其二为这种形态的功夫操持的实际记录, 由记录中体会这种形态的功夫理论的操作实意, 这是南宗禅特别发挥的重点。 其三为在南宗禅丰富的接引经验中所制式化的建构起来的功夫路径之类型分析学。 本文将讨论禅宗功夫哲学的这三个层面。 主要将提出,本体论进入的禅门功夫仍有其世界观的实际在, 这是有别于扬明心学的功夫理论形态的。 此外,文字记录下的禅门师弟子间功夫传授的真实意涵, 就是一个境界转换的功夫活动之实际。 至于接引法门的智式化程式的观念解析, 则是一种纯粹思辨兴趣的概念之解的理性活动, 是与禅门功夫要求的距离最远的学佛功课。 前言。 本文对禅宗哲学的讨论, 是在一个中国哲学整体研究的方法检讨的进入中来进行的是。 对于中国哲学的功夫理论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使用尝试, 期望由功夫理论的问题意识的揭漏与追问, 尝试提出解读禅宗哲学的新的工作眼光。 一,禅宗功夫哲学的三种研究层面。 禅宗宗门的理论与实践, 从达摩乙将的伦家师到南能北秀以至南宗禅五加七宗的多方分。 话,其实显现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多种风貌, 虽然我们总提的以功夫哲学说之,但仁的作出。 内在的区分,才能显其一理的精确。 首先,我们要先定位中国禅宗在佛教史上及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特征的方法, 就是指出。 禅宗是以强调做功夫及其功夫方法的特色而为其特征的, 禅宗的强调做功夫,反映出了。 佛学理论整个的是一个解决人生问题的功夫理论的实际, 这是同于中国哲学如道两家作为哲。 学理论形态的共同特征的一面。 但是禅宗宗师们所做的功夫就大大地语如道两家路数不同了。 的,这个路数的不同就要借由其功夫理论的研究进入中来检索了。 禅宗宗师们为了强调做功夫所发展的功夫理论, 基本上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就位。 这种形态的功夫实践的理论基础做观念的建构, 而他们所提出的就是一套以心性功夫为宗本。 的功夫理论,我们则将以,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称说之。 但是由于禅宗宗师自达摩以降。 就是以强调实作功夫为主的宗派, 所以他们的心性本体功夫的观念建构在整个大乘佛学的哲。 理开发上,谈不上有什么创建, 基本上可以说只是将大乘佛教的本体论哲学的基本命题转换。 为是功夫理论的基本哲学问题中的命题主张而已, 其中有精彩之处,是对这种心性功夫的性。 面所显现的功夫气魄,如黄波西韵禅师说, 道在心物,岂在言说,言说只是话同蒙耳。 一致于他们的功夫理论的真有创获之处, 应是在于这种功夫心法的实际操持中的真实意境之。 展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层次的文字记录所显现的理论形态特征之重点。 那就是缠门。 师弟子兼彼此印星接引的公案内容, 但是公案永远必须是当机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接引印星的活动, 只不过被记录了下来, 事故已落入研究的话就是离了题的。 当然如果要对公案进行研究, 也就产生了第三种缠门功夫哲学的研究进入, 以及智识性接引机制的探讨,此及灵迹。 宗的,四廖简,二,四兵主,三,四兆用,四,曹洞宗的,五位君臣说,五,等,这是一种存。 翠丝变性的形式哲学,它当然也还是禅门功夫哲学, 只不过就禅宗宗派立场而言,我们认为, 它是最远离达摩,会能精神的一种进入。 以下我们先从第一个层次的禅宗功夫哲学开始讨论。 二,禅宗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禅宗师们的这种大乘佛学形态的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此处。 我们认为有两个重点是要说明的, 第一,为什么是心性论中心的。 第二,如何的语如道功夫。 做区别。 我们曾经指出,功夫理论的一理根据在于表述在形上学世界观中的观点, 它可以有。 两种主要的论述形态, 其一为宇宙论进入的, 其二为本体论进入的。 六, 我们就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角度来看, 禅宗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特质集在于它的主要。 形式是一种功夫哲学的中心, 当然任何的功夫哲学都不能是空头的功夫哲学, 它其实是并合于形上学的一组整体表现形态之一个角度, 是由存有着功夫活动的进程去彰显哲学体系的积运的进入, 而禅宗功夫哲学的立足点则是行上学问题中的本体论哲学, 以及是一种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向来讨论禅宗功夫理论的重点是以, 心性说, 来称述, 例如大陆社科院哲学所蒙培原教授及说, 中国佛教的真正代表是禅宗, 中国佛教心性论最后完成于禅宗。 它在中国心性史上的影响, 远非其他各宗所及。 7. 以下我们就要讨论如何以, 心性说, 的理解来建立禅宗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首先, 心与性, 这两个哲学概念范畴本来就是人存有着的本体概念, 所以也有赖永海。 教授以, 本体功夫, 称说之道。 随着大乘佛教把真如, 实相, 如来藏, 佛性我本体化, 本体论的思维方法逐渐成为。 大乘佛教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法。 中国佛教就思维方法说, 主要是大乘佛教的。 思维方法, 以及本体论的思维方法。 8. 如果说, 中国禅宗的思想大药可以用极心极佛, 顿悟见性八个字加以概括的话。 那么, 不论是极心极佛, 还是顿悟见性, 都是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为其。 最后的根据。 9. 赖教授提出, 本体论的思维方法, 我们认为这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亦是或基本概念范。 仇的理清是极有贡献的, 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 大乘佛教整个的是一个, 修行理论, 所以, 说它是, 本体论的思维方法, 时, 更可以说它是个,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这就是把乙。 基本哲学问题亦是为众心的研究方法融贯地运用了起来。 由于, 本体论思维方式, 的认识范畴之提出, 使得赖教授得以特出地获得讨论阳明功夫。 学与禅宗功夫学的新眼光。 其言, 王阳明的修养方法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深受禅宗修行方法的影响, 此中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两种修行方法都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而本体功夫,正如王阳明所说的, 遗物尽透。 这句话可视为是对于两修行方法的点睛之笔。 十。 王阳明所受的禅宗影响是明确的, 但阳明不极为禅, 这是因为阳明仍是儒家的世界观。 即使两者都是本体功夫, 但这只是功夫形式的相同, 至于功夫的内容, 也就是本体的意涵。 却是差异的, 这是如禅之别, 我们后文将再提到。 本体功夫, 以我们的语研究称之为,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这样的工作方式, 九。 是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所提出的一个, 哲学基本范畴, 的转向, 我们是以一个, 基。 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认识进入, 来取代, 以哲学概念范畴为主的认识进入, 在这个理解进入, 的转向之后, 则更易于我们解读禅宗功夫哲学的形态特殊性。 那就是必须要将, 基本哲学问, 提议是中的宇宙论哲学与本体论哲学, 的观念建构, 会入功夫理论的研究进入中, 来并同的。 认识这禅宗哲学的研究进程。 所谓的, 心性说, 即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 哲学概念范畴为主的认识进入, 这在,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意义乃是在于提出一个传统哲学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的概念范畴。 学术解, 发现, 当秦汉时代的理论思维集中在, 天, 地, 宇宙, 的哲学问题意识中, 而未尽随堂的理。 论家们则集中在, 本体, 的哲学问题意识中来讨论时, 原来先秦也罢, 贯穿两汉随堂也罢。 更且是在宋元明代之中, 中国哲学原来都是一个最终归像关于心语性的问题意识的探讨根发。 言的哲学活动, 心性说才是中国哲学真精神的结缺的, 这就是, 心性说, 的思维要点。 十一, 而我, 们认为, 心性说, 的提出在哲学研究方法的眼光中来看, 就是一种, 概念范畴的研究进入。 而我们所说的, 哲学基本范畴的转向, 即是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上企图将, 概念范畴, 的理解方式转向成为, 基本哲学问题, 的理解方式。 我们认为, 心与性是人存有者的活动。 主体, 心, 即本质属性, 性, 不论是从人存有者的本质属性的角度言谈它的活动奇象。 以性说性, 或是从它的活动方式去意识它的性格定位, 以心说性, 这两路的理论进程都。 是关于功夫活动的理论建构, 它们都是人存有者的活动, 都是人的修养活动, 我们把它放在。 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中来全解释, 就是, 功夫理论, 而且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因, 为它是核性说心, 性是本体, 所以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如果是核气说心的话, 那就是, 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十二, 基于上述所说, 我们即将指出, 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工作方式中, 中国禅宗星星说的, 义理建构, 是以, 概念范畴, 研究法下的认识进入, 而我们要提出的,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的认识进入即将禅宗星星说置入,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的架构中来认识, 而这样的全, 试方式, 将有助于我们将禅宗哲学至于一个更广大的中国哲学的视野中来研究与认识, 这当, 然是一个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进程而言, 将是更有发展前, 力的做法, 三, 同时在宇宙论与本体论观念中来理解的功夫理论, 中国哲学的功夫活动的理论建构不一定都只是, 心性说, 为忠心的, 也就是说功夫理论。 不一定都只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我们认为谈功夫理论是中国哲学的上下纵贯的问题主。 轴, 但谈心性论, 也就是谈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却不一定是主轴。 当然, 我们绝对认为禅。 宗哲学确实是谈心性论的, 不过是他在谈本体功夫时早已预设了整个佛教哲学的世界观, 所。 以一个五蕴机具的存有者在功夫发用过程中的宇宙论进入意义的功夫理论之存在, 更是一个。 理论存在的前提, 也就是说, 因为佛教哲学上有宇宙论进入的功夫活动在, 所以禅宗的本体。 功夫其实已预设着宇宙论进入的功夫意义在。 只要功夫操作者用对了本体功夫, 那个宇宙论。 进入的功夫效用自然是存在的。 说它是心性论中心是说这个功夫主要是做在心上的, 说它是本体论进入的是说它是以持。 手般若智慧未修持内容的功夫法门, 这就是为什么禅宗的功夫会是心性论中心的。 一个心性。 论中心的功夫理论, 它还是可以显现为极多差异个别的理论形态的, 这就要从它的心性本体的内涵中去追究了, 也就是它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中去追究的, 但是,哲学理论中并没有独立。 的本体论, 因为本体论与宇宙论两者都是形上学世界观中的最基本形态的哲学问题, 都是认和一套哲学理论要追究的问题, 所以一个本体论命题的建立必然是预设在一定的宇宙论观点之内的一理建构。 所以一套以心性本体为进入的功夫理论是一定要交代其身体宇宙在功夫操。 做中的理论意义的, 所以那个胃会能所强调胃不是根本露术的禅定活动, 便又因为它是任何禅师修行功夫中的真实活动, 而成为禅宗功夫哲学中必然要追究的问题了。 这时候, 心性功夫的实意就要同时在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基本命题中来了解的, 也就是要以整个哲学理论的行。 上学世界观来了解的, 而就在这个认识的进入中, 一个心性主体所开显的自我境界状态就冲。 闷了分别其功夫露术的要紧的了。 四, 简别如佛得由世界观之别意味入境。 就禅宗哲学而言, 这个世界观的预设从达摩, 二入四行说, 十三, 中的, 随缘形, 抱缘形。 等观念终极的建出, 其说显现了佛教因果轮回世界观中人存有者的生命活动如何锦受着业力。 的牵引拘束, 因而欲追求理想的人生便必须将生命的业力因缘予以了结, 随缘及抱冤及此了。 结的法门, 这个功夫的法门首先是一种心理的态度, 其次进入内在心性的功夫修为, 实对着。 生活周遭的零零总总, 展现在人际情境的真实对待中, 最终产生种种世界互动的现实效果。 终于整体的改变而提升了人存有者的生命境界, 这已经是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共同效果了。 我, 们有此意的见出, 禅宗绝对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佛教世界观下的功夫哲学系统, 也就是预设了生死轮回的生命宇宙观的哲学系统, 因此它的功夫思想就是一个面对缘起的世界及轮回的生命的解脱的修行活动。 参见其言, 云和报冤行。 为修道人,若受苦时, 当自念言我从往习无数节中弃本从莫流浪诛。 有, 多其冤增, 为害无限。 今虽无犯, 是我素殃, 恶业果熟, 非天非人所能见语, 干。 心忍受, 都无渊素。 而随缘行者, 众生无我, 并愿业所转, 苦乐其受, 皆从缘。 生。 若得圣报荣誉等事, 那是我过去素殷所感。 今方得知, 缘尽还无, 何喜之有, 的。 师从缘, 心无增减, 喜风不动, 明顺于道。 事故说言随缘行。 十四。 而儒者则是面对一个道德理性的世界即实见君子人格的修养论功夫系统, 这个道德理性的世界是不论此事彼是, 天上地下, 生前死后, 世界就是一个有道德理性的意义世界, 人存。 有者是这个理性的天命产物, 因此显现了强烈的目的性世界观, 人的一生修养活动之意义在。 于彰显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于全服的家国天下之中, 二合一的整体置入以达天人合一之效。 于是人与天地参, 天地人三才皆为其所点化而成为道德的理性世界, 此中有功夫, 却是心性。 论中心, 而不论生死, 因此缺乏各种关于它在世界及身体形器的宇宙论的讨论。 而佛教的世界观则有六到四圣, 有生死轮回, 有重重无尽的缘起世界, 而其宇宙本体的。 观点却应见其缘起而领悟性空, 性空则无目的, 故非道德, 它的修持活动的现实性, 不过是。 大乘佛教六度法门中的表现方法, 现世界也不过是修行活动中的一个切尽的世界, 并非对此。 仪式界有一个目的性的确定。 佛教修行理论由小成转成大成的过程, 可谓其看清了原来只求。 自度的修行结果, 发觉只求自度则将所度为静静, 原来要所有的众生都得度之后, 才有真正的绝对的静静, 所以大乘佛教的菩萨的概念都是要, 觉有情, 的理想性存有者, 都是要帮助。 他人共同修行的存有者, 只有在所有的存有者都进入了清净的境界之后, 才有一个自我的觉。 对清净境界。 这就显示了佛教的功夫思维是主客移境的意涵, 没有任何一个清净的存有者不。 同时具备清净的国土世间的, 所以会有因无限的禅定功身而无穷的开发的世界层集, 此其的。 有繁复的世界观天的说之缘由。 而其每一个修行活动下所成就的世界都交给了共同的修行成。 旧的存有者存在即活动, 所以佛教哲学中是有可能发展出追求净土的思想, 虽然禅宗哲学强。 吊随其心境及国土境的思想, 但这种说法是从功夫下手的角度说的, 是从当下境界的角度言。 说的, 并非禅门功夫及能否定净土世界之存在者, 佛教哲学中有清净国土的观念者是必须是, 为其宇宙论知识系统中的真实对象, 而不是画饼冲击的虚妄对象, 否则净土宗人终身甚而立。 节的修行活动便毫无意义可言。 大和尚们自称是大丈夫, 且非帝王将相所可差比者即在此一。 世界观的差别上, 否则如者承担天下修其至平的事业, 为何有自称是大丈夫的人可以往世? 我们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角度来看, 欲准确理解禅宗本体功夫的特质, 就应先理解佛教修行哲学的基调, 而这个基调, 则是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哲学的共同基调, 所以我们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是不能不正式宇宙论世界观的课题, 如佛之间不可能因为都谈心性论。 即同一, 心与性只是哲学范畴, 是概念, 甚至只是字, 如佛两门各自的广大心灵, 复杂理。 论, 深刻功夫, 怎能因为共用了心和性这两个中国字就一样了呢? 它们刚好就是要从这个心, 和性这两个中国字就一样了呢? 是上下手而说出极为不一样的天地的。 本体, 亦然, 本体论, 是一个哲。 学问题, 哲学主题, 哲学题目, 基本哲学问题, 如是道对于本体这个题目都是要发表观点的。 大家的本体的答案是不同的, 主张是不一样的, 本体是任何哲学体系中探讨整体存在界的。 根本意义性的问题的那个绝对的对象, 是那个真相那个实相, 也即是体系中的最高概念范畴。 绝对范畴, 这个最高绝对范畴则还是功夫的奇相与忠敬, 所以佛家有实相禅的修行法门。 不过就是般若的功夫, 因为佛教的世界实相就是般若的意涵, 它不是儒家的本体观念, 诸如 成者天之道, 的成本体, 或是 天尊的悲乾坤定义的乾坤阴阳甚至太极, 的作用本体, 这 是儒门的本体的内容, 这是儒门的性, 儒门的心, 儒门的体, 在功夫中进行着这样的静心之。 信之天的进程, 儒者的整个人生活动因此就在头上的天, 脚下的地, 崇德广业的君子人格中。 开展, 宋儒再怎么谈心谈性, 也不会谈到彼岸世界去的, 再怎么谈本体功夫, 功夫本体, 也 不会离开君王天下邻里相当的这一线是社会的, 而禅师家再怎么入世的人间净土, 都还是念。 资在资的默契着佛菩萨的召唤, 他们可能正默默在实践着地藏王菩萨的的欲不空是不成佛的。 行愿, 或是一个老实的随缘行报冤行的锦授奉行, 原来如此的入世的大成行门是要把这个设。 会中的人存有着在死亡之后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的, 而不是如一转中言, 精气为物有魂味。 便, 如颂如言,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做法, 这是把它在世界存在者的概念予以抽象里。 信化而解消他在世界的存在问题的做法。 关于禅儒的关系问题, 赖永海教授言, 禅宗不但中国化色彩浓, 而且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 他受儒家心性学说的影。 响意最深, 最烈。 禅宗祖师提倡, 即心即佛, 明心见性, 其所说的, 心, 就皆。 竟于儒家所说的作为道德主体的, 人心, 而与传统佛教所说的作为抽象本体的, 真, 心, 不尽相同。 其所说的, 性, 也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的色彩, 是有情众生之人性。 而不同于传统佛教所说的作为一切诸法抽象本体的, 真如佛性。 实际上, 祖师禅, 的强调心性及其对心性内涵的改变, 即把原来作为抽象本体的心性人心化人性化, 以, 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佛性学说和修行理论只能主张, 众生有性和注重到由心。 5. 到了唐末五代之后, 这种情况开始有所变化。 由于儒家的复兴, 特别到了宋代。 由于新儒学的出现, 随唐佛教从儒家那里吸收来的思想, 又被新儒学摄取去, 佛教的地盘大大地缩小, 新儒学则上身未显学。 而就心性理论说, 它原就是儒家的道传。 此时之佛教如果继续在心性问题上与儒家纠缠, 就很难显出自家之特色, 因此, 颂缘。 之后的禅宗, 在思维方式上便掉头一转, 向道家靠拢, 由注重人心一变而崇尚, 自然。 唱, 性自天然, 不佳造作。 15. 诱言。 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说, 佛如在修行方法上的差异, 是由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造成的。 而随着佛如二加在思维模式, 思想内容等方面的相互浸透, 相互吸收, 随唐之后的。 儒学逐渐朝着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方向发展, 而随唐乙将的佛教也大量吸收了儒家人性。 心性论的思想内容, 这就导致了儒佛在修行方法上的相互靠拢, 佛教的反本规及。 逐渐变成禅宗的, 明心见性, 而儒家的, 修心仰性, 也逐渐发展为, 复性, 明。 成。 十六。 我们以为这样的理解眼光是有些不恰当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以概念范畴研究哲学观。 念, 的研究方法之论理性的不足之处, 这样的如佛交涉的研究观点是被心性概念的同时使用。 所迷惑的结果, 任何哲学体系都必须在文化氛围中发言, 因此不能摆脱文化氛围中的自词概。 念之使用, 但是自词概念之使用是一回事, 自词概念本身在观念世界中的脉络意义是另一回。 是, 如佛皆使用心性概念表述理论, 如佛皆发展了惊人所谓的心性说哲学, 这都只是中国文。 化分为内的是, 这样的接近使与各个体系内部的特殊形态无设, 我们如果从基本哲学问提议时的进路来看待哲学范畴的使用时, 便能发现特定的自词使用背后反映着特定的基本哲学问。 提议式的基调在, 心性概念及反映出人存有者的功夫活动的哲学问提议是在, 如佛皆论心性。 是因为如佛皆有功夫活动, 但是如佛又各有其行上学世界观, 行上学世界观和功夫活动在理。 论世界中是紧密的晚和的同体形态, 强调了心性概念只是强调了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指是显现了理论建构的一个特定哲学问题的共同关切, 也就是说大家都有了共同的哲学问题比。 需去建构, 以强化其理论体系内的基本哲学问题架构的完整性, 也就是说从其行上学世界观, 的观念内含中是必要发展出功夫理论也是必要强调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于是如佛皆发展了心性范畴的哲学建构, 这绝不表示如佛皆主张了心性说, 因为心性说是各有其意的概念。 严格说来, 严格说来, 心性说不是一说, 从基本哲学研究法的角度看来, 心性说只是心性进入的功夫哲学, 甚至是心性范畴的本体论哲学, 这是一个题目, 不是一个主张, 当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理论上争辩的课题, 以及心性功夫优位的主张, 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理论问题了, 心性功夫优位的哲学主张在一定的脉络下, 事实上如是道意皆可以有此主张, 如此一来是不是如? 是道又集同一了呢? 是不是如是道集三教合一了呢? 仍然不是的。 论中说道佛教哲学因为心, 信说是如门本来的哲理且已被丰富的建构, 因此必须转向到家的自然范畴, 这更是一个理论的。 错知,佛教哲理建构也可以强调自然, 但这个自然之本然的形状仍然要回到佛教哲学本体论。 建构自身之内来, 是佛法般若本体的自然自信自在之自然, 而不是道家之自然, 道家之自然。 蕴含着道家的世界观, 佛教的自然蕴含着佛教的形上学, 这又是一个概念范畴研究进路。 知理论性不足的工作结果。 这样的工作方式意见于全解三教一同的问题上, 洪修平和吴永和。 教授一言。 明末清初的原贤禅师提出的, 里外无教教必规理, 可说是反映了禅玄入理和佛道规。 儒的基本现实。 这种诸教规理的思想, 显然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 它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宋明理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后, 佛教禅学等各种思想学说对宋明理学的迎合。 诗七。 这也是我们反对的观点。 永觉原贤禅师的原文如何? 问,先觉多言三教一理,是不。 约教纪分三,强痛之者望也, 理识为强异之者谜也。 故旧其异者而言之, 则非读三教不同, 即同一佛教, 而大小不同, 即同一大成, 而全时不同。 盖基记万书, 故教非一端。 若旧其同者而言之, 则非读三教是一, 即一切。 磨外, 以及滋生业等, 皆顺正法。 盖里外无教, 故教必归理, 如此方如教, 乃是此中。 众生, 行生神发, 日趋于欲, 不曰而防之, 何所抵之。 故圣人应实事, 查人情, 未知。 说仁义, 立即刚, 化之以礼乐, 述之以刑罚, 使不乱也。 即使佛处震但国, 说今是法。 又岂过于周公, 孔子哉。 然众生既数于儒典, 执着明相, 则明相之躯, 藩未至故之。 岂如家圣人之意哉。 由是老庄出, 而说虚无自然之道, 使闻者闲况超越, 不为悟。 累, 树积为人道之方便。 至于我佛所说, 则超人悦天之时法, 而穷理尽性之时学也。 习夫子所谓语欲无言, 而端木士所谓文于文章之外者, 又岂有益于试哉。 试之理疑。 而教不得不分, 教分而理未尝不依。 彼之亦之同者, 皆细论也。 十八。 永绝原贤禅师说, 从教言三家不同, 从理言理识为一, 但这个理却绝不是宋明如的理, 不。 是仁义理智的理, 而是班若波罗蜜多之理。 永绝原贤禅师固然说道, 理识为一, 然其所谓。 义者是在一个佛教哲学的世界观本体论的架构内的一, 三教之仪是异于佛教而不是三教皆始。 用了理概念范畴及三教之理的内含即以为一, 且禅师认为如道两家的义理是更有身运, 至于, 这个身运是什么呢? 那自然是我佛所说的超人月天穷里尽性的实法实学, 可见禅师加一部字。 认为此如道之学即以全符彰显真理底蕴, 为其真理底蕴之渗透之后必然不被佛法而已, 然而, 就是这样的论断在如道两家的立场而言一孔未必即能同意, 因此如是道教的同意问题之变。 不能仅只是在概念范畴的痛意之间了事, 而必须进入基本哲学问题的全面体系内来追究才能。 解明, 一集必须整体的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哲学主张全体设入才有痛意之明辩。 以上我们集中的讨论了作为功夫哲学中心的禅宗哲学之意理形态的诸种问题, 这是针对禅宗心信说的提倡所引发的理论性格定位的问题讨论, 禅宗心信说的提出是禅宗功夫哲学有。 以贡献于中国大乘佛学及在中国哲学史意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表现形态, 它虽然是禅宗哲学的特色, 但是它更是大乘佛学的内部理论问题以及它是中国哲学特有的理论形态的问题。 因此是一个中国哲学方法论上的突出表现体系, 更值得放在一个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进程内。 来探讨。 以下我们将进行另外两层的禅宗功夫特色的观念探讨, 以下这两层的探讨就更多的。 是禅宗自身的特色, 是只有在禅门内部才得发生的一理形态, 而不在的具有那么多的一理形。 是之共通性在。 五,禅门公案中接引活动的境界调生法是唐经风格的真实把桌。 我们所讨论的禅宗功夫理论与实践的第二个重点, 即是表现在各则公案中的接引活动。 南宗禅的整个风格就从唐经的背镜中开启, 所开启的是一个在教学活动中的当下接引,禅师。 加在任何一次师弟子间的问答来回中都直接进行功夫的操作, 他们从此不再注重知识的交代。 而是进行当下的处理, 当下把发问者本人的心念思虑的形状当作对质的对象, 直接解消。 直接让发问者体会般若性空的智慧运用发行在自身的感知, 所以这个被处理的发问者本人。 在问答的来回之际, 当场经验了自我境界的调生转境的经历, 而就禅师加这位操作者的观点。 终来看, 没有所谓的佛学的知识性问题, 只有众生的学佛问题, 也就是只有发问者个人的境。 借不够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刺激发问者自己展开功夫的作用, 所以当场就拿出功夫的情境来。 要求对应, 因此整个的南宗公按禅的文字工作是一次次的功夫活动的记录, 而不是一篇篇的。 功夫理论的发表, 以及不再是佛学知识的一遍又一遍的交代, 而是所有僧俗学佛者的个人臣。 常经验的视线, 每个人在自己执着着的问题中被当场打击, 虽然所有的问题在表达的开始时, 是多么的像一个知识的发问, 但是强调做功夫的人家师们发展到南宗禅以后, 他们干脆只管。 功夫, 只管功夫操作, 不管功夫理论的知识性建构的理性认知活动, 他们使所有的活动都是持守在功夫状态中的活动, 这就是知识往功夫上说, 功夫往境界上说, 境界在最高证悟状。 太中坛, 的通行本坛经风格的最真实写照, 十九, 南宗禅正式实践着坛经精神的佛教运动团体。 经过南宗禅师修饰后的禅宗史料中的达摩未会可安心的故事, 就是一个以操作来回答问。 提的例子, 一级达摩不是以一个知识来回答一个问题, 而是以一个操作来解消一个状态。 而, 且在这类的禅门师弟子对达来往的例子中, 在进行中的功夫内容, 则都是般若智慧的情境印。 正, 由于般若智慧是一个要求修行者要真实具有的境界, 所以问答之际的答案本身永远不能。 以知识的客观性取得被应可的地位, 所以问答间的是不是, 对不对的问题, 从来都是交给师。 父门来自由运用, 所以不是答案本身的对错, 而是发问者境界的高下虚实决定了语言文字的。 意义确认结果。 六, 智识性方法建构的肢解趣味是被离禅门功夫修持的。 我们所讨论的禅宗功夫理论与实践的第三个重点, 即是类型分析学。 南宗禅的先期发展。 在诸多禅师接引后学的实际活动中丰富的开展了一段时间后, 由于累积了足够的师弟子兼功。 夫操持, 境界调生的经验记录, 一些聪明孤义的禅师们, 不安于老实功夫的平淡无奇, 开启。 了凭比排列接引活动的类型分析学, 他们又将功夫活动转向拼命思辨的抽象理性理解活动中。 去了。 灵济宗的四料简, 四兵主, 曹洞宗的五位说, 若以, 金刚精, 的观念来看, 这是极为, 堕落的一种活动了。 然而就哲学理论的研究趣味而言, 这一套套东西又是极富思维解析性的。 哲学活动。 以下我们将以大诸会海禅师的文字解读作为讨论禅宗功夫哲学的实际, 我们所解读的指。 是禅师的一小部分的内容, 而且是属于第一类的功夫理论的建构部分。 七, 大诸会海遁物入道要门论的功夫哲学。 以下我们将以大诸会海所遮, 遁物入道要门论, 二十, 为讨论的对象, 我们所将讨论的问题。 是关于禅宗哲学的功夫理论, 我们是把对于大诸会海的作品解读的工作放在作为解说禅宗功夫哲学。 夫哲学的一个实力, 企图透过这个实力来展现一个我们所欲表达的禅宗功夫哲学的毅理形态。 我们对于禅宗功夫哲学, 这个哲学议题有一些基本的看法。 一,整个禅宗哲学的理论语。 实践活动的重心点就是一个,做功夫。 二,功夫活动必然成就修持者的成就境界,所以自。 达摩以降制难能北秀继而五加七宗则皆各有其缠门风格,所有的风格都展现修正者境界,冲。 闷了被诠释理解的趣味。 宇宙不曾经因为人类知识的限制而改变了它自己,就像地球不因地。 评说而就不是原的,所以,我想,佛法的真谛大概也不是只是一些知识史上的资讯而已。 它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是在人的头脑的活动里的,而这个头脑的活动是许多人的真功夫中做。 出来的,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因此,我们何须另于诠释它们? 禅宗根本上是做功夫的,即所谓不立文字指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那么又为什么有这许多禅师家的文字作品呢? 表面上这是一个调诡,实则不然,禅师家的文字作品还是一种功夫。 还是与功夫脱离不了关系,这有两层的意思。 首先,有些文字就是在说要直接做功夫的理由。 是对做功夫的知识性交代,其次,有些文字是本身就是功夫的活动,是功夫活动的文字记。 录。 对功夫活动的记载就是公案,对功夫知识的交代就是语录论注等文字。 大诸会海的上下。 两卷文字,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文字活动的形态,里里外外都是功夫。 我们读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本身也是在做功夫。 我们必须进入禅师家的思维状态中,进入禅物的境界中,进入佛。 教知识系统的理解状态中,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有相应体贴的理解,所以我们也是在一种禅修。 活动的功夫境界中来解读禅师家的文字般若的。 大诸会海禅师首先言说。 基守河南,十方诸佛,诸大菩萨众,弟子经作此论,恐不会胜心,愿赐忏悔,若会。 圣礼,尽将回师一切有情,愿于来世,尽得成佛。 二十一。 这一段文字显现的是禅师家自己内心的境界,一种宗教家虔诚宽怀平和的意味,因为在。 宗教活动的态度上,禅宗是讲当下是佛,即心是佛的,当然这是语言的操作性使用的情况。 所以禅师家讲的,恐不会胜心,愿赐忏悔,若会胜理,尽将回师一切有情,愿于来世,尽得成佛。 的这句话,显然是自己的心境的表露,不是对众师教的强悍自视,而是自我持修的。 内在前境,所以才其使回师有情来世成佛,因恐自己正境不吉利有不代,故而回师之后成余。 来世,如果这是禅师家对师弟子求道者的答话的话,那么他的语言就不会是这样子的了。 本文中使用者,十方,友情,来世,成佛,诸概念,前三者在佛教哲学中。 是可以先放在宇宇宙认知识系统中来认识他们的概念,成佛,则是一个综合语言,即是本体。 父式宇宇宙更是功夫以及境界,十方诸佛,显现佛教世界观的多重性,友情,众生,友。 是宇宙论知识中三世间概念之一 而将众生赋予情字 则又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定 是 要连着十二因缘中的爱取友 以及四圣地中的苦地的意涵 来设定的本体判定 众生有情 情来 自爱取 爱取在缘中 全缘是苦 缘是宇宙生灭的实际 本意是空 空才是实相 而非情 情转苦 实非情 故应以空破爱取直 进行本体意涵的内在修正功夫 从宇宙论进入中言说 超轮回 转时成智 境界调生 来世成佛 问 欲修合法 急得解脱 答 唯有顿悟一门 急得解脱 云何谓顿悟 答 顿者 顿除妄念 悟者悟无所得 二十二 这是一段开宗明义的文字 观念上提出 顿除妄念 悟无所得 的主张 但这是一个在 禅门境界中的观念主张 所以知识上的交代已经结束了 上市闻到情形之 这就是一切了 而之后的所有文字 可以不必再进行写作及解读 不过禅师写作了 但是后文中的所有文字 都不是在我们今天学术研究意义下的理论交代 这个理论交代的知识性铺陈工作 是我们的 责任 禅师家后文中的所有看似理论交代的文字 其实都仍是站在同样的禅境中所说的功夫 语言 都是在一种境界状态中的明相解义 完全不遵守知识 使脉络意的佛教哲学一般知识系 统的观念推演 而是以禅修功夫的一时其向 来决断明相的使用意涵 是一种在使用状态中 的功夫活动 是使用明相来做功夫 而不是解释明相来交代知识 所以我们随后的解读 也将在两种层次上交错进行 一者为站在佛教知识系统的理论铺陈 忠实地将禅师家的功夫文 自知理论意涵 架设在符合佛教哲学的知识 肩架中交代他的观念的成立 根据二者为进入禅 诗家的语言使用的功夫境界之中 解明他的思维脉络的操作意涵 就以本文而论 禅师家的文字进行时 只为禅物活动的奇象针定 以破题及要求做顿悟的功夫 而且不管文字客观意涵 的解析 任意将顿悟二字拆开解译 极尽联想之能是 而实非谨为联想 而乃是禅修的要求 要求 顿除妄念物无所得 如此极的解脱 这是第一序的全解 我们从理论建立的角度来追问 这样就可以解脱吗 这时候就是我们必须抛开禅师家的 学佛功课的功夫操作形态 而需以一般学术意义的理论活动 来予以解说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 所要进行的理论解释 可以是一个无穷尽的佛教哲学的铺陈 这就又像是以前人讲经的一个字 讲了一天的样子 这也不适合本文的进行 而且佛教哲理就是一套 直指核心的观念抓涉酒 是几组核心令题 以下所有的文字解忆都是要面对佛理解析的 所以我们也就简单提纲的掌 握一下 佛教解脱论乃终极于成佛 以及功夫以达佛境为的 佛境是经理缘起正般若的本体 宇宙功夫的结果 然而禅宗是唯论本体解悟的新型功夫系统 宇宙论意义的禅作功夫是过程 中的必然历程 相对而言是解脱的客观面结构意义 解脱是主体的活动 最终的境界是一个 心灵意识的状态 所以主体的活动 因为以心设体的心法修持为要目 所以是本体论进入的一 超植入的功夫形态 所以除妄 念 语 物 无所得 两世都从本体论进入的心法功夫处发言 而为实哲学的发展 也是整体的将佛教世界观定位在意识性的本体论意涵中 所以从本体 论的进入来言说功夫 是禅宗哲学为成佛功夫抓涉的根本要害之地 至于为何是除妄念及物 无所得 无所得为其心法的内容呢 这就要由佛学本体论的最高境界范畴是一个班若毅的自信清净状 太中言 本体既是清净 而存有者又是五蕴积聚而有 故而功夫即是放舍即是除 本体是班 若毅的自信空 故所悟者乃亦无所得为悟 我们的第二序的诠释工作是对禅师家的诠释的再诠释 这两者都是离开了功夫操作的主 轴的思维活动 都是功夫的知识性解说活动 都不是功夫的直接操作性行为 都是于实罪行 但这就是理论的活动 是对一个全体式功夫的修持活动的理论性解说 何上言 问 从何而修 答 从根本修 云何从根本修 答 心未根本 云何之心未根本 答 伦家经 云 心生即种种法生 心灭即种种法灭 唯摩经 云 欲的 净土 当静其心 随其心静 即佛土静 一教经 云 但至心一处 无事不办 经云 圣人求心不求佛 于人求佛不求心 智人调心不调身 于人调身不调心 佛明经 云 罪从心生 还从心灭 故知善恶一切 皆由自心 所以心未根 本也 若求解脱者 先虚实根本 若不达此理 须费功劳 于外相求 无有是处 禅门经 云 于外相求 虽经结束 终不能成 于内觉观 如依念请 即正菩提 禅宗自认为他们所进行的修持活动 是成佛功夫的根本关键要害之地 所以直接表明修持 活动要从根本修 事实上 任意宗教哲学的修持功夫 包括佛教教内各系的修正体系 都是倚仗 卧世界真理而进行的终极性追求真理的活动 只当在知识铺陈的工作中 显现了多众的活动 层面 禅宗宗门之内则特别摄取佛教宗教活动的修持活动层面 并且直接以本体识相的般若 智慧之领会境界 作为功夫修持的心法境路 本体实相是理性活动的中境 因此是本体论境 路的功夫活动的根本 所以禅师家直接说要从根本修 至于其以心位根本 就是再次明止功 夫活动即是处理自己心性境界的活动 自己心性境界是在于自己存在主体放达于宇宙天地间 的整体意义 是将自我渐入于宇宙天的整体的根本实相中的状态 是以本体论的真实来作为 自性境界的内涵 所以功夫的操作以心法为先 根本上就是心法而已 肉体的修炼在万法为 心的本体论 心的本体论命题中 已被全服收射进来 在根本的意义上那只是一些历程中的情状 所已禅 定的等次性之事 是修正的第二序之解 然其人为必然 但是不是论究的终点 终点是本体 境界与自性境界的情状 所以要从心上说 所以要从心上修念上断物中来成佛去 故云欣慰 根本 文后复引诸经文以明其说 则显示了禅门功夫理论的基于佛教哲学内部意理而开展的 本质 并不是禅师家们的故意读发 是绝对能从经文含义理提领而出的东西 是从经文中的 若干要向理炫动脆提的精华 影 伦家经 经文云 这天地宇宙的根本真相是一个意义的结构 也就是一个万法维新 的讲法 落实在人存有者的意识之觉中而言的话 世界的情状乃随念而显也由心而辨 对于 人存有者要追求的那个世界实相的绝对意义境界而言 也就是那个入道的佛境而言 所应该 做的努力就是去除所有因妄念邪迷而止住的妄境 妄境即除则自心所开显的意境就是入佛之 静了 所以心法的修持是第一要物 影 维摩经 经文云 宇宙论意义的客观世界存在也是以意识存在的意义为它的存在的 根本道理 所以一个极为理想的客观的存在界的出现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我们对于这样的一 总极为理想的客观世界的祈求是要如何进行呢? 那当然就是在一个本体进入的功夫修持中来 由主观的意境的开显而同一合会于那个客观的理想意境的世界之中 于是这个主客合会的活 动的根本道理 原来是直基于作为修行主体的人存有者的意境状态之中的 随着主体功夫的 精纯 客观的世界意境的容取之图即已显明 这就是关键的 所以先论心法未要 隐 宜教经文 云 我们所有的学佛拜佛理佛做禅不师早课晚课的零零总总 就是为求 成佛之道而已 这个根本的目标不能措置折扣其出弱化 既为成佛 则是自己成佛 非为他 人成佛 所以是自己要下功夫努力的事业 功夫的关键就在心地上的般若智慧的通达开透而 以 所以我们所有的佛式活动的要紧 就在处理自心 心地功夫尽准了 所有佛式活动的主 轴就抓住了 所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绝对性理念就可以操存自若了 是故 理解了佛学义 理系统中的最高智慧概念的修行者 便把追求最终理想境界的活动永恒地制定在自我心性的 功夫处处理上 而不会误以为有任何理想的外在境界或理想的存有对象可以弃想 以为透过他 在存有的协助即可使自我主体的或理想境界的成就 而这却正是愚昧的人的做法 同样的 追求理想境界的修行者 知道功夫的要仅是在本体论进入的心意识的锻炼功课上 而不在于 宇宙论进入的身体修炼之活动中 所以一直努力进行着的是在念律心智意识状态的处理 而 不会真正用力于气血经脉魂魄破的条弄上 隐 佛明经 云 人身我体的存在 是一个五蕴机具的结构 除了肉体色身以外 其余 四蕴都是一种意识意义的存在结合体 可以说人存有着的人体宇宙学的结构问题 佛家释交 给心色二法的共构而成来说明的 而佛家讲无我 即是对这个五蕴机具的存在我体的实体性 存在意涵之否定 一方面它是以具而有 无具则无 巨因缘起 辗转纠结 方才仍我灿然 故而根本无我 二方面它不清静 缘起起于无名 爱之辗转 业力牵引 巨而不散 弥富有 弥 并非一个理想的存有境界 故应离弥去治理此无我去入法体真我 这个罪的活动症就是 五蕴具业为我的过程与实际 所以是一个直取的意识为先导 一个五蕴的业体为结果 所以 罪的来源根本在心 修正清静的功夫活动的根本意应也在心 故为由心灭罪 实为灭其再聚 为业之实际 所以有忏悔的修门 是功夫做在自心上的功课 而不是社会意义的有罪无罪 亦非社会意义的是善是恶 从成佛之道为是众生自度之意而言 功夫根本皆在自心境界的轻 静觉醒上 永远与外在社会观点的父与觉 取认同之事无根本关系 物与此者是徒废虚劳 尹 禅门经 云 在佛教宇宙论哲学中 对于人存有者在整体宇宙中的存在意义 有依 各生死轮回千流不止难以计数的常识性历程 但是这个常识性的历程从人存有者的本体论进 路来关怀的话 却是一个常识性的迷惘的历程 所以人存有者应该追求自我智慧的觉醒与开 发 使自我达至永恒的清醒的境界 而这个追求的功课 正是禅宗家师们所努力于私的目标 不断的提醒功夫力量的正确下手处 乃在自新的境界调整上 假使修行者在成佛功课的操 做上所进行的都是对于外在社会的对待互动 所看重的都是外在社会的意义赋予 而不是主体自新的境界转换的功课的话 那么努力在久 终不得振入最高智慧境界 如果把用力的动向至于自新意境的提升 清楚明白地定心于般若清静的智慧觉醒状态之中 那么当下的存有者意境及与觉悟者等 当然这是一个本体论进入的状态言说 仍存有者在一个本体论意 寒夏的觉症状态之中 是一个准佛意境 而其中成为佛者 则是永实性的在于觉症意境 如 此机为已然完成了宇宙论进入意义的同正清静法体之意涵 所以本体论的功夫进入是其修正 活动的其首入境 已是其修正活动在意义定准上的根本入境 然后经过永实性的宇宙本体之 同构并并进的功夫开展 则极有正入佛境的根本实际 所以用功夫于心上自正 是其可能性的 准确开展 可能性开展 不准确 即若非用功于心上 则永无正极之时 准确的可能性开展的 活动本身 当下已与绝对的觉悟境界在本体的意涵上同正为一 问 夫修根本 已何法修 答 唯作禅 禅定即得 禅门经 云 求佛圣志 要即禅定 若无禅定 念想宣动 坏其善根 问 云何未禅 云何未定 答 妄念 不生未禅 作见本性未定 本性者是辱无身心 定者对境无心 八疯不能动 八疯者 力衰毁欲 称姬苦乐 是明八疯 若得如是定者 虽是凡夫 即入佛位 何以故 菩萨界经 云 众身受佛界 即入诸佛位 得如是者 即明解脱 以明达彼岸 超六度 月三解 大力菩萨 无量力尊 是大丈夫 24 既以明言在心上做根本之修行活动 那么这个心法要如何操持呢? 禅师加以做禅禅定之 明号说之 明号说之 其实可以以任何明号说之 因为禅师加从来不顾名乡的在于佛教知识系统中的可 观使用意涵 从来都是一个在主观界定的使用需要下当下赋予意义 在一个意义的更抽象象 上升起的思维活动中 如何论禅如何论定如何论禅定都是极为自在的观念设定之事了 文中 对禅定有两种解说 一为尹禅门经语说 二位禅师加自己说 尹禅门经语说的要点集在禅定定力之强调 就基本佛教教义系统内的禅定之事而言 禅定是修持的功夫 这种功夫进行是思维念律的活动 所以禅定之修是一种思维之修 修持是为禅界之提升 禅界之提升在佛教教义中有着基本的知识交代 一种简明的说法是四禅 八定 二十五 之说 是一个修行主体的意识开发的历程 历程中彰显的是存有禅界的开展 是主体的境界的扩展 而意识到客观的世界的扩展 所以四禅八定是一个层层上充的等级 是一个客观的世界随着主观的活动 而显出化的历程 历程中的实际是主观的思维 禅定的功夫就是在 强化这个思维的定力 这个定力的内容就是意识的清醒程度之各种状态 层层上识的状态要 保守不失 所以急需定力正良的维护 禅师家自己设定的为禅未定的解说 是以本体论进入的心法功夫为一解 迫无明迷执政 清净法身的宇宙本体功夫的操作要点 就在自心的当下清净状态境界之中 所以是妄念不深 作见本性 此禅此定分说和说即便换一名香来说其本意皆仍如此 故而禅师家的自在自如 的分和禅定为意 本性是人存有者的根本境界 人存有者的根本境界也就是宇宙本体的根本 境界 这是宗教哲学系统的理论实践的双路并行的一贯意涵 所以人存有者的根本境界也就 是人存有者的理想境界 理想境界是清净无染无植的般若意境 所以是无身心 无身心 是无身情直预想之心 是心之定者在清净状态者 是对于一切外境的千流变幻都魔所动心 所以是定者对境无心 言其八风不能动 者是以八种人世情境的情欲勾迁之事来考 厌无身心的定力 要有禅定的功夫就是要有智心的能力 禅师家的功夫就是对智己心的能力 心是万法的根本之意义 在此获得了最真实的减证 如果修正者在任何一种情绪千然的外境 中动了情绪 那就是以意识存在的力量 再度强化自己的业力因缘 于是一个杂染不纯的运机 知我的状态就再度每况愈下 谈何修正 又有何境界提升知事可言 功夫根本没有成为一事 状态中的真实 功夫修正事就是要成为日用动静中的操存力量 此为定为止为禅再八 总勾千甚至八十八种更至不计其数的细腻的人 是心思意境中 修正主体皆能定而不动 这九 是清净体的境界 这就是佛境之正入 实无凡胜之别 问 夫修根本 已何法修 答 唯作禅 禅定即得 禅门经 云 求佛圣智 要即禅定 若无禅定 念想宣动 坏其善根 问 云何未禅 云何未定 答 妄念 不生未禅 作见本性未定 本性者是辱无身心 定者对境无心 八疯不能动 八疯者 力衰毁欲 称姬苦乐 是明八疯 若得如是定者 虽是凡夫 即入佛位 何已故 菩萨界经 云 众生受佛界 即入诸佛位 得如是者 即明解脱 一明达彼岸 超六度 悦三界 大力菩萨 无量力尊 是大丈夫 二十六 尹 菩萨界 今与云 众生受佛界 即入诸佛位 则此处之 界 自是时下雨 而非井 知识性之语 一言说而已 因为对于一个宗教活动而言 界就是介入了 不在身体力行中的轻 界则无庸论意 一旦界入真实心境意识状态中的修行主体 自然就是入诸佛位 诸佛位以无畏 法位真实实际 无畏法就是无知无无明的清淨意识活动 界就是破除五蕴积聚的最苦之深的 清淨活动 是入佛位 是一级解脱的根本 彼岸 是说清淨境界的 对比于修行者现在迷 直的形状 清淨是一个主体的境界也是一个客观的世界存在 故以按说之 此如以 三界 说之之意识同 三界是欲 色 无色之三界 在以六度来状位的修正功夫之通过意下 说此 三界之通过 云其修正功夫在首界之真实之后 在主体的意境上以正得以六度功课位标准的 功夫修养境界 则在主体的客观存在意境上即为境界的开显提升 同时从本体论及宇宙论的 言说 净路上说其悦三界之事 借是定力贯透的成果 故意 大力菩萨 无量力尊 是大丈夫 的名号表彰之 佛境是一 名号多行 随其意涵只为而自在称用 问 心住何处即住 答 住无住处即住 问 云何事无住处 答 不住一切处即 是住无住处 云何事不住一切处 答 不住一切处者 不住善恶有无内外中间 不住 空 云不住不空 不住定 云不住不定 即是不住一切处 指各不住一切处 即是住 处也 的如是者 即明无住心也 无住心者是佛心 二十七 本文完全是斑弱智慧的修持理论 是金刚经形态的观念展现 修行的功夫既然确定是心 法 法的功夫 那么这个心法要如何作用呢 所以问如何住的问题 本文的前面两个问答 在之 时尚是魔所交代的 也就是在论证上是套套逻辑 所以不是一个理论性的文字活动 而是工 夫操作的力量加持 其实是禅师家的自我设受的强力肯认 就是在意识活动的截止重流 顶 注重心的一再而再的持定作用 明确宣断不住的法门 就是要这么的修持才是 所以这两问 两答其实是两次口号的呼喊 心念的作用为主 观念的推演是负 就注心功夫的观念交代是 第三个问答以下的是 关于般若智慧的修持活动 永远只是智心一念的功夫 理解到自信清净 的本体命题的争议之后 在修持的活动上就是一个自信清净的状态的 恒定的持守的动作而已 所以只是一个状态的持守 而绝对不是任何的概念确定 更不是知识的明确 当然也还不 是情感的 心态的形塑 所以一切以意识形态 以智慧真理 以功夫严全的任何确定性概念 肢解的行动则都不是学佛的功夫 所以一个彻底的斑弱功夫 便只能是一个永远的在进行事中 的状态 所以不注是一个动作 一个永远在注于斑弱的状态中的修持活动 这也就正是斑弱 是一种智慧的道理 智慧是主体的能力 是能做工的东西 是活的 禅宗在学佛阵营中的活 动特征就是能做功夫 因而其言说功夫的观念 就首先显现味就是功夫的活动本身 其次才 表现出对于功夫活动的理论一涵的诠释 然而就第三段问答中的斑弱功夫而言 这种功夫四 有意理时无意涵 斑弱其有意涵 无意涵中透显智慧的通彻 粘出佛心的境界 在一切心思 念律 无明境接不起的永远无助状态之中 问其心思何物 答其心不清不黄 不赤不白 不长不短 不去不来 非够非净 不生不灭 湛然长寂 此事本心形相也 亦是本身 本身者即佛身也 二十八 从十二因缘说观 从运界处说中观 存有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杂染的情事 所以其实 只有佛性存有才是真实的存有 佛性存有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这就是关于佛心的追问了 佛心原来说的是修持者的入佛境界 心是功夫修行中的人存有者的活动主体 佛心是以佛 境界未标的的修行活动的主体状态 所以它应该一方面是证悟者的境界 是一个不以任何意 实质持活动的暂存未意义的状态 而另一方面应该是世界的客观实相状态 所以以身言 以宇宙论问题意识的境路来描述 所以说未佛身 所以心身一意 心已敬而未界 证悟的佛心 即佛身之本身 心身一意 则境界既是主体的本体 亦是客观的实然 宇宙论的问题亦是随 即窜出 然而意涵的底蕴则仍是般若实相而已 关于大诸会海禅师的文艺解读是一个极正的引用 我们也就说到此即可 关于禅宗功夫 理论的言说 禅宗仍有多层多异 本文却暂止即此即可 以参见 中国禅宗大权 台北利文1994年5月月209 2. 灵济宗创始人玄义禅师根据学人领悟禅法的情形采取的不同接引措施 也是著名公案 诗晚餐是众云 有时夺人不夺禁 有时夺禁不夺人 有时人禁据夺 有时人禁据不夺 参见禅宗词典 原兵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版 叶148 3. 原悟和尚请一五组 灵济四兵主怎身 祖云 也指各呈现 是什么贤士 参 客看主 主看客 主看主 客看客 参见禅宗词典 原兵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版 叶148 4. 灵济玄义禅诗 是 世众 我有时先照后用 有时先用后照 有时照用痛时 有时照用不同时 参见 禅宗词典 原兵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版 叶148 5. 是曹洞宗创始人 辰量价 与本纪 对于禅法的禅数系统 也是该宗接引学人的特殊方法 用军卫、正卫、和成卫、偏位 的五种配合 说明不同的禅法认识及参禅的情况 参见 禅宗词典 原兵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版 夜七十七 6. 参见 捉住小鱼功夫与境界大鱼纪念 逢有兰诞成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7. 参见 蒙培圆者 中国新信论 台湾学生书局民国 79年4月出版 夜267 8. 参见 赖永海者 佛学与如学 夜14 1995年4月出版 9. 参见 赖永海者 佛学与如学 夜20 1995年4月出版 10. 参见 赖永海者 佛学与如学 台北洋志文化出版 1995年4月出版 夜261 11. 在劳斯光教授所者的 中国哲学史 中级在蒙培圆教授所者的 中国新信论 中都能明显的看到这样的论说 但是所有这些谈论 新信说的著作也都还有其论里进行的特定关怀 并不全部相同 此中上有重要方法论问题 例如劳教授所提着 极有意新信说优位的观念在 认为宇宙论知识的建构在中国哲学发展中虽然是一个事实 但就成德之教而论 则无宁应是新信说未优的 就此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而这主要是对于整体中国哲学诠释与理解的方法论观点的差异所致 此处暂不深论 十二 这是一个比较对比性的简单说法 事实上有些言气的功夫哲学却不太算得上是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特别是儒家哲学系统中的言气之说者 儒家哲学的意理建构多半将气概念与以理性化 即本体论化 所以他们弹气的功夫仍是一个心法为主的本体功夫 只有道家道教的精气神行魂魄等概念范畴下的功夫理论 是一个标准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十三 夫入道多图 要而言之 不出二种 一是礼入 二是行入 行入者为四行 其余诸行西入此中 何为四耶 一报冤行 二随缘行 三摩索求行 四称法行 参见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鞭 台湾高雄市立文 一九九五年出版 第一集 夜四 十四 参见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鞭 台湾高雄市立文 一九九五年出版 第一集 夜四 十五 参见 赖永海者 佛学 台北洋志文化出版 一九九五年四月出版 夜一二一 十七 参见 洪修平无永和者 禅学与玄学 台北洋志 一九九四年七月夜三零六 十八 参见 中国禅宗大权 台北利文 一九九四年五月夜一四二四 十九 参见 卓著 小渔论 谈经的功夫理论大于台北华饭学院禅与管理研讨会 二十 此书为禅宗早期重要著述 慧海浩大珠 为马祖道一弟子 听道一说法后 经多年酝酿写成此书 被诗直玄艳妾出成马祖 深得马祖赞赏 为 岳洲有大珠 圆明光透 自在无遮障处也 本书主旨集在阐述禅宗顿悟法门 作者以问答形式 对修持禅宗顿悟法门的宗旨 方法等诸多问题做了简切明晰的解答 是禅宗早期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之民主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台湾高雄市立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8 二十二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台湾高雄市立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8 二十二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高雄立文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8 二十三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高雄立文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9 二十四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高雄立文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9 二十五 参见 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陈冰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一版 页278 二十六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李淼编 高雄立文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9 二十七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高雄立文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9 二十八 参见 中国禅宗大全 李淼编 高雄立文 1994年5月出版 第一册 页169 二十九 李淼编 一字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